第401章 恶人自有天收 钟庆踩着棉制的拖鞋 一步一步沿着楼梯上去 啪哒 啪哒 看似轻盈的脚步 实则每一步对于他而言都仿佛有千军之重 随着距离二楼越来越近 楼道上的景象也映入了他的眼帘 钟继平穿着他准备的睡袍 一动不动的趴在卧室门和楼道连接之处 钟庆身形仿佛被定住了 一时迈不动步子 不知过了多久 他才回过神般的继续抬脚 网趴在地上的钟继平一步步走近 终于他站在了钟继平面前 垂眸盯着像条死狗一样匍匐在地的男人 钟庆只感觉心口像是被堵了一团棉花 喘不过气 他真的好喘好傻 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他居然到现在才学坏 台湾看了看时间 又弯腰探过钟继平的脉搏后 他回房拿出一把剪刀 将钟继平翻了个身 掀开睡袍 锋利的刀刃在灯光下 闪着冰冷寒光 咔嚓 钟继平身上的内裤被剪开 扯下 重新被换上新的 钟庆表面上从容不迫 甚至没有忘记戴手套 可发抖的双手 却让他的紧张无所遁形 等确认清除了所有痕迹后 他才惊慌失措地朝着楼下跑去 抢救室外 钟庆心神不宁 但一暖心安慰道 清清姐 你别担心 吉人自有天相 钟先生肯定会没事的 吉人自有天相 与之相反的是 恶人自有天收 他也很好奇 老天爷会不会收走钟继平的命 虽然他的目的并不是要终继平死 但是生是死 却也不是他能精准掌控的 但一 麻烦你帮我守在这里 我去打个电话 好 一一给亲戚朋友 以及回锦城祭祖的楚玉清 打电话通知后 钟庆转身去了卫生间 将外套夺里的东西 扔进排污渠中 哗啦 水箱开闸 排污渠中的一切污秽杂物 都被水流冲 刷得干干净净 不留一丝痕迹 一个小时候 收到消息的亲戚朋友 陆续赶到医院 除此外 第一药厂的重要高层 以及政府部门的一些药员 也来了医院中 第一药厂是奉城最大的国营药企 名下拥有二十多条生产线 近三百种药品 年产能达五十亿片 之 丸 利 煤 瓶 以上 销售覆盖全国各省市 而钟继平身为第一药厂的现任董事长 突发重疾 自然备受各方关注 当医生走出抢救室的门 立刻被一群人潮水般的 围着打探病情 经我们初步诊断和救治 怀疑病人是突发性心肌梗塞 还好送医及时 病患的命保住了 听到命保住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单一激动的拉住钟庆手 太好了 我就说钟先生会没事的 钟庆微笑 垂在身侧的手 微微握紧 不过 听到医生再次出声 大家都安静下来 病人由于休克时间过长 导致缺氧 脑干功能可能会受到一定损害 且无法逆转 什么意思 不是说命保住了吗 医生一脸遗憾 钟先生的性命是无余的 但他的肢体功能 语言和认知能力等方面 都会因为脑干的损伤 而受到影响 简单来说 病人有很大概率会出现偏瘫 智力低下等情况 众人面面相去 一时间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医生 太谢谢你了 望着喜极而泣的钟庆 所有人都无比诧异 亲爹都快瘫了 他咋看着还挺高兴 谢谢你保住了我爸的生命 只要命还在 就有希望 大家恍然 也是 好死不如赖活着 以钟家的财力加势 未必就治不好了 得到了想听的结果 各方人马陆续离开 只剩钟庆和钟家 几个关系不错的亲属 还在医院守着 下半夜 家里的保姆也听到消息 匆匆来了医院帮忙照料 天快亮时 回娘家记社的楚玉清 也终于赶了回来 看着丈夫人事不省地 躺在病床上 身上被插着各种管子 他又惊又怒地质问钟庆 怎么回事 你爸为什么变成了这样 医生说是心肌梗塞 好在命保住了 楚玉清没有听出钟庆的未尽之言 只听到丈夫命保住了 整个人都长松了口气 不过 钟庆不说 不代表其他亲戚也不说 偏叹 智障 楚玉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而当他转过头 瞪向钟庆时 猛然发现 站在钟庆身边的单一 他为什么会在这里 他为什么会在这里 几个亲戚 都用怪异的目光看着楚玉清 只觉得他莫名其妙 这个时候 不想着怎么救丈夫 反而去关注一个无关紧要的外人 单一自己也很莫名其妙 还很不安 楚玉清的眼神太吓人 好像要把他生吞了 在场之中 只有楚玉清和钟庆清楚 楚玉清为什么会这么在意单一 哦 还有人事不省的钟继平 妈 善一昨晚来家里做客 后来爸发病昏迷 你们都不在 是他一直在医院陪着我 钟庆的解释 在其他人听来 没有任何问题 然而楚玉清心里有鬼 忍不住怀疑 丈夫出事跟单一有关 可当着其他亲属的面他 又没办法问 只得眼睁睁看着单一 在钟庆的护送下 离开病房 等钟庆再回到病房里 病房里只剩下楚玉清 以及躺在病床上的钟继平 楚玉清勒令钟庆 将昨晚上的事 原原本本讲给他听 当得知钟继平 是独自昏倒在房间里时 楚玉清冲过去 抬手就打了钟庆一个耳光 你为什么不早点 把单一送到你爸的房间里 在楚玉清看来 如果当时善一跟丈夫在一块 丈夫犯病 就会及时被发现 单一喝了茶 但药效却没有发作 我也纳闷 楚玉清并不肯信他的解释 我能这么恶毒 如果我想害他 我根本就不会送他来医院 只要再晚五分钟 他的命就就不回来了 他每年做三次全身检查 身体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怎么会心肌梗塞 医生说是突发性的 可能是看到新鲜玩物 太兴奋了吧 楚玉清被他的调侃器 倒失心疯 仰手又想打他 却被他的话震住 如果爸真的恢复不了 你觉得 你一个人能撑得起钟家吗 一直到晚上 钟继平才终于醒了 第402章 被公安调查 继平你醒了 你感觉怎么样 不知道是不是刚醒 意识还没恢复 面对楚玉清的关心 钟继平愣了好半天才掌口 啊 听到他喉咙里发出的声音 不仅楚玉清带住 就连钟继平自己都猛了 这种反应 就像运动健将忽然不会走路 中国人忽然不会使用筷子 啊 我 我 钟继平尝试着说话 然而却只能发出模糊不清的字节 我 他急于想知道自己出了什么事 可越是着急 舌头越是不听使唤 楚玉清泪眼汪汪的跑出病房去找医生 钟庆不慌不忙的走到病床边 体贴的向钟继平说出他的病情 好在抢救及时 命是保住了 就是往后行动说话略有影响 不过您放心 我会找人好好照顾你的 钟继平瞪大眼睛 挣扎着想要起床 钟庆伸出手 无费吹灰之力 就将他按回了病床上 您还是躺着好好休息吧 你呃呃 钟继平瞪着他 眼神像是要吃人 门外传来嘈杂的脚步声 是楚玉清带着医生回来了 爸 您放心 我和妈一定会想办法让你恢复的 国内不行 我们就去国外 等医生跨进了病房 钟庆顿时满面交集开口 医生 你快看看我爸 他好像说不了话 医生迅速为钟继平 做了一番详细检查 钟继平倒也配合 他比任何人都想知道 到底身体哪方面出了问题 大概是怕钟继平承受不住结果 医生请楚玉清和钟庆去外面说话 然而 这却遭到了钟继平的强烈反对 不过他无法用言语清晰的表达 只能发出噩噩哑哑的大喊 以及大力拍床的来表达愤怒和惊恐 医生 有什么话 你就当着我爸的面说吧 我爸知道了真实病情 也好配合做治疗 钟庆劝说道 医生当下也没了顾虑 把之前在抢救室外说的话 又说了一遍 不过之前是预测 现在是确诊 缺氧导致钟继平的一部分脑干和神经坏死 从而极大影响了他的语言和四肢协调 简单来说 他想说话 而当听到医生说 这种损伤几乎不可能逆转时 钟继平直接疯了 更加大声的叫喊 奋力拍床 就像困龙中发疯的野兽 直到被强行注射了一针强力镇定剂 才安静下来 药厂那边收到消息 钟继平苏醒的消息 很快派人来医院探望 楚玉清本想隐瞒丈夫的病情 如果让药厂知道 丈夫成了连话都说不清楚的死亡 丈夫在厂里的职位和地位必定不保 然而钟庆却直接实话实说 等药厂的人离开后 楚玉清气的同钟庆爆发了争吵 你就这么恨他 恨不得他被踩进泥里吗 难道我不该恨他吗 楚玉清气节 你别忘了 你也是钟家的女儿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你爸手中没了全是 你以为 严家还会要你这个儿媳妇吗 这就不劳你担心了 钟庆计较的看着楚玉清 你以为你不说 常理就不知道了吗 楚玉清语色 转身来到病床前 对着沉睡不醒的丈夫 失声痛哭 钟庆默不作声的离开 回到家 洗了澡 钟庆躺在床上 睡了十二年以来最长的一觉 等他醒来 已经是第二天的早上 姐 你终于醒了 钟英坐在床边 一看到他醒 就扑到了他身上 双手紧紧抱住他 你再不醒 我就要叫医生来了 你从昨天下午一直睡到现在 叫都叫不醒 钟庆回报着自家妹妹 脸上露出舒展的笑容 我没事 就是太累了 所以睡得沉了些 那你睡好了吗 少女微扬起头 明亮的眼睛扑闪闪的 长着细软绒毛的脸颊 在灯光下 透出瓷器般的细腻光泽 曾经 他一度为妹妹过于出色的容貌 而焦虑恐慌 担心妹妹会不他的后尘 如今 压在他心里的巨石 终于移开了 从今往后 他的妹妹 可以在花季的年纪尽情绽放 姐 你说话呀 是不是睡傻了呀 钟庆捏捏少女的脸颊 你压着我 我怎么起来 哦 钟英坐到一边 姐 你会还要去医院看爸爸吗 我和小明也想去 钟庆没有拒绝 去换衣服吧 等钟庆吃完早饭 准备带着钟英钟明去医院时 厨玉清忽然领着一群公安 回到了家里 公安一进门 就有条不紊的四处进行调查 钟庆不动声色的 起身询问厨玉清 妈 出什么事了 厨玉清盯着他看了好一会 才开口 你爸昨晚醒了 把事情都告诉我了 钟庆想了想 转头示意保姆 带姐弟俩去楼上 钟英显然察觉到了不同寻常 拉着钟庆的手不愿松开 姐 乖 带小明去楼上换衣服 我跟妈说点事 说完 我们就去医院看望爸爸 钟英一向听他的话 文言便领着钟明去了楼上 妈 到底出什么事了 钟庆刚问完 就被楚玉清生气的揪住了衣领 你还装 是不是你下毒谋害你爸 钟庆心头微跳 面上却保持着镇定 我说过了 我如果要害他 只需要晚几分钟 送他去医院 你爸都告诉我了 是你给他准备的洗澡水 洗完他就感觉身体不舒服 之后就晕倒了 不是你是谁 文言 钟庆有些意外 爸能说话了 怎么 你害怕了 我没有做过的事 怕什么 楚玉清冷笑 我已经报警了 公安今早抽取了你爸的血液做化验 还有浴缸里的水 你的房间 公安一寸都不会放过 一旦查到你 谋害你爸的证据 我绝不会放过你 公安把钟家里里外外翻了个遍 并没有查到任何可疑 楚玉清不甘心 向公安提出 把钟庆带回公安局接受调查 公安拒绝了楚玉清 楚女士 我们办案是需要证据的 到目前为止 你丈夫是否被人投毒 还得等寄生科那边的血减结果 为防止钟庆逃跑 楚玉清特地找了人24小时跟着钟庆 三天后 血减结果出炉 第403章 楚玉清的下场 钟继平虽然语言和行动受到了限制 但智商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在第二次醒来后 他就将他的怀疑 靠着一个字一个字的往外蹦 告诉了楚玉清 他本身就是医学出身 又是药厂一把手 对药物反应极其敏锐 他记得 自己是在洗澡后 身体出现的不适 于是怀疑钟庆是在洗澡水里做了手脚 不过 公安并没有在钟家 搜到任何药物毒物 钟继平洗澡的浴缸中 也没察验到任何毒素 但楚玉清是钟继平的死忠粉烈爱恼 钟继平怀疑大女儿 那大女儿就一定有问题 就如同当初丈夫起了龌龊心思 哪怕他极度的快疯了 却还是把人送上了丈夫的床 三天后 钟继平的血液检测出炉 楚女士 我们对你丈夫的血液 分别做了药检和毒检 结果显示 你丈夫并无服用过量药物或毒物的迹象 楚玉清盯着检查报告 似乎要盯出个洞来 钟庆向公安致谢 给你们添麻烦了 公安对他抱以同情 毕竟 当子女的被父母这样怀疑 肯定不好受 他们也找当晚医护人中做了调查 在抢救钟继平的时候 并没有在其身上 发现任何的毒理反应 一般摄入了剧毒物质 人体都会有非常明显的反应 例如呕吐 嘴唇指甲变色 内脏出血等等 这些情况 钟继平身上统统没有 但一也作证 是钟庆主动把钟继平送到医院做的抢救 再晚五分钟 钟继平的命就不回来了 综合各方面的调查结果 钟继平就是突发性的身体疾病 跟任何人无关 说 你到底给你罢下的什么毒 你说啊 楚玉清依旧不甘心 或者说 他内心无法接受丈夫遭遇的变故 想要寻找一个发泄口 然而 钟庆说出的话 却让他如遭雷击 妈 你想过没 如果当晚你也在家的话 爸或许就不会落到这个地步 是啊 如果他当时在家 如果保姆和孩子们也都在 丈夫肯定会被及时发现 被及时送到医院 如果 他没有为讨好丈夫 而苗上丹一 或许丈夫根本就不会犯病 所以 是他害了丈夫 不 不是他的错 他怎么能够接受 是他间接害了丈夫的事实 都是你的错 如果你不是非要保守明珠 我也不会 啪 钟庆抬手一个耳光扇过去 你敢打我 楚遇清瞪着他 钟庆冷道 我只是想让你清醒 不要胡说八道 对了 严一认识一个 M国专门研究脑细胞 修复和再生的医学博士 对方在脑干坏死 修复研究上 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 一听丈夫有救 楚遇清也顾不上计较肛癌的打 你的意思是 他能救你吧 那边的意思是 想治疗就得趁早 趁脑干细胞彻底坏死之前 越早进行治疗 治愈的希望越大 闻言 楚遇清当即 着手安排丈夫出发去 M国的事宜 甚至都没去打探一下 有没有这个人的存在 当晚 楚遇清便带着丈夫出发去机场 准备先去首都 再从首都乘坐国际航班到M国 时间太赶 他都顾不上跟亲戚朋友一一告别 只打了电话之会 距离出发过去一个小时 怎么回事 怎么还没到机场 看着车窗外如浓墨般的夜色 楚遇清不耐烦的质问 别接 快了 许氏感觉到了不同寻常的气氛 楚遇清狐一的左右张望 车窗外一闪而过的指示牌 让他惊愕 怎么走的是国道 见钟庆不支声 楚遇清急忙扯住他 说话 你想干什么 你要带我们去哪 钟庆回过头 脸上是楚遇清 从来没见过的诡异微笑 是个好地方 很快你就知道了 楚遇清想说什么 口鼻却被一块刺鼻的手帕捂住 随即两眼一翻 便晕在了座椅上 钟庆慢条斯理的将手怕舍好 揣进衣兜里 抬眸对上后视镜里司机的目光 玩耳一笑 他太吵了 司机沉声开口 还有两个小时路程 嗯 之后 车上便恢复了安静 等楚遇清醒来 发现自己身处一间陌生 且极其简陋的房间里 实际的地板和墙壁 窗户修建得很高 镶嵌着手指措的钢筋 房顶挂着一支不太明亮的灯泡 除此外 房间里便只剩下一张铁床 醒了 听到声音 楚遇清这才看到 站在栅栏门外的钟庆 他翻身冲过去 抓着横跟在两人之间的铁栅栏 拼命摇晃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爸呢 钟庆微笑 放心 他就住在你隔壁 我不会把你们分开的 你想干什么 帮你啊 你不是爱钟继平 爱到不顾一切 从此时此刻开始 一直到死 他就只属于你一个人了 你应该很开心吧 楚遇清不安的打量所处的环境 这是什么地方 你到底想干什么 钟庆背着手在门外来回踱步 语气轻快 这里是我为你和钟继平寻的养老之地 远离喧嚣 环境清幽 只要守规矩呢 每天可以有两个小时的放风时间 你可以推着爸去外面看趟花草 晒晒太阳 你什么意思 你要把我们关在这里 你敢 钟庆 你放我们出去 否则我跟你爸都不会放过你 钟庆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笑话 你们什么时候放过我了 你们放过过我吗 这些年 你和钟继平 你们狼狈为奸 祸害我 祸害我身边的朋友 我不敢告诉任何人 因为说不出口 因为羞耻 自己居然有这样禽兽不如的父母 阴阴和小明 要是知道你们的所作所为 只怕也会抬不起头 你们毁了我的人生 但我不能让你们 毁掉阴阴和小明的生活 你们拿捏着我的软肋 肆意地折磨我 凌辱我 我都可以忍 可你们万万不该对沈明珠下手 她是我唯一的朋友了 而你们更不该描上阴阴 在楚玉清静一不定的目光中 钟庆忽然笑得格外开心 啊 我还得感谢你 你把家里的下人都放了假 又带着阴阴和小明回了乡下 才给了我动手的机会 楚玉清气的恨不得跳起来掐死他 果然是你做的 说你究竟给你爸用的什么药 为什么公安查不出来 第404章 彼此的软肋 面对楚玉清的质问 钟庆晚尔 如果会被查出来 我就不会做了 我不可能让阴阴和小明 有个师父的姐姐 让他们一辈子被人诟病 至于我怎么办到的 其实很简单 我把他的内裤浸泡了高浓度尼古丁 毒发的症状 跟心肌梗塞十分类似 尼古丁在体内几个小时 就被代谢分解掉了 你们当然查不出来 后半辈子 这里既是你们牢笼 也是你们的坟墓 我会让人好好看着你们 力保你们长命百岁 长长久久 楚玉清气的恨不得 将他生吞活泼 你这个狼心狗肺的白眼狼 当初我就不该心软把你留下来 要不是因为你的存在 你爸也不会那样对我 钟庆并不生气 这样的谩骂 他听了已经太多了 耳朵都起简了 你以为我很想做你的女儿吗 跟人一夜露水 怀上了我这个野种 你以为可以瞒天过海 让钟继平当绿毛乌龟 却没想到 我的长相让你出轨被暴露 钟继平为此家暴你 甚至两度将你打到流产 你不想着离开他这个渣男 反而认为他是在乎你 你不仅蠢 还很贱 可你自己犯贱 为什么要把我拖下水 我为了保护你 帮你抵抗钟继平的暴行 可你却反手变成他的帮凶 要论恶毒 这世上没人能比得过你 楚玉清气的就像发疯的野狗 你怎么敢这么对我说话 我是你妈 你的命是我给的 这些都是你该得的 嗯 所以 你如今的禁地 也是你应得的 种什么因 得什么果 你的报应就是我 钟继语气清淡的 仿佛在说 今天的天气不错 然而对于楚玉清 却如同当头棒喝 他张口对钟继 极尽辱骂威胁 然而钟继的回应 却是转身离开 你站住 站住 眼看钟继越走越远 楚玉清终于慌了 换了祈求的语气 我错了 庆庆 我错了 我以后不会再那么对你了 钟继充耳不闻 直接去了钟继平的房间 他进房间的时候 钟继平正趴在地上 像蛆虫一样往前如动 似乎想逃离这里 钟继距离对方 两步之遥站定 清朝 别白费力气了 你出不去的 钟继平想要伸手抓住他的脚 然而手却不听使欢 甚至连愤怒都无法清晰地表达 只能发出 呃呀 得怪叫 你猜得没错 是我下的手 还得多亏了妈的协助 是他帮我家里的人都支走了 否则 我的计划也不会进行的那么顺利 不过 有一点你猜错了 有问题的 不是洗澡水 而是我给你的内裤 随着钟继将过程一字一句讲述出来 钟继平脸上的愤怒也逐渐加剧 可他没办法用语言或者行为来表达 只能干瞪争 因为用力过猛 眼球的毛细血管破裂 血混合着泪液流出眼眶 活像一只恶鬼 这家疗养院专门收治 重度精神疾病患者 你的院友都跟你差不多 特别喜欢动手打人 不过你放心 楚于清那么爱你 被你家包那么多年 都舍不得离开你 他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看着被活活气的 昏死过去的钟继平 钟庆心满意足地转身离开 晨曦微笑 随着钟庆乘坐的黑色轿车离开 疗养院厚重的铁门 被重重关上 钟小姐 到了 钟庆在司机的提醒声中醒来 不知何时下起了雪 车窗外白茫茫的一片 两道熟悉的身形 将准备好的信封递给司机 辛苦了 司机并没有接受 钟小姐客气 我只是按言少的吩咐行事 酬劳言少已经给过了 钟庆坚持把信封放到中控台上 这才下了车 一下车 钟阴钟明一左一右就跑上来 将他围住 姐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妈妈爸爸 已经去首都了吗 嗯 爸爸真的会被治好吗 嗯 太好了 姐弟俩脸上都洋溢着欢乐 钟庆微笑着 一手牵起一个 我们回家吧 嗯 回家 好了 我都快冻僵了 咖啡厅里 钟庆放下手里的银勺 抬头向对面的延翼说道 谢谢 延翼汗手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钟庆看着他 你不问问原因吗 我把自己的父母送去那样的地方 一旦被人知道了 不仅我会受千夫所指 你这个未婚夫 也多少会受到牵连 延翼不置可否的饮了口茶 既然你已经想清楚了后果 还是坚持要做 想必是 有非做不可的理由 我答应帮忙 自然也考虑 到了后果 钟庆请延翼帮的忙 就是为楚玉清和钟继平 买 两个床位 那所疗养院 表面是精神病院 暗底里 却是一些特殊犯人的避难所 位置非常的隐秘 门禁也极其严格 所有工作人员 都经受过严格的训练 总之 这次很谢谢你的帮忙 等春节过后 我会提出退婚 就算将来事发 也绝对不会牵连到你和延家 延翼看着他 我暂时没有更换 合作伙伴的打算 对上钟庆意外的目光 延翼淡淡一笑 我们各自都捏有对方的软肋 也算是势均力敌 所以 我觉得 我们可以继续合作下去 如果你没有意见的话 春节过后 两家商量一下婚礼日期 钟庆垂眸搅拌着咖啡 若我猜的没错 你口中的软肋 应该说的是明珠吧 看延翼并不反驳 钟庆笑了笑 你选我 是因为我对明珠没有恶意 他的语气不是询问 而是笃定 看延翼依旧没有反驳 钟庆半开玩笑道 如果我是男人 我一定会跟你抢人 延翼抿了口茶 我倒是挺羡慕你 钟庆挑眉 伸手 合作愉快 腊月二十六 沈明珠一家 受摇到钟家做客 第四百零五章 去赋夺权 跟钟庆相识近三年 这还是沈明珠第一次来钟家做客 钟家虽然比不上宁家奢华 也没有严家气派 却也比一般的宅子 宽敞大气 欧式风格的建筑 据说曾住过不少名刘雅氏 直到落到钟家人手上 钟家的内部装潢 以及随处可见的名贵瓷器 足以证明钟家的大富大贵 沈明珠全程都把女儿看得很紧 生怕女儿一不小心 碰碎了客厅里的名贵百件 把他们全家人卖了都赔不起 看出她的紧张 钟庆让钟英带着裴子恒和古过 去娱乐市里玩 她则带着沈明珠 去楼上自己的房间参观 至于裴阳 则和颜翼坐在客厅两看声念 钟名还小 怕培阳不自在 钟庆特地把颜翼也请到了家里 暂带男主人帮忙待客 颜翼生年纪也不小了 准备什么时候 奔中小姐修成正果呢 明年 真的吗 那可太好了 好在哪 等你结了婚 我就不用担心 你会跟我抢媳妇了 培阳心里想着 嘴上回道 老婆孩子热炕头 等你结婚后就明白了 颜翼笑笑 反问她 你呢 你年纪也不小了 没想过干点自己的事业吗 天天跟在太太屁股后头打转 不怕被人说吃软饭 培阳后脸皮回 吃软饭咋了 别人想吃还吃不到呢 两人在楼下唇枪舌剑 而楼上的沈明珠 却面对中庆的一盏归浴室表演 目瞪口呆 有一首歌的歌词 黑的白的 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 用在此时恰如其分 不仅玉的颜色丰富 还都是上等品质 钟继平虽然禽兽不如 但对中庆却很大方 或者说 他想用钱将中庆圈养成一只听话的金丝雀 这也是处于轻对中庆极度痛恨的主要原因之一 他才是中苏人 是中家的女主人 可中庆的座驾 衣食住行 处处都比他更好 你要喜欢的 可以尽管挑 听到中庆的话 沈明珠随手指了几样 中庆立刻就要打开柜子 把沈明珠指的包起来 然而沈明珠却说 除了这几个 其他的我都喜欢 中庆威愣 沈明珠却笑成了一朵花 逗你玩的 君子不多人所好 我对玉石其实没有特别的偏好 之前你送我的那只手镯 我平时也不怎么戴 那你喜欢什么 我买了送你 沈明珠笑回 那可多了去了 但喜欢不代表就要拥有 像现在这样 近距离看看 也挺满足的 中庆不愧是顶级名媛 除了一展柜的浴室外 还有一整衣柜的旗袍 各类名贵首饰 鞋包衣物等等 比庄雪奇的衣帽间 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家组上世代行医 最辉煌的时候 全国都有中家的医馆和药房 后来新国家建立 中家响应号召 将自家祖传的上百种药品配方 无偿捐献 与省CF共同创办了第一药厂 第一药厂虽然是国营性质 但有一半的股权 却是个人持有 其中个人持股 占比最大的就是中继平 中继平出事后 中庆一直忍着 没跟楚玉清翻脸 为的就是让楚玉清签字 让他成为中继平股权的代理人 楚玉清以为丈夫有救 出发前夕 以第一顺序继承人的身份 亲笔签下了 同意中庆带吃股权的授权书 想着等丈夫回来 就能把股权拿回来了 却没料到 中庆暗中预谋去复夺权 看着兴奋游走在 他衣帽间中的沈明珠 中庆心底说不出的放松与惬意 他期盼这一天很久了 可以正大光明地拥有朋友 不用担心 朋友被自己所连累 自由的感觉 连空气都仿佛变得香甜 沈明珠能明显感觉到 中庆身上的变化 眉头舒展 人也变得松弛 不过他并没有多想 以为中庆是因为在家中 才会有这样的好状态 你父亲的身体还好吧 沈明珠只知道 中府得了疾病 去了国外治疗 具体的原因和病情都不清楚 嗯 有我妈照顾 我很放心 文言 沈明珠转了话题 亲亲 你最近怎么样 你要做的事 进展如何 挺顺利的 那就好 中庆看着他 明珠 我之前答应过你 会将所有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你 我反悔了 我想在你面前保留一些美好和体面 我可以不说吗 当然可以 你不生气 沈明珠笑笑 做朋友 除了彼此帮助和鼓励外 也应要有理解与尊重 没有人愿意把不堪的伤疤 揭露给外人看 我也是 中庆伸手抱住他 柔声道 明珠 谢谢你 能遇到你 和你做朋友 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 沈明珠拍拍他背脊 彼此彼此 你也帮了我很多的忙 中庆把他抱得更紧了 我们会是一辈子的朋友 对吗 没有听到沈明珠的回答 中庆有些可怜兮兮的问道 怎么了 你不愿意吗 沈明珠松开对方 抿了鸣嘴角 问出了这些天 潜藏在心里的疑问 青青 我晕倒的那天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中庆脸上的笑容 渐渐一下 沈明珠看着他 你母亲 是不是给我下药了 对不起 他想做什么 不管他想做什么 最终他都没有成功 以后他也不会再对你有任何威胁 我可以用人隔下你保证 沈明珠轻笑了声 可我怎么知道 你以后还会不会再骗我呢 中庆慌忙解释 我不是故意骗你 我只是只是难以启齿 更不想失去你 这个朋友 明珠 不管以前还是以后 我都会尽我所能去保护你 请你相信我好吗 所以那天我只是昏睡 是因为你及时赶到救了我 中庆点头 如果那天你没出现 我的下场会是什么 中庆轻摇头 语气满是浓浓的恳求 明珠 你别问了好不好 我保证你以后是安全的 我妈短时间都不会回来了 听到这话 沈明珠忽然联想到 中庆身上的那些伤 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你身上的伤 是因为中夫人她对你 她连你都不放过 你不是她女儿吗 她还是不是人 最后一句 沈明珠已然带了十足的愤怒 不管是身为女性 还是一个母亲 她都无法理解处于亲的行为 见中庆神色哀伤的不愿开口 沈明珠深吸一口气 又吐出 庆庆 你不愿意说的事 我不勉强 我也能理解你 但我无法原谅 那天是你救了我 但如果你一开始 就把中夫人的恶意告诉我的话 我根本就不会给她伤害到我的机会 是你的隐瞒 将我置于了危险的境地 中庆无言以对 眼见沈明珠转身要走 她慌忙拉住沈明珠的手 明珠 你是不是不会跟我做朋友了 第406章 决裂 吃过饭离开时 中庆要派车送沈明珠一家四口回家 被沈明珠拒绝了 中庆试图说服她 天了 大人能顶得住 孩子不一定能挨得住 中家在富人区 附近最近的公交车站 也要走十分钟的路程 现在不让孩子吃点苦 等将来长大了 这个世界会让他们吃更多的苦 说完沈明珠抱起女儿 转身就走 裴阳向中庆和炎翼 简单做了道别 牵着儿子 快步跟上沈明珠的步伐 把果果丢吧 沈明珠也不客气 转身将女儿递到裴阳手上 一岁半的娃 比刚出生那会沉了不少 加上穿的幼多 抱着走还真叫她吃力 大概是有些困了 果果安静乖巧地将小脑袋 套在自家爸爸肩头 浓长的睫毛像小扇子似的 眨巴眨巴 脸颊两边被动的有些发红 沈明珠看得心疼 也有些愧疚 她逞什么墙 坐一下中家的车 也不会死 似乎察觉到她的懊恼 裴阳解下一半围巾 将女儿的小脑袋包裹住 这才对她说道 走吧 没几步路 一会就到车站了 沈明珠点点头 牵起身边的裴子恒 继续往前 你跟钟庆吵架了 吃饭时气氛就不对 钟庆一直在招呼他们 沈明珠却冷淡的一句话也没搭理 刚才那一番话 更是半点不客气 看沈明珠沉默 裴阳也没在追问 转而聊起别的 钟家门口 一直到一家四口的背影 引入夜色看不见了 钟庆才收起失落 转身童言一致谢 今天麻烦你了 谈不上 这本来也是我的分内事 两人是合作关系 在彼此亲戚朋友面前 维系好未婚夫妻的体面 也是合作内容之一 钟庆也不多说 如果你不着急回家的话 进去喝点东西吧 严毅汉手 尝尝看 看着桌上热气腾腾的奶茶 严毅本能的开口拒绝 我不爱喝甜饮 钟庆端着杯子 轻轻抿了一口 我以前也不爱喝 但喝了几次后 慢慢就喜欢上了 比起奶茶 严毅显然更关心 他跟沈明珠之间 出了什么问题 你们在楼上的时候 闹得不愉快 嗯 不过这是怪我 是我没把事情处理周全 他生我气是应该的 他是个善良的女人 这类人通常都有一个通病 那就是心软 钟庆微笑 谢谢 我明白该怎么做了 看时间不早 严毅起身告辞 钟庆送他出去 到门外后 忽然说道 其实刚才的奶茶 是明珠教我煮的 他说心情不好的时候 煮甜甜的奶茶喝 喝完心情就会变好 奶茶喝了 也得到了你的指点 我现在心情好多了 严毅顿步 他现在回去喝 还来不来得及 沈明珠侧躺在床上 手有节奏在女儿身上 轻轻拍打 嘴里哼着摇篮曲 裴阳来到床边 看女儿已经睡熟 弯腰响将其抱去婴儿床上 被沈明珠伸手拍开 我好不容易才哄睡着 你别把人弄醒了 不知道是不是今天出门受了疯 身体不大舒坦 回家后果果就哼哼唧唧的闹 才哄睡了没意会 见裴阳坐在床边 沈明珠对他说道 你今晚去隔壁睡吧 我跟果果睡 裴阳当然不干 大冬天的 谁要一个人睡 让果果去跟子横睡 你咋不去跟子横睡 他又不是我媳妇 说完 也不等沈明珠反应 就直接连被带人的 将女儿抱起往外走 见女儿没有哭闹 沈明珠也随他去了 几分钟后 裴阳开心地回到房间 跳上床 高大的身体滑产进被窝中 手脚并用地将他搂住 脸上带着兴奋 还在不高兴呢 跟我说说 你俩为啥丑 沈明珠本来是不想说的 毕竟事情已经过去了 可架不住裴阳再三追问 他一时间没憋住 就把来龙去卖奖了 说完 他心里倒是舒坦了 裴阳却生起了闷气 气他发生这么重要的事 居然都不告诉他 就没来得及 什么来不及 怎么来不及了 去医院的路上 你不能说吗 好 就当你挂念 钟庆顾不上 这么多天 咱俩天天睡一个被窝 你啥时候不能说 那我自己都不确定的事 你让我咋跟你说 裴阳气鼓鼓道 他妈想干啥 不知道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你是傻子吗 都不知道 他傻人就跟着去吃饭 也不怕把你卖了 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 我要早知道他心怀不轨 我能跟他去吗 空气中逐渐有了火药味 沈明珠心情本来就不好 狗男人还火上浇油的跟他吵架 气得他一股无名火值 往脑门冲 他收拢被子 把人往外推 你去隔壁睡 这也是我房间 我就要在这睡 边说边跟他抢被子 两人就这么在床上 做起了拔河运动 裴阳个子高 力气也大 沈明珠自然抢不过 你不去我去 他一把将被子扔男人身上 转身下床 准备去隔壁房间 不过走了没两步 就被裴阳兰邀劳回了床上 你放手 我错了 老伯 气头上的沈明珠 才不听这些 眼见掰不开男人 搂在腰间的手 他又改为脚踢 结果腿刚伸出去 就被男人夹住 对不起 我错了 裴阳在他耳边低声说道 你也得替我想想 我听到这事 心里不知多害怕 害怕你被人欺负 万一你真出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 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来 沈明珠逐渐平静下来 两人就这么安静地抱着 彼此的呼吸声清浅交错 不知过了多久 沈明珠开口打破了沉默 事情已经过去了 庆庆也跟我保证过 以后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 你自己也要多留个心眼 不熟悉的人 别跟人走 知道了 窗外忽然响起一阵炮烛燃放声 又是一年一度的春节临近 沈明珠转身抱住男人 将脸贴在对方炙热的胸口上 今年除夕 我们去外面过吧 他扬搂紧他胶软的身体 眉眼透着温柔 行 都听你的 第407章 何解 除夕这天打扫完卫生 贴好春联 沈明珠一家 便带上食材 开着租来的面包车 去了温泉山庄 得知除夕夜温泉山庄 也照常营业后 沈明珠就订了一间 带独立院子的套房 打算过一个不一样的除夕 虽然是除夕 但山庄里的游客还不少 不过基本都只是过来泡温泉 泡完再回家吃年夜饭 像沈明珠这种 直接在山庄里过除夕的 几乎没有 到达山庄的时候 刚过午饭饭点 沈明珠简单煮了一锅面条 配上在家炒好的炸酱 凑合着填饱肚子 吃饱喝足 休息一会 开始泡温泉 果果年纪小 皮肤焦嫩 担心烫伤或腻水 沈明珠特地准备了一个木盆 盆里装上大半盆的温泉水 让果果坐在里面玩耍 第一次泡温泉的果果特别开心 笑声就没停过 泡完温泉 沈明珠煮水果茶 给大家补充水分 培养则把炉子升起来 准备一会烤肉 食材沈明珠事先就在家准备好了 按照凤城年夜饭的习俗 鸡鸭鱼猪牛羊 应有尽有 只不过改成了围炉烧烤的方式 边烤边吃 烤架正中央 再放上一只小铜锅 可以煮饺子和蔬菜 天色暗下 炭火将一家四口人的脸映 照得红彤彤 培养领着两个孩子嬉戏 沈明珠用筷子 把食材放到烤架上 随着肉被高温炭烤的滋滋作声 烤肉的香味在空气中弥漫开来 院门外传来敲门声 沈明珠还以为是山庄的工作人员 起身去把门打开 好香呀 看着门外的中家姐弟三人 沈明珠没有作声 真巧 我们也在山庄过除夕 要不然一起吧 我也带了很多菜 我去拿过来 钟庆笑着对沈明珠说道 然而沈明珠并不截查 气氛难免尴尬 短暂的静默后 钟庆笑笑 是我们唐突了 罢不打扰 你们团聚了 我们就在隔壁 有什么需要可以过来 说完 钟庆一手一个牵着钟英和钟明离开 沈明珠将门关上 回到院子里 瞪着明显心虚的培阳 你告诉他的 他昨天打电话过来 说定了一些新鲜 今天送一些到家里 请我们品尝 我顺嘴就说了 我们不再加过除血 我也不知道 他会跟着跑到这边来 闻言 沈明珠也没再多问 回到烤炉前 已经烤熟的肉 分别放到父子俩的碗中 阿吃肉肉 盯着碗中焦香四溢的烤肉 果果比父子俩还着急 小短腿又是点又是灯 手伸的老长 果果这个年纪并不能吃烤肉 沈明珠用小铜锅 煮了鸡胸肉和排骨 但没那么快熟 为避免女儿哭闹 沈明珠拿出磨牙饼干 磨牙饼干是他自己烤制的 添加了香蕉泥和奶粉 十分香甜可口 果果平时特别喜欢吃 咬着就不松口 今天却闹起了别扭 把磨牙棒喂到嘴边 也不肯张嘴 非要吃烤肉不可 不给就哭鼻子 一家三口正努力哄着 隔壁忽然传来一阵 霹雳筐的响动 大家安静下来 果果也不哭了 睁着水汪汪的大眼睛 似乎好奇发生了什么 我过去看看 见沈明珠不反对 裴阳把女儿递给他 起身去了隔壁 没一会 他就回来了 姐弟三人没下过厨 把锅打翻了 钟镜手上烫了的大炮 看沈明珠不作声 裴阳调侃道 你不让他过来 一会准 又闹出别的动静来 说完 就被沈明珠瞪了一眼 最后 钟镜姐弟三人 还是被叫了过来 一同过来的 还有钟家的食材 跟他们这边的 朴实乌华相比 钟家的食材 可以用毫无人性来形容 阿拉斯加帝王蟹 红豹 蓝龙虾 山浩 以及各种贝类和虾类 好巧不巧 都是他爱吃的 不知是察觉到了 他跟钟镜之间的不愉快 亦或是骨子的教养使然 钟英和钟明洛 做后并没有动款 尽管两孩子 都被滋滋冒油的烤肉 馋得不行 沈明珠用烤架 给姐弟俩碗里 都放了一些烤熟的肉 吃吧 谢谢明珠姐姐 得到钟庆的许可 姐弟俩立刻拿起筷子 嘴上不忘同 沈明珠说谢谢 培阳要照看果果 烤肉的任务 就落到在沈明珠 一个人身上 如今又添了 钟家姐弟三人 他难免应接不暇 完全顾不上自己吃 我来帮你吧 你坐着别动 别一会 又把我烤炉给掀了 被他喝斥后 钟庆老是坐着 不敢动了 低声道 对不起 给你添麻烦了 沈明珠沉默地 将两块刚烤熟的牛肉 放到他碗里 谢谢 咽下牛肉后 钟庆真心实意地夸道 牛肉的味道很好 外焦里嫩 鲜香微辣 配上果酒 就更完美了 我带了一瓶白葡萄酒 就在隔壁 我去拿过来 钟庆很快把酒拿了来 酒被打开 浅黄色的葡萄酒 被倒入漂亮的高脚杯中 钟庆将第一杯酒蒂 给了沈明珠 看他不肯接 钟庆将酒杯放到了他手边 明珠 新年快乐 这是我们认识的第三年 我希望我们的下个三年 下下个三年 下下下个三个 都能像今天这样 一起吃肉 一起喝酒 定 钟庆与他手边的酒杯碰了碰 仰博将杯里的白葡萄酒 一饮而尽 碳火印照出对方眼底的精盈 想到对方深埋心底的 无法向人诉说的不堪过往 沈明珠心里某处 忽然就踏了一脚 换位思考 他不一定能处理得比钟庆更好 事情已经过去 他也吸取到了教训 一直揪着不放 为难别人 也是折磨自己 见沈明珠端起酒杯 将酒喝了 钟庆开心地抱住了他 明珠 我的愿望成真了 对吗 嗯 新年快乐 原本横跟在心里的那点 别扭和不自在 在这一刻 忽然就散了 大年初一 一群年轻媳妇们 各自带着娃 聚在一堆客牙闲耍 大家的目光 时不时落在贾月梅身上 崭新的富贵花开棉袄 脚上穿着红皮鞋 耳朵上坠着金灿灿的金耳环 手腕上一对明晃晃的银手镯 泽泽 咱们村这么多媳妇 还属月梅最有福气 瞧着穿金带银的 不像那姓娘的 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到现在还没嫁出去呢 听到有人聊起前任 贾月梅来了兴趣 那他现在在干啥呢 第408章 贼心不死 听说在一个小饭馆当服务员 一个月能挣三四十 那也还行啊 他人年轻 又没生过 想嫁人还不容易 人家眼光挑着呢 十里八乡给他说亲的不少 他不是闲这就是闲呢 开口要五百块彩礼 还要三转一响 人有这个条件的 娶个黄花大闺女 不好吗 干啥要他一个破险 其他人一阵哄笑 可不是 他真当各个男人 都跟沈向南一样傻 他说啥就是啥 那人说完就被踢了一脚 顿时反应过来说错了话 连忙向贾月梅赔笑脸 月梅你别借啊 我这人心直口快 这俗话说得好 傻人有傻福 你们两口子 跟着有本事的小姑子 往后有的是福气呢 其他人也附和 沈宝兰的大嫂田文芳 在一边暗暗打量贾月梅的穿戴 心里酸的跟吃了柠檬似的 同样都是嫁进城的小姑子 杜娟和贾月梅都靠着小姑子 过上了好日子 偏他毛也没捞着半根 你家小姑子帮你们开的那饭店 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贾月梅还没支声 其他人倒是抢打起来 有说三百的 有说五百的 还有说七八百的 一个个热火朝天 好像挣大钱的人 是他们一样 跟大家的反应恰恰相反 猜测的数目越高 贾月梅嘴角反而撇得越低 得了吧 我能挣啥钱啊 大家都不信 月梅 你可别装了 你们那饭店生意那么好 咋可能不挣钱 该不会是担心 我们找你借钱吧 瞧把你小气的 贾月梅没好气的大到苦水 饭店挣钱是不假 可大头都落人家口袋里了 我跟向南就拿一点辛苦钱 大家一听 脸上都露出浓浓八卦 不是说 那饭店是帮你家向南开的吗 咋你们挣的钱都被他拿了去 贾月梅哼道 说的比畅的还好听 开饭店前说是帮我们开的 等饭店开起来了 他跳出来要当老板 合着我们都成给他打工了 你们是不知道他多黑心 一小盘豆腐卖人家好几块 对外人黑心 对自己人也黑心 我家向南起早贪黑累死累活 他十天半个月面也不露 结果呢 我家向南拿到手的 都还不如他的临头多 在贾月梅的描述下 沈明珠万恶资本家的形象 越然而立 难怪这么会挣钱呢 这心也太黑了 要我说 月梅 你家向南就是太老实了 被欺负成这样也不吭声 你得找他说理去 凭啥活干得多 钱却拿得少 没错 我们支持你 找他闹去 在几个好事者的窜夺下 贾月梅回到家 果然就跟沈向南提了这事 让沈向南去找沈明珠掌工钱 沈向南自然不肯 倒不是不爱钱 而是不敢被沈明珠骂怕了 贾月梅嘴上骂沈向南窝囊废 但他自己也不敢到沈明珠面前 提长工钱的事 可不敢说是一回事 贼心不死 又是另一回事 思来想去 贾月梅将主意打到了秦金莲头上 花言巧语的鼓动 秦金莲找沈明珠提长工钱的事 妈 我也不全是为了自个 你想啊 我跟向南多挣点钱 早点把新房带起来 你和爸也跟着一块享福 对不 初五 沈明珠特地带着果果 回乡下探亲 去年他就没回娘家 加上女儿出生到现在 一次也没回过姥姥家 总得带回来看一看 听过饭 秦金莲给两孩子 一人五块的压碎钱 沈明珠还奇怪 铁公鸡拔毛了 就听到秦金莲 气气爱爱开口 明珠 妈跟你说个事呗 沈明珠二话不说 立刻将两孩子的压碎钱 还了回去 秦金莲瞅她 你这是干啥 我怕这钱烫手 秦金莲掖了下 善善道 我跟你说正事呢 你给你二哥二嫂 长点工钱呗 你那菜馆都是 他们帮你撑着 你自己就当个甩手掌柜 你把工钱开高点 他们也好尽心尽力 帮你干活不是 沈明珠让裴阳 把两孩子带去外边玩 又让秦金莲 去把沈向南和贾月梅叫过来 二哥二嫂 你们有什么想法 为什么不直接找我说 找妈干什么 以为通过长辈 就能给我施压吗 咋的了 妈 你跟小妹说啥了 以沈向南的反应来看 显然对这是不知情 沈明珠将目光投向甲月梅 后者慌乱地躲避她的视线 沈明珠心里有了数 二哥 妈刚才跟我说 让我给你们掌工钱 这里我统一答复 也是最后一次答复 以后谁再跑到我面前说这事 别怪我翻脸 公司对于工资待遇 有明确的规章制度 工龄满一年以上 考评达到要求 底薪就会按比例得到提高 情经连道 你这些都是对外人的 像南是你亲二哥 你就不能通融通融 反正你菜馆挣了那么多钱 多分一点给你二哥又咋的了 那我是他亲妹子 他就当帮我这个亲妹子的忙 少拿点钱又咋的了 那咋能一样 你又不缺钱 你二哥就指着那点工钱 养家糊口了 谁说我不缺钱了 菜馆上上下下十来号人 他们都不吃不喝 不领工钱的吗 二哥他养家糊口 我还养十几张嘴呢 情经连语色 沈向南终于找到机会开口 妈 你别为难小妹 我现在的工钱挺不少了 话说完就被甲月梅踢了一脚 小妹 村里都知道 你现在是大老板 在城里住着大房子 吃得好穿得好 可你看咱们家这破房烂院的 我跟你二哥 就是想多点挣钱 早点把新房盖上 也好让爸妈跟着一块想想符 沈明珠似笑非笑 你们想盖新房 关我一个出嫁的小姑子 什么想干 日后分家产的时候 你们肯分我一份咋的 还有 二嫂我想问问 你们娘家兄弟要盖新房 你是不是也得像我这样出钱出力 如果是 那你又打算给你娘家人出多少 我按着你的标准 给你们凑 甲月梅雅口无言 她都嫁人了 有自己的小家庭 才不会出钱 给娘家的哥嫂盖新房呢 剑颇西俩都哑了火 沈明珠直接扔出一句爆炸性的话 妈 我今天回来 还有一件大事要说 大嫂生二胎了 第409章 生了的大胖孙子 听到杜鹃生了二胎 所有人都为之一愣 秦金莲最反应过来 忙不迭拉着沈明珠的手 抛根问底 啥时候生的 男娃还是妮子 甲月梅肉眼可见的紧张起来 原本 杜鹃头胎生的妮子 她生的也是妮子 两肘里倒也平起平坐 谁也不嫌弃谁 可要是杜鹃二胎生了男娃 那日后这个家 她可就要矮一头了 妮子 可千万生的是全妮子啊 老天爷并没有听到 甲月梅的祷告 出一声的 母子平安 一听是男娃 秦金莲激动的又是拍腿 又是朝天作依 哎呦 老天保佑 谢谢老天爷 我老沈家 有大胖孙子了 对于农村人而言 没孙子就意味着 香火没有传承 这也是秦金莲多年的心病 如今得偿所愿 秦金莲恨不得昭告天下 让所有人都知道 她有大孙子了 沈向南和沈建国 也挺兴奋的 毕竟是天丁之喜 整个沈家 唯一不开心的 大概就是甲月梅了 说出来的话也酸 难怪大嫂要去外地工作 搞半天 是特地过去躲着生孩子呢 一月生的 那岂不是去年三月就怀上了 大嫂瞒得可真紧 愣是一点风声没路 沈明珠不软不应地回 大嫂这样做 也是不想连累家里 毕竟总有生不出儿子的红眼病 喜欢被迪丽举报 甲月梅脸皮骚得通红 又不敢承认 她是那个举报者 值得暗生闷气 全家人都高兴得不行 秦金莲更是立马要收拾包袱 去荣城伺候杜鹃坐月子 甲月梅不乐意了 妈 你走了 那二鸭谁帮我带 秦金莲满心满眼 都是大胖孙子 哪还有心情管孙女的事 你自个生的自个带呗 要不然就送娘家去 眼看指望不上秦金莲 甲月梅眼珠子一转 居然把主意打到了沈明珠头上 想把二鸭送去陪家 让于大姐帮忙照看 反正养一个也是养 养两个也是养 两孩子在一块 还能做个玩伴呢 沈明珠都要气笑了 她光养自己的娃都挺费劲了 还帮甲月梅养女儿 她有病啊 二嫂 我可没功夫帮你养娃 谁生的谁养 至于于大姐 她是收钱办事的 你想请她帮忙带娃 那你自己去跟她谈工钱 甲月梅老大不高兴 你不是给过工钱了吗 让她帮忙照看一下 又咋了 二嫂 给一份钱 让人干两份的活 换你你乐意吗 秦金莲说走就走 当天晚上就坐火车去了荣城 至于甲月梅那边 沈明珠也没功夫理会 初六食品厂和菜馆同时复工 她要忙的是多了去了 只是让她没想到的是 甲月梅居然把孩子带到了菜馆去 孩子哭闹影响时刻不说 晚上也影响员工们休息 她忙着带娃 工作也干不好 都得其他人帮她分担 一天两天的还好 时间长了 大家心里难免抱怨 听完朱莉的汇报 沈明珠头也不抬 这是你处理就行 不用问过我 朱莉心里清楚 沈明珠看似是放权给她 实则也是对她的考验 等朱莉回到菜馆 彭琳和马小平就气冲冲的 跑到她面前告状 菜馆一共四个服务员 每个服务员分管三个包间 今天甲月梅的两个包间都被预定了 甲月梅本该提前把预定包间的卫生做好 摆上杯盘碗筷 打好热水 蒸上热毛巾 以供客人用餐时使用 结果甲月梅把两个包间的准备工作 直接丢给了彭琳和马小平 她自己则甩甩手回了宿舍 说是要带娃 等彭琳上厕所 路过宿舍门口时 就看到甲月梅躺在床上睡大觉 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再这样下去 我就不干了 咱们是来打工的 平时受客人的嫌弃就算了 凭啥还得受她的气 不干你就走啊 想干这份工作的人多了去了 又不缺你一个 甲月梅懒洋洋的从后边走了过来 不冷不热的讥讽到 而走在甲月梅身边的 是另一名服务员刘淑 刘淑淑是上个月才来的 跟甲月梅一向走得近 看样子 是看到彭琳和马小平找朱丽告状 特地去给甲月梅报的信 不是说不想干了 你咋还不走 要我拿扫把 把你轰走吗 彭琳脸仗得通红 菜馆待遇好 工作也不累 她并不是真的不想干了 只是一时气话 可被甲月梅这么说出来 又实在下不来台 加上心中确实委屈 当即就要解下围裙走人 截到一半被朱丽阻止了 客人快到了 去工作吧 有了朱丽地的台阶 马小平趁机拉着彭琳走了 算了 谁让人家有后台呢 咱们惹不起 走远一些距离后 马小平低声安慰彭琳 同时也是在劝解自己 彭琳气红了眼眶 难道咱们要一直受她欺负吗 凭什么 当初沈总都说了 她跟咱们一样都是服务员 她不比咱们特殊 更不是咱们的领导 马小平叹气 这种话听你也就是了 再怎么 人家也是一家人 我们外人哪比得了 彭琳低头抹眼泪 另一头 刘淑琴羡慕的冲甲月梅 竖起大拇指 还是得你啊 瞧那两人 在你面前屁都不敢放 甲月梅暴毙还凶 斜眼瞅着对面廊下的 马小平和彭琳两人 还想告我的状 也不掂量掂量 她自己什么身份 趁把我惹火了 我就让小姑子 把她们全都开除了 刘淑琴忙不迭地 拍甲月梅马屁 顺便请甲月梅帮忙说情 也让她娘家妹子 进菜馆工作 我娘家妹子 跟我是一条心的 我们都支持你 到时把那姓朱的 也一块赶走 那菜馆经理的位置 可不就落到你头上了 这话甲月梅爱听 当即表示 这是包在她身上 话是放出去了 可甲月梅 并不敢真的去找沈明珠 因为她清楚 她在沈明珠面前 屁都不是 搞不好还得挨顿骂 等下了班 甲月梅便找到朱莉 让朱莉 把刘淑琴的妹子 招进菜馆来做服务员 甲月梅想得很美好 朱莉答应了自然好 要是不答应 她就跟刘淑琴说 是朱莉不肯招她妹子 让刘淑琴记恨朱莉去 让甲月梅意外的是 朱莉同意了 让刘淑琴的妹子 来菜馆面试 第410章 甲月梅被辞退 夜半三更 婴儿的啼哭 滑破沉寂的夜 哦 不哭不哭 甲月梅抱着女儿 一边哄 一边在狭小的宿舍房间里 来回走动 沈向南被吵得睡不着 坐在床上 无奈地瞅着母女俩 要我说 你还是把二鸭 送回娘家得了 这白天哭 晚上也哭 影响菜馆生意不说 吵得大家都睡不好 甲月梅一听就来了火 这能怪得了我吗 你妈不帮我带娃 让你小妹 帮忙她也不肯 明明就是她一句话的事 没人帮我带娃 那我不得自个带啊 这关小妹啥事 小妹自己都忙不过来 哪有时间帮你带娃 那我不管 我日子不好过 大家都别想好过 你就坐吧 真把小妹惹火了 有你好果子吃的 沈向南说完 闷头盖着被子 继续睡觉了 甲月梅心虚了下 转念又一想 她有什么错 还不是被婆家人逼得 顿时又有了底气 两天后 刘淑琴的妹子刘美娟 顺利通过面试 成为了菜馆的服务员 刘美娟入职的当天 朱莉在早会上宣布了一件事 从即日起 开始实行老带新的模式 以后凡是新入职的员工 都会指派一个老员工 给新员工当师傅 新员工表现优异 并顺利留下的 师傅也会得到 十块钱的奖励 一宣布完 大家都有些兴奋 刘淑琴更是毛遂自荐 想要当自家妹子的师傅 带出一个徒弟 就能拿十块钱 不要白不要 彭琳和马小平没吭声 就由月梅来做美娟的师傅吧 随着朱莉的宣布 大家的目光 齐刷刷看向贾月梅 贾月梅既精又喜 没想到馅饼会掉在她头上 月梅平时要带娃 工作上难免顾不过来 刘美娟跟着她 既能学东西 也能帮月梅分担一些工作量 大家嘴上附和朱莉的分配 心里却或多或少都有不分 都拿一样的工资 偷奸耍滑的人 反而得到了偏爱和照顾 哥谁心里能平衡 升级当了师傅的贾月梅 直接当起了甩手掌柜 把自己分馆的三个包厢 全丢给了刘美娟 她每天磕着瓜子带着娃 日子过得惬意又快活 转眼一个星期过去 刘美娟顺利通过试用期 正式成为了菜馆的服务员 朱莉再次把人召集到一起开会 菜馆每餐的定桌量 平均在四桌左右 目前菜馆只需要四名服务员就足够 所以迎着五双困惑不解的目光 朱莉开口 在场之中有一个人要离开 话落 每个人脸上都浮现出惊慌和不安 担心会遭到辞退 唯独贾月梅稳坐泰山 丝毫不慌 她可是沈明珠的二手 被辞退这种事 怎么也落不到她头上 她甚至不怀好意的拱火 之前彭琳不是说不想干了 让她走呗 她走了人数不就刚刚好 煞时间 所有目光都落到彭琳身上 有同情 也有幸灾乐祸 彭琳眼泪汪汪的望着朱莉 暗暗祈求不要辞退她 她是家里老大 下面几个弟弟妹妹都还在读书 全要靠她的工钱缴学费 在我看来 你们都很优秀 我一个都不想辞退 但没办法 多一个人就要多一份开支 你们也不希望现有的工资被降低 对吧 我想过了 就举手表决吧 票数最多的那个人被辞退 大家面面相去 我同意 最先表态的是贾月梅 表态完 她一边冲刘家姐妹实眼色 一边指彭琳 暗示两人选彭琳 刘淑琴冲她笑笑 转头跟自家妹子递眼色 注意到三人的小动作 彭琳浑身发凉 眼泪在眼眶中直打转 朱莉拍拍手 示意几人安静 同意刘美娟被辞退的 请举手 没人举手 刘美娟长松了口气 看彭琳和马小平的目光 都带了几分感激 同意刘淑琴被辞退的 请举手 依旧没人举手 刘淑琴也放下了心 同意贾月梅被辞退的 请举手 话音落下 彭琳第一个举手 紧接着是马小平 贾月梅冷眼瞅着两人 然而下一秒 刘淑琴也举起了手 最后是刘美娟 贾月梅不可置信地 瞪着刘家姐妹 眼珠子差点没掉下来 刘淑琴你举手干啥 咱们不是说好了 偷彭琳吗 刘淑琴善善一笑 那啥 月梅 对不住了 你男人那么会挣钱 你就安心回家带娃呗 何苦在这受罪 贾月梅气得肺都快炸了 彭琳和马小平目瞪口呆 显然没预料到 刘家姐妹会临阵倒戈 唯独朱丽一脸意料之中的平静 她故意把刘美娟 分给了贾月梅做徒弟 为的就是激起刘淑琴 对贾月梅的不满 加上这段时间 她有意纵容贾月梅 偷奸耍华 刘淑琴可不傻 如果是贾月梅留下来 天天偷懒不好好干活 那不得 他们姐妹帮忙擦屁股 事关自己的利益得失 刘家姐妹自然知道该怎么选 结果没有意外 得票数最多是贾月梅 她一个人得了四票 彭琳和马小平各一票 刘家姐妹都是零票 贾月梅 你被辞退了 请你现在回去收拾东西离开 员工宿舍不允许外来人员逗留 你剩下的工钱 可以下个月发新日来领 或者我交给沈大厨 听到朱丽的宣布 其他人都如释重负 唯独贾月梅气疯了 好啊 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们联合起来整我呢 想带我走 没门 朱丽走到她面前 举手表决是你同意的 现在结果出来了 你不认也得认 贾月梅指着她鼻子大骂 姓朱的 你凭啥开除我 我是沈明珠她二手 你算个屁 信不信我一句话 你就给绝府盖滚蛋 朱丽翻开手里的本子 将贾月梅这些日子的考情记录 逐一念出 迟到七次 早退十次 无故离岗十七次 多次消极代工 工作态度不端正 朱丽每列出的一项 彭琳几个脸上的气氛 就增加一分 换做其他人 早被开除十回八回了 也就是 看在沈总的面子上 我一直在给你机会 只可惜 你没有珍惜 现在 大家都一致认定 你应该被辞退 我也保不住你 你自己收拾东西走吧 别闹得太难看 姓朱的 你等着 这是没完 撂下话 贾月梅气冲冲 就跑去了后厨 沈向南 你媳妇要被人欺负死了 你管不管的 第411章 沈明珠的警告 对于贾月梅被辞退这事 沈向南非但不生气 反而暗暗高兴 孩子天天晚上闹 吵得他睡不好 白天干活都没精神 辞退就辞退了吧 你带孩子回家去吧 贾月梅气的 抄起一个土豆 就往沈向南砸 你还是不是男人 就这么由着你媳妇被人欺负 沈向南躲得快 没被土豆砸到 身后堆放整齐的碗 却被砸倒了一落 噼里啪啦摔了满地 沈向南看了眼地上的碎片 脾气也上来了 你跟我闹啥 早跟你说了 让你把孩子送回娘家 你不听 现在知道极了 都是你自找的 朱莉听到动静进来后厨 看到被打碎的碗 当场算账 一共打碎了八个碗 另外有十二个碗磕破了边 也不能用了 加起来一共二十个碗 一个碗三毛八 总共七块六 到时直接从你工钱里扣 贾月梅气的跳脚 小妹 你可得为我做主啊 她姓朱的 不过就是一个打工的 我们才是一家人 她辞退我 这不摆明了 不把你放在眼里吗 等贾月梅哭诉完 沈明珠淡定开口询问 朱经理不至于无缘无故 她就是看我不顺眼 二嫂 你想找我说理 那就把事情一五一十说清楚 说不清楚 那我帮不了你 贾月梅只好把投票的事讲了出来 都怪那刘淑青 还有她妹子 我们本来说好了头彭琳 可她俩转过头 居然联合彭琳来对付我 他们肯定事先串通好的 就想把我赶出去 小妹 你可得当心啊 那姓朱的不是啥好东西 她把咱们自己人赶走 指不定打什么歪主意呢 沈明珠诞生 二嫂 一个人说你做的不好 可能是她的问题 大家都觉得你做不好 那你就得找一找自己的原因了 说实在的 你现在不用发愁生计 只需要专心带娃 不比杨丽真的日子舒服多了 还是说 你嫌这好日子过腻了 贾月梅再傻 也听出了沈明珠的威胁 当即也认了命 抱起娃回溜溜走了 转眼三月 晚上 沈明珠给裴阳 收拾去荣城的行李 这回去荣城 除了参加一年一度的全国糖酒会之外 还要在分公司 顶替杜鹃一段时间 前后差不多要待一个多月 正值冬末初春交替的季节 因此 要待的行李很不少 裴阳盘腿坐在床上 一边看着她收拾 一边聊杜鹃两口子的二胎 说到兴起 裴阳探身 将脸凑到沈明珠眼前 老婆 要不咱们也再生一个 沈明珠把叠好的衬衫 往行李箱里放 头也不抬 要生你自己生 你想生多少个 我都没意见 我要能生就好了 裴阳把玩她的睡衣袋子 家里多个孩子 总归也能热闹一点 沈明珠白她一眼 将衣袋扯回去 你说的容易 孩子生下来 你带啊 反正我有两个孩子就够了 多了没精力照顾 你想多子多福 你找别人生去 你说的什么话 裴阳扯住她衣袋 将她拽上床 翻身将她压住 以后不准再说这种话 我要生也是跟你生 你不想生 咱们就不生了 灯光下 男人的眉眼深邃且温柔 一想到要分开一个月 沈明珠心底难免生出不舍 她一手还住男人的脖梗 另一只手点着男人鼻尖 出门在外 好好照顾自己 还有记住你的身份 跟异性保持距离 裴阳用鼻尖去碰她的 笑得格外荡漾 怕我被其他女人勾走啊 我要是不怕了 你就完了 别光说我 你也是 你这张脸这么招人 我才更不放心 她妈撒着她眉眼说到 沈明珠好笑 你管好你自己吧 反正你要是敢给我戴一顶绿帽子 我就还你两顶 你敢 你试试看 我敢不敢 裴阳掐住她脸颊 惩罚般的 我鼠狼 吃人的那种 听着房间里传出来的嬉闹声 裴子恒偏头看了眼安静 靠在她肩头缩拇指的妹妹 转身回了楼上 果果 晚上跟哥哥睡好不好 好 跟哥哥睡 果果奶生奶气的回 漂亮的大眼睛 扑闪扑闪 三月底 杜娟带着还回到凤城 刚出生两个月的奶娃娃 浑身都透着奶味 五官小小的一团 皮肤泛着粉色 沈明珠接过孩子的那一刻 仿佛又回到了初为人母的时候 心软的一塌糊涂 对于突然出现在家里的弟弟 果果也喜欢的不行 拔着墙宝 看着眼睛也不眨一下 弟弟 对啊 这是弟弟 弟弟 弟弟 果果一边喊 一边拍手 好像得到了新玩具一样开心 看母女俩都喜欢孩子 杜娟笑着打趣 果果这么喜欢弟弟 你干脆给他生一个得了 虽说子恒亲你 但总归是别人的孩子 万一以后 他家人找上来咋办 不如趁现在年轻 给果果果再添的亲弟弟 沈明珠本来在打着响舌斗侄子 听到这话 当即就抬起了头 大嫂 以后别再说这种话了 在我心里 子恒跟果果一样 都是我的孩子 就算他家里人找上来了 大不了就多认一门亲戚 子恒是我养大的 他什么秉性我了解 门外 裴子恒静静听着客厅里大人的闲聊 转身走回到院子里 故意弄出一些声响 沈明珠看了眼墙上的时钟 低头对女儿说道 哥哥放学回来了 一听到哥哥回来了 果果也不稀罕弟弟了 欢快地迈着小短腿 朝门口跑去 哥哥 裴子恒蹲下来 将软弄弄的小人抱了个满怀 变戏法式的拿出一根棒棒糖 果果抱着棒棒糖 笑得大眼睛眯成了月牙 小馋鬼 裴子恒轻笑着 刮了刮自家妹妹的小鼻子 将人抱起 抬脚进到家中 妈 大舅妈 打完招呼 裴子恒本想将果果放下 他先去楼上放下书包换身衣服 无待果果果抱着他不肯松手 他值得将人抱上去 看着兄妹俩轻腻的模样 杜娟有心想说什么 可转念想到沈明珠说 把裴子恒当亲儿子的话 又将话咽回了肚子 第412章 孙子争夺大战 杜娟这次回凤城 主要办两件事 一是给儿子上户 二是办满月酒 这年头 二胎想要落户 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搞不好还要被行政拘留 好在 去年沈明珠破格将王凤的妹子 招进了食品厂 跟王凤结下了善缘 在王凤的帮忙下 杜娟直缴了七百的罚款 就顺利给儿子办下了户口 秦经莲从荣城回村后 就张罗着给大孙子办 满月酒的事 每天忙得脚底生风 买酒买肉买菜买鸡蛋 挨家挨户通知 恨不得把全村的人 都请到家里来吃习 转眼就到了满月酒的这天 总共摆了12桌 在沈家沟 这样的场面算是头一份 一般都是请自家亲戚朋友吃顿饭 能有个四五桌 就非常有排面了 这些年 因为没有孙子 秦经莲没少被村里人背后笑话 心里很是憋了一口气 如今她也有了孙子 老沈家的香火有了传承 可不得好好扬眉吐气一回 杜娟虽然不是张扬的人 但在大白满月酒这世上 她跟秦经莲的想法倒是差不多 在沈家沟这样的地方 没生出儿子的媳妇 连腰杆都挺不直 她为此忍了多少气 受了多少委屈 这场声势浩大的满月酒 是为了孩子 更是为她自己争一口气 盛大的满月酒 让全村人津津乐道 也让贾月梅这个 肘里羡慕嫉妒 蠢蠢欲动 当晚 她便跟沈向南商量生二胎 我都打听过了 大嫂这回就缴了700罚款 这钱 咱们也出得起 咱们也生 这回肯定能生个儿子 作为男人 沈向南自然也想要个儿子 只是以前家里穷的叮当响 对高额的超生罚款望而生畏 但现在不一样了 700块 她几个月就挣回来了 生 说干就干 两口子盖上被子 开始造人 满月酒结束后 杜娟跟沈明珠做完述职 讨论分公司今年的计划和目标后 便准备带着孩子回荣城了 走之前 杜娟抱着孩子回乡下 跟爷爷奶奶告别 第二天下午五点的火车 杜娟中午就该回城 可到下午两点 也没见着人影 杜娟不是没时间观念的人 肯定是被什么盘住了脚 得知杜娟要带孙子回荣城 秦金莲说什么也不同意 秦金莲倒不是不让杜娟走 而是不让杜娟把沈子龙带走 沈子龙是杜娟子的大名 沈朝北取的寓意望子成龙 秦金莲对杜娟说 朝北跟着你跑到外地去挣钱 我跟老头子一年半载 都见不着他一面 把子龙留在村里 我们两老口也好有个念想 沈建国难得的站在了妻子这边 想把孙子留在身边养 活了近六十年 就这么一个孙子 稀罕得紧 而杜娟作为母亲 怎么可能舍得把儿子留下 爸 妈 子龙我是肯定要带走的 你们要是觉得膝下寂寞 可以帮月梅带孩子 我和朝北得空了 也会经常回来看你们 你说的容易 一趟来回的四五天 车费也不便宜 你把子龙留下 我们帮你养 你跟朝北也好安心挣钱 杜娟断然拒绝 并抱着孩子要离开 情境连急了 冲出去将大门关上 身体挡在门栓 你要是敢把子龙带走 我 我就撞死在门口 贾月梅在旁边幸灾乐祸的拱火 大嫂 你就听妈的话吧 百善孝为先 让子龙留在爸妈身边 就当是替你和大哥敬笑了 杜娟没离贾月梅 转头向沈建国求助 爸 子龙还小 他离不开我 沈建国面上 露出犹豫和为难 那要不 你干脆留下来 挣钱的事 让他们男人去做 你在家专心带娃得了 贾月梅立刻附和 可不是吗 大嫂 你看咱们村里的媳妇 哪个不是在家洗衣 做饭带娃 伺候公婆的 这两年 你跟大哥一直在外头 家里面都是我跟向南照顾 现在也该轮到你照顾了 秦金莲一锤定音 对 老大家的 要么你把子龙留下 要么也别走了 杜娟忍着愤怒 同两老口商量 爸 妈 这一年来 我跟朝北的确没顾得 上家里和你们 这样吧 往后我和朝北每个月 给你们拿三十块钱 算是我们的孝敬 我不要钱 我就要孙子 你把子龙给我 说着就要上前抢人 杜娟抱着孩子 想要往后躲 却被贾月梅挡住了路 秦金莲趁机伸手抱住孩子 杜娟自然不肯松手 睡着的神子龙 被婆媳俩的争夺惊醒 吓得哇哇大哭 正闹得不可开交之计 停 得一声 大门从外面被人踢开 沈明珠冷冷看着 闹成一团的婆媳三人 在干什么呢 秦金莲不自在道 你咋回来了 沈明珠没搭理 直接走到杜娟面前 结果哇哇大哭的神子龙 轻拍着红 大嫂 东西都带上了 杜娟拍了拍身后的帆布包 点头硬道 都带上了 那就走吧 说完 沈明珠抱着神子龙 就要往外走 然而走了没两步路 就被秦金莲伸手拦了下来 不行 子龙的留在家里 沈明珠哄着怀里的孩子 没也不太的开口 妈 你想好了 你今天敢拦下子龙 你失去的不只是一个孙子 还有一个儿子和女儿 秦金莲被他的话震住 两行位刷的就掉了下来 沈建国将秦金莲扒拉到一边 开口对两人道 你们走吧 子龙 看着孙子被沈明珠抱着出了门 秦金莲一拍大腿坐到地上 哭得稀里哗啦 我的宝贝孙子 我的命咋那么苦啊 出了村 坐在沈明珠开来的小汽车上 杜娟抱着儿子 一边哭 一边把家里发生的事 一五一十告诉沈明珠 还好你来了 不然我们娘俩 今天怕是出不了门 沈明珠安慰的拍拍对方肩膀 我今天不来 明天也会来的 行李我帮你拿上了 还有一个半小时 应该赶得上火车 杜娟抹掉眼泪 麻烦你了 明珠 跟我见外什么 你既是我嫂子 更是我的员工 鱼工鱼私 我都该保护好你 杜娟感激的点头 也不再多说什么 大嫂 如果在荣城那边 看到有合适的房子 就买下来吧 听到沈明珠的话 杜娟有些愣住 第413章 生日礼物 虽说在城里买房 本就在杜娟的计划当中 但她没想过 要在荣城买 对于她而言 荣城是离乡背景 凤城才是落叶归根 要买房 也该买在凤城才对 大嫂 我个人的意见是 回来就在那边扎根也无妨 再者 未来几年 房价肯定是会上涨的 以后你们不在那边了 转手迈出去 也能小赚一笔 听完沈明珠的分析 再想到今天的遭遇 杜娟当即下定决心 在荣城买房 接到杜娟平安电话的当天下午 沈建国进了城 给果果带了些山梅丧刃之类的野果子 还有两只野兔 野兔是刚出生没多久的幼崽 比成人拳头大一点 在竹边的笼子里挤着一堆 瑟瑟发抖 果果喜欢的步行 围着笼子蹦蹦跳跳 老爷 兔兔 果果 喜欢兔兔吗 果果并不能理解到喜欢的含义 只是本能的拍小手 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绪 这是他的翅膀 咱们再给他沾上红眼睛 果果开心的点头 沈明珠下班回到家 看到蹲在地上 给女儿鞭草蜻蜓的沈建国 心里有些五味杂陈 沈建国纵容秦金莲 争夺沈子龙一事 他是很生气的 可此时此刻 看着对方看着女儿的慈祥眼神 心里那骨气忽然就淡了不少 爸 您怎么来了 沈建国看到他 脸上流露出局促的笑容 你妈他病了 那天你们走后 他回屋就躺下了 当晚发了烧 胃料退了烧 这两天就这么奄奄的躺着 饭也不怎么吃 沈明珠开车送沈建国回村里 撩开北屋的门帘子进去 入眼就是大炕 秦金莲直挺挺的躺在炕上 双眼紧闭 沈明珠走上前 手指横在对方鼻孔下 以为你挂了 是是鼻息 秦金莲被他的话气得干瞪眼 沈明珠淡定找了个位置坐下 性谋清冷地看着对方 大嫂已经到戎城了 天这么热 你真要有个三掌两段 等大嫂他们赶回来 你尸体都发臭了 秦金莲就像被踩了尾巴的猫 一下从炕上做起 你是专门回来气我的吗 你干脆把我气死算了 我才是你亲妈 你不帮着我 反而帮着外人 真是白声养你了 沈明珠神色平静 你自己也是当妈的人 怎么很吓得心抢别人的儿子 秦金莲两行眼泪跟瀑布似的往下躺 我咋抢他儿子了 子龙是我亲孙子 我当奶奶的 想把亲孙子留在身边 我有啥错 你跟子龙在亲 亲得过大嫂这个亲妈妈 秦金莲说不过他 低头抹眼泪 门帘子晃动 露出贾月梅那张 透着浓浓八卦的脸 妈咋的了 沈明珠抄起手边的桃婉砸过去 桃婉 哐浪 砸在脚边 碎片四剑 把贾月梅吓了一大跳 秦金莲也止住了哭 愣愣瞅着忽然发火的沈明珠 沈明珠冷冷盯着贾月梅 二嫂 你要想安安生生过好日子 就少在妈面前挑事生非 否则 我不介意再给二个换个新嫂子 贾月梅脸红了白 白了又红 灰溜溜的回去了自己屋 教训完贾月梅 沈明珠转过头 又教训秦金莲 妈 你要闲得慌 可以种地 吃小瘫 再不计帮二嫂带孩子 别整天享有的梅的 沈明珠走了好一会 贾月梅才敢从自己屋出去 被沈明珠骂了一顿 秦金莲倒是想开了 这回正坐在院子里包春笋 贾月梅凑上去 妈 我给你生的孙子咋样 秦金莲停下手里动作 瞅着她肚子 你怀了 还没 不过快了 秦金莲没好气地继续包笋皮 贾月梅蹲在她身边 讨好道 妈 我跟向南准备二胎 这次肯定给您生的孙子 可你瞧 我跟向南就一间屋 两个孩子不够住啊 得先把新房子盖起来 你说是不 秦金莲邪言瞅她 你要盖新房你盖呗 我又不拦着 这不我跟向南手上没钱吗 您帮帮我们呗 等我生了儿子 我就给你带 我可不像大嫂 把儿子看得跟眼珠子一样紧 有了被杨丽真忽悠的前车之鉴 秦金莲也长了点脑子 等你生了再说吧 说完就拿着包好的春笋 进厨房烧饭去了 贾月梅只得摸着肚子 暗自祈祷肚子争气 早点怀上个儿子 周末休假 沈明珠去钟家陪钟庆室婚纱 钟庆和盐一的婚礼 商定在了5月10号 还有一个月出头 以钟盐两家的家事 婚礼本不该这么着急 只因前段时间 盐老爷子的身体急转直下 医院还下了病危通知 如今虽然调养了过来 但盐老爷子的身子 却大不如前 盐家索性让两人 早点把婚事办了 也好充一充喜 一共试了三件婚纱 大概时间比较紧 加上钟庆性格温婉贤雅 婚纱的款式都比较素雅 一条抹胸A字裙摆 一条V领H字裙形 以及一条利领的鱼尾裙 怎么样 你们觉得哪条好些 三条婚纱都是王后 钟庆询问钟庆和盐肃的意见 盐肃选了V领那条 轮到沈明珠 庆庆 你要不要试试 你以前送我那件婚纱 我这两年一直有好好保存 看起来还是跟新的一样 钟庆笑着拒绝 送给你就是你的了 当新人得穿新衣 没道理穿旧衣 也是 沈明珠跟严肃一样 也选了V领的那条 试好了婚纱 沈明珠拿出化妆品 给钟庆做妆面设计 一直忙到傍晚 婚礼当天的两个妆面 总算确定下来 严肃一开始还陪着 后面有事就先走了 沈明珠收拾完东西 从包里拿出车钥匙 还给钟庆 杜鹃走的那天 他担心赶不上火车 就找钟庆借了辆小气车用 钟庆不知 从哪翻出一根粉刺的丝带 在钥匙上系了个蝴蝶结 然后将系着蝴蝶结的车钥匙 放回沈明珠手上 车送你了 提前祝你生日快乐 沈明珠一愣 连忙把车钥匙还回去 我不要 为什么不要 是嫌她是旧车吗 那我给你买辆新的吧 你喜欢什么样的 沈明珠赶紧摆手 不是她就 是她太贵了 不贵的 说着就把车钥匙往她手里塞 沈明珠再推回去 我真不要 静静 你别这样 我以后都不敢找你借东西了 见她固执 钟庆拉着她去了楼下 来到白色的丰田皇冠车前 拧开手里的口红 在车前盖上写下一行字 第414章 年轻人 真会玩 钟庆走到皇冠车盖前 拧开口红盖 在车盖上写下一行 售价一百元 合上口红盖 钟庆转头笑盈盈 对沈明珠说道 好了 这下不贵了 沈明珠 你可真是个大聪明 弟弟 马路边 陪杨跟两名中年男人 边走边说笑 听到喇叭声 三人都本能地转头 沈明珠从驾驶室车窗探出头 拉下墨镜 冲陪杨抛了个媚眼 嗨 帅哥 陪杨忍着笑 有事吗 有空吗 去我家坐坐呗 我老公今晚不在家 好啊 陪杨回头 同两名中年男人打了声招呼 随即绕过车头 坐上了副驾驶位 沈明珠礼貌地 冲路边的两人点头示意 开着车扬沉而去 其中一个中年男人 羡慕地盯着皇冠车尾巴 长得俊就是好啊 大马路上都能遇到艳妇 还是个漂亮的小富婆 另一个拍她肩膀 想什么呢 那是任媳妇 美好食品场的沈总 那人拍腿一乐 现在的年轻人 真会玩 陪杨瞅着自家媳妇 透着好心情的脸 打去道 你捡钱了 沈明珠拍了拍方向盘 没捡钱 捡了辆车 啥车 庆庆把这辆车送我了 无缘无故的 她为啥要送你车 说是生日礼物 这辆车是她的第一辆车 这几年都没怎么开 放在家里也是铺灰 就送我了 陪杨磨了磨牙 人家说不定就是说着玩玩的 你还真感受 沈明珠美好气的腻他一眼 你当我傻呀 真话假话听不出来 你本来就傻 你才傻 嗯 我是傻公 你是傻婆 去你的 夫妻俩一路插嗑打混 路过烧辣店时 沈明珠特地停了车 让陪杨去买了只烧鸡 回家加餐 没过两天 严肃打电话 约沈明珠出去吃饭 吃饭地点在百纳餐厅 说起来 两人第一次见面 就是在这里 想吃什么随便点 我请客 过两天 我要去M国出差 估计赶不上你的生日了 今天提前给你庆祝 听严肃这么说 沈明珠也没客气 点了最贵的菲力 他挺喜欢吃他家的牛排 肉质鲜嫩细滑 一口咬下去 肥润的汁水在口腔中爆开 带着浓浓的奶香味 好吃到欲罢不能 就割了刀叉 拖着腮看他吃 等他吃完 又与其温和地询问 沈明珠抿了口气泡酒 饱了 吃不下了 听到他的回答 严肃笑咪咪的 将手边的车钥匙递过去 送给你 生日快乐 明珠 沈明珠看着车钥匙 有些猛 你不会也要送我车吧 一言 自让严肃挑眉 还有谁送你车了 沈明珠牵起餐巾擦了擦嘴角 庆庆啊 他把他那辆皇冠车送给我了 严肃点点头 他送他的 我送我的 不用了 我现在有车开了 严肃顿时拉了脸 你收了庆庆的车 不收我的 是嫌我的不上档次吗 我不是 我没有 别瞎说 不是就好 那就你收下 严肃把车要是放他面前 大有一副你不收 就是看不起我的价值 不是 你们有钱人都这么任性吗 你把车送给我了 你自己不用吗 哦 我姐给我买了一辆新车 哇哦 富婆姐姐 YYDS 严肃瞅他 本来是不想买的 但我看你没车用 总是找庆庆借来借去 太不方便了 就干脆新买了一辆 正好把旧车给你用 这下 沈明珠自己都觉得 这车不收 是他不识抬严肃 严肃的这辆车 是苏联产的一款进口车 虽然有些年头 但也是前几年的明星款式 而且严肃还特地做了翻新 原本香槟色的车身 改成了珍珠白 那时也换了全新的真皮座椅 还是沈明珠最爱的酒红色 真的 他感动死 晚上饭桌上 沈明珠跟裴阳 把两辆车做了分配 皇冠车暂时你用吧 我开那辆福尔加 我不要 男人的语气 明显带了点情绪 人家送给你的 又不是送我的 不要拉倒 沈明珠瞅了男人一眼 转头对裴子恒道 儿子 妈妈给你留着 等你长大了 就给你开 裴子恒开心地点点头 谢谢妈妈 吃过饭 裴阳收拾碗筷 沈明珠带着两孩子 出门散步 散完不回家 裴子恒抱着果果 去楼上书房玩 沈明珠进厨房 把洗澡水烧上 这才回了卧室 裴阳半躺在床上 手里拿着本书 看他竟然瞄了他一眼 就收回了视线 抬手翻了一页书 沈明珠走过去 人家好心送我车 你闹什么脾气 我没闹脾气 沈明珠双手放在 男人脸颊两侧 用力挤压 看你的脸 拉得比马脸还长 裴阳将他的手拉下来 却没松开 就这么钻在手心里 他并非是在闹脾气 只是觉得郁闷 媳妇想要更好的生活条件 而他身为丈夫 却无能为力 不能给心爱的女人 提供想要的 对于一个自尊心强 且骨子里大男子主义的而言 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打击和否定 他不知该怎么诉说 这些沮丧的情绪 裴阳 这几年 你受委屈了 裴阳抬眼看他 没说话 沈明珠笑笑 从你辞职后 你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 都给了这个家 给了我和孩子 不管是作为丈夫 还是父亲 你都当之无愧 现在公司的发展已经稳定了 子恒和果果也长大了 如果你有什么想法 现在可以去做了 你想创业的话 家里的积蓄你拿去用 不够的 我们在一起想办法 灯下光 女人眉眼温婉 目光清宁 裴阳忽然意识到 即使他什么都没说 媳妇也是懂他的 懂他的苦恼 在乎他的感受 明白这一点后 他心底那些珠网般 缠绕不散的情绪 刹时间就消失干净了 他这声所求的 不过是眼前人 那你就不怕 我把你好不容易 挣的那点家底给赔光了吗 赔就赔吧 我赔得起 沈明珠看着他问 你想好了 要做什么吗 裴阳点头 眉眼带笑 瞎老婆一个亲亲 沈明珠凑上钱 在他唇上印了一下 葱白的手指青 点着他鼻尖 轻声问 现在开心了吗 培阳动情地搂紧他的腰身 脸上透出满足 媳妇 我爱你 沈明珠弯唇趴在他胸口 轻轻地回 我也是 你也是什么 你是什么我就是什么 我想听你说 我说过了 什么时候 沈明珠认真想了想 两年前的除夕 电光火时间 培阳想起来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 那晚他错过的 居然是老婆的告白 懊恼和欣喜的情绪 胀得他胸口发疼 他必须得做点什么来宣泻 第415章 怀孕了 喜当爹 取悦男人的后果 就是第二天腰软腿疼 可也不得不承认 动情后的男人 真的是足够温柔 会把他的感受照顾到极致 而被他哄好后 培阳也不再排斥 好的情绪就像一颗种子 会开出灿烂的花朵 温暖彼此 爸 妈 早安 看到走进餐厅的庄雪奇 严静脸上露出几分意外的笑容 琪切 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晚 到家快12点了 不想影响你们休息 就没过来打招呼 严静拉着他坐到身边 上下打量 这段时间出去玩的怎么样 有什么收获吗 庄雪奇点头 我进修了英语 认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不错 宁文谦也笑着开口 雪切 你要是有兴趣工作 可以来公司 我让人给你安排合适的职位 谢谢爸 我暂时还不想工作 宁文谦不置可否 严静看了眼门口方向 小远呢 他凌晨才回家 这回还睡着呢 听到这话 严静当即转头吩咐管家 去把宁远叫起来吃早饭 看着管家的背影 装雪奇勾唇 放他鸽子 害他在机场门口白等了一个小时 还想美美地睡懒觉 做梦吧 没一会 宁远穿着睡袍 打着哈欠进了餐厅 对上庄雪奇幸灾乐祸的眼神 他就猜到 肯定是对方告了状 但又不敢当着 宁妇宁母的面发作 只能羞羞羞地 往庄雪奇身上甩眼刀子 庄雪奇余光 都没给他一个 开心地跟严静诉说 这趟旅行的所见所闻 早饭是稀释 除了牛奶三明治 兼培根之类的常见餐点外 还有一道鱼子酱松饼 哦 庄雪奇拿起松饼刚咬了一口 下一秒就无嘴发出干呕 餐桌上的人都是一愣 宁远立刻开启嘲讽模式 咋 有些人啊 山猪吃不了西康 说完 伸手拿了块松饼 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并故意发出咀嚼声 严静白了儿子一眼 伸手给庄雪奇拍背顺气 琪妾 不喜欢吃就不吃了 我让人给你做点别的 鱼子酱虽然营养价值高 但本身带有咸腥味 并不是所有人都吃得惯 庄雪奇摆摆手 抿了口成枝压下恶心 目光扫过 捏着松饼大吃特吃的宁远 转头对宁妇宁母微笑道 爸 妈 我怀孕了 咀嚼声安静下来 严静最先反应过来 面上带着几分喜色 好事啊 几个月了 两个月 严静脸色微致 管家第一时间将下人挥退 之后 他也悄无声息地离开 偌大的别墅 只剩下宁家四口人 宁文谦拿起刀叉继续吃早饭 脸上看不出喜怒 宁远 啪 一声将手里的松饼甩桌上 与子将见得到处都是 有些还见到了宁文千餐盘里 气得他早饭也吃不下去了 捏着刀叉 瑞丽的目光 在儿子和儿媳妇之间来回 身上扬着一股想惰人的不怒自威 庄雪奇 你开玩笑 也要有个度 谁跟你开玩笑了 你出国四个月 怀孕两个月 你踏马 操 你真有种 我当然有种 没种也不可能怀得上孩子 两人唇枪舌剑 你来我往 宁远快气疯了 要不是宁妇宁母在 只怕要冲上去跟庄雪奇干一家 严禁起身 将庄雪奇带到了楼上说话 看着像发怒的狮子一般 原地转圈的儿子 宁文千忍不住笑了下 我要离婚 必须离婚 宁文千从管家手里 接过点好的雪茄 吸了一口才开口 外国的项目才开始启动 整个项目完工 至少要等五年 宁远不敢置信 他给我戴了绿帽子不算 你们要让我戴五年 我还活不活了 宁文千抖了抖烟灰 如果你觉得面子上过不去 我可以替你保密的 宁远气哭了 我谢谢你啊 清店 楼上 严禁认真询问庄雪奇 雪奇 孩子的父亲是谁 庄雪奇绝了绝嘴 是小远 严禁难得的露出几分严肃 你确定吗 嗯 确定 就在庄雪奇准备拿出 他在M国做试管婴儿的记录 以正清白时 却听到严禁说 好 我知道了 我会请营养师来家里 好好给你调养身体 庄雪奇无法不意外 妈 您就这么信了我 严禁拍拍他肩膀 你是我亲自挑选的媳妇 我相信 你是个有分寸的孩子 妈 谢谢您 庄雪奇将头轻轻 靠在严禁肩头上 语气透着撒娇的软笼 您放心 我不会叫您失望的 婆媳俩虽然关系一向不错 但像这样轻易的互动 却是头一次 严禁神色微微动容 打趣道 都快当妈妈的人了 还得小孩子一样 那您也快当奶奶了呢 等庄雪奇回到一楼时 宁远就像一只红眼 怪死死瞪着他 仿佛跟见了杀父仇人一样 孩子我要生下来 庄雪奇故意道 你休想 宁远气得跳起来 庄雪奇挽着严禁胳膊 底气十足 妈已经同意了 对上儿子不可置信的眼神 严禁淡定点头 嗯 我应远了 妈 我还是不是你儿子了 我他妈 是你从垃圾桶里捡回来的吧 宁文谦赫斥 怎么跟你妈说话呢 宁远红着眼睛 拂袖而去 很快 管家进来禀报 先生 夫人 太太 少爷开车出去了 他说 说要离家出走 这个家有他没他 管家虽然没言明 但大家都听得出这个 他 是指庄雪奇肚子里的孩子 妈 我是不是做得太过火了 庄雪奇虽然有心气一气宁远 但他宁远反应这么大 心里还是有些心虚和没底 严禁安慰他 没事 别多想 你回去好好休息 把时差倒过来 哦 那我回去了 庄雪奇乖巧的起身离开 孩子是小远的吧 宁文谦笑着问 主人家谈论私隐 管家本该必退的 可他又实在好奇 庄雪奇怀的到底是不是自家少爷的肿 犹豫着脚下便没动 不是他的 还能是谁的 没好气的撑了句 严禁回头看管家 先别告诉他 哎 我明白了 管家喜滋滋的下去了 祖宗保佑 少爷有后了 他得去给庙里给菩萨还愿 宁文谦看着妻子 有必要这么瞒着小远吗 你看他都气成什么样了 那也是他活该 自己的肿 被人偷了都不知道 也该让他常常记性 训完 揉了揉额头 又到 算了 我跟小姨打个电话 让他把人看着点 第416章 离家出走失败 酒吧包厢里 宁愿一口酒一把泪的 拉着炎翼胳膊 哭诉心中愤怒与委屈 呜呜 老颜 我好惨一男的 被戴了那么大一顶绿帽子就算了 居然还要被强按着头 当街盘侠 你说说 我还是他们亲生的吗 我怕不是垃圾堆里捡来的吧 炎翼嫌弃的抽回袖子 姐和姐夫都向着雪奇 不向着你 你该想一想自己的原因 宁愿闷下杯里的酒 脸上满是气氛 还能有什么原因 在他们眼里 我就是个只会吃喝玩乐的废物 他们就是把我当成联姻的工具人 不错 挺有自知之明的 宁愿感觉心上被扎了一刀 我要创业 我要脱离明家 不再受他们掌控 谁也别想再支配我的人生 践踏我的尊严 炎翼冷眼看他 就像再看一个二傻子 宁愿仿佛受了什么刺激 蹭得一下站了起来 酒精作用加起力的太猛 导致他身形像海草一样 你脱离宁家 把本该属于你自己的亿万家产 白白拱手让给外人 你不仅费 还很没脑子 被炎翼骂了一顿 宁愿也醒悟过来 乖乖跟着炎翼回了宁家 离家出走宣告失败 得知儿子回了家 炎翼松了口气 感激的拍拍炎翼肩膀 多亏了你 不然这孩子 又不知道跑哪去疯 不早了 晚上就在家里睡吧 我让管家给你们煮点宵夜 炎翼汗手硬下来 清润的脸上 难得露出几分八卦 姐 那孩子是 炎静称怪 是小远的 雪奇这孩子也是主意大 瞒着我们所有人 不声不响的跑去M国 做了试管音 虽然早有猜测 但得到确切的结果 炎翼彻底放了心 宁愿越想越气 索性从床上的爬起来 醉熏熏的来到隔壁房间 开门 开门 庄雪奇已经躺床上准备睡了 本不想理会门外的动静 可无奈拍门声一直不停 她指的下床将门打开 宁愿 你有病 看她一副准备睡觉的穿戴 针丝面料下的 小腹微微隆起 宁愿眼睛都瞪红了 庄雪奇 你让本少爷不好过 你跟你肚子里的野种 也休想好过 本少爷睡不着 今晚谁都踏马别想睡 看着满身酒气的宁愿 庄雪奇嫌弃的骂了声 滚 抬手将门甩上 惨叫声惊起后山沉睡的山雀 家庭医生给宁愿包扎好手指离开后 严静转头 对身边的庄雪奇说道 点头 同严静和严一到了晚安后 转身回了自己房间 宁愿不满的哼哼 我手指头差点被她夹断了 这时就这么晚了 你活该 我让你大半夜耍酒疯 这是我自己家 我想干嘛就干嘛 谁管得着 宁愿双眼红的跟兔子差不多 一半是气的 一半是疼的 食指连心 她右手中指和无名指的指尖 差点没被门给夹扁了 不疼才管 见她这样 严静也有些心疼 很疼吗 宁愿哼哼 疼死我算了 严静没好气地瞅着她 严一转身离开 把空间留给母子俩 严静坐下来 看着儿子 你有什么好气的 雪妻怀孕这时 你自己也有责任 宁愿哽着脖子 跟我有什么关系 又不是我让她怀的 她怀孕了 孩子是谁的 你一概不知 说好听点 是你这个丈夫的不称职 说难听点 你就是窝呢 还讲不讲道理了 是她跑出去乱搞 给我戴了绿帽子 难道我要把她像迈克一样 拴在裤腰带上吗 雪妻出国这么久 你给她打过一通电话 关心过她一句吗 宁愿很委屈 我早说了 我不喜欢她 是你们非要我娶她 没有人拿刀架 在你脖子上逼你 你当初没有反抗 那就是认同两家联姻 带来的利益 身为男人 要么不做 做了就该有担当 你以为跟她针锋相对 对她不问不闻 就能彰显你 对这段婚姻的不满了吗 你错了 这恰恰是你幼稚 无用的表现 外人只会笑你 没本事反抗家族 哪一个女人出气 小远 你年纪不小了 真的要一辈子 这么浑浑噩噩的过下去吗 你自己好好想想 我说的话吧 看着被关上的房门 宁远气的垂床 却不小心碰到受伤的手指 痛得她熬的一声 眼泪当场就飙了出来 宁闻牵下楼 看到郑金威 坐在餐桌前的儿子 威感意外 平时三催四寝都叫不起来 今天倒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爸 嗯 手好点了吗 父子俩说了没两句话 严禁也下楼了 看到宁远同样意外 不过没说什么 很快 庄雪奇也进了餐厅 开始用早餐 爸 我想去公司上班 冷不丁的 宁远冒出这么一句 餐桌上的几双 目光齐刷刷看向他 宁闻牵端起书果知名了口 问道 想好了 嗯 想好了 宁闻牵点头 你去恒星找个部门先学着 学得好 恒星以后就给你管 虽然恒星只是宁氏家族 旗下无数子公司的一间 但其市值也是高达千万以上 能拿到恒星的管理权 对于宁远的意义 远比财富更为重要 好 我会努力的 严禁欣慰地看着儿子 你手受伤了 养好了再去吧 也不急于这两天 宁远看了眼包扎的手 小伤 又不是腿断了 爱不了事 闻言 严禁也不再多劝 吃过饭 父子俩先后出门 庄雪奇陪严禁说了会话 才回住处那边 他刚进小别墅的门 就被宁远拦住了路 你等着 一种扫地出门 庄雪奇翻了个白眼 行啊 我等着 等到宁远气冲冲地出门后 庄雪奇才摸着肚子偷乐 宝贝们都听到了吧 你们的蠢货老爸 去给你们挣钱了 宁远来到车库 正犹豫 要不要叫管家帮他开车 严禁却拎着包包走了过来 妈 你要出门 送你去公司 顺便跟你说点事 行吧 第417章 纸包不住火 小远 进了公司别的都可以不学 但有三件事一定要学 那就是识人 用人 赏罚分明 有人的地方就有纷争 恒星虽然只是小公司 但内部的争斗 并不比大家足少 遇到跟你做对的人 不要急着撕破脸 试人就会有弱点 有软肋 你要做的就是 精准找到敌人的弱点 一击必杀 没必要试试 都自己冲在前面 在战场上 将帅都是在大后方排兵布阵 冲前面的 几乎都会成为炮灰 妈 你说的这些我都懂 我没你想的那么废物好不好 严禁扭头看了他一眼 脸上露出淡淡笑意 等你以后当了父母 就会理解到 我现在的心情 这话让宁远不可避免的想到 装血骑肚子里的 也种 心情顿时抑郁 这个死女人 居然敢给他戴绿帽子 钟家 钟纪远笑呵呵的看着钟庆 庆庆啊 下个月的股东大会上 三叔的命运 可就全记在你身上了 钟庆礼貌汉手 三叔请放心 我会全力支持你 接人药厂的新董事长 有你这话 三叔就放心了 对了 你爸出国治疗了这么久 身体有好转吗 钟庆摇头 前些日子跟妈通了电话 说是康复的希望很渺茫 我劝妈回来的 可妈说什么也不肯 还想找其他医生再试试 钟纪远面上惋惜 但眼底的笑意 却根本藏不住 第一药厂是钟老爷子在试时 跟省政府共同创办的 老爷子占了49%的股权 老爷子死前 将手里的股权 给三个儿子做了分配 钟纪平作为长子 分到的股权最多 有15% 剩下的钟老太太有10% 老二钟纪则和老三钟纪远 各有12% 钟纪则豪赌成性 这些年输掉了大半身家 手里的12%股权 如今只剩下5% 钟纪平一出世 三兄弟中 手上股权最多的 便是老三钟纪远 但跟持股最多的省政府比起来 钟纪远想靠12%的股权 拿下董事长的位置 还是远远不够的 除非钟庆愿意 以手里代持的27%股权 全力支持钟纪远 省政府手里的股权虽然多 但却是由国资委 国投及国药三方共同控股 三方各自为营 明争暗斗 反倒是给了钟纪远机会 因此 比起钟庆 钟纪远更加不希望钟纪平康复 钟纪平一回来 可就没他什么事了 钟庆明了口茶 对钟纪远道 三叔 我爸一时半会是回不来了 奶奶那边 还得您和二叔多多安抚 静静 你放心 你奶奶那里 我会好好跟他说的 钟老太太身体不好 这些年一直在城外疗养 钟纪平出事后 担心老太太受不住 家里上下 一致对钟老太太瞒着 可瞒得了一时 瞒不了一事 钟老太太 还是得知了 老大成为废人的事 回来闹了好几次 非要钟庆 给楚玉清那边去电话 都被钟庆 以各种借口搪塞了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只终归包不住火 送钟纪远离开后 钟庆独自开车离开家 上了国道 楚玉清在看护人员的带领下 走进会客室 看到铁栏窗对面的钟庆 他顿时欣喜若狂的扑过去 隔着的铁栏跟钟庆对话 清清 你终于来了 你带我出去好不好 你带我出去啊 看着楚玉清 被厚厚纱布覆盖的右眼 钟庆微微意外 你眼睛怎么了 听他问起 楚玉清完好的左眼中 留下一行泪 喉咙里发出委屈的乌液 看护人员解释 张先生发病的时候 不小心把筷子戳到了 刘女士的右眼 为了抹掉一切痕迹 楚玉清和钟纪平入院 都是用的化名做登记 钟庆汉手 那他的右眼 还能看得见吗 看护摇头 钟庆看向楚玉清 玩耳 看来 连爸都觉得你眼瞎呢 楚玉清哭着向他哀求 清清 我错了 我知道错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你放我出去吧 只要能让我出去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看楚玉清浑身大大小小的伤 想也知道 他在这里面过得有多糟醉 也就是钟纪平现在行动不便 要不然 楚玉清恐怕早成了一具尸体 让你什么都可以 楚玉清拼命点头 好啊 那你就去死吧 你死了 我一定把你接回去风光大藏 楚玉清一愣 随即勃然大怒 用最恶毒的话语咒骂不休 骂完看钟庆没反应 又痛哭流涕地道歉 甚至下跪哀求 就像一个精神分裂 钟庆面不改色地看着对方表演 出去是别想了 我不可能放虎归山的 不过 我可以把你安排到其他的病房 这话无疑给了楚玉清希望 清清 你没那么恨我的对不对 那你放我好不好 钟庆打开手里的信 你照着这上面用你的笔记抄写一遍就可以了 看清信上的内容 楚玉清脸上瞬间充满愤怒与惊恐 你想干什么 我不会对你做什么 这封信只是作戏给奶奶看 你应该也挺恨她的吧 当年 但凡她肯出手帮你一把 你也不至于保不住肚子里的孩子 现在 我给你一个报仇的机会 她渐渐害死了你两个孩子 你让她失去一个儿子 很公平 不是吗 楚玉清正正看着她 好半天没说话 她恨老太太吗 当然 明知道她有孕在身 眼睁睁看着儿子家暴 她却不管不问 甚至为了维护钟继平的脸面 还将下人全都打发了走 导致她连求救都没有机会 我可以写信 但你得让我离开这里 楚玉清试图谈条件 钟庆挑眉 你觉得 我找个能模仿你自己的人 能有多难 楚玉清脸色灰败 好歹母女一场 你就非得置我于死地不可吗 你不能全怪我的 如果当初没有生下你 你爸也不会那样对我 食人不轻是你 水性娘花是你 跟我有什么相干 我凭什么 要为你的失败和错误买单 眼看离开无望 楚玉清不得不按钟庆所说 写下一封 一说 钟庆拿上信准备离开 楚玉清忽然叫住她 庆庆 你可以经常来看唐我吗 钟庆停住脚 转身 我不会再来了 我和颜艺的婚期已经定下来了 音音的钢琴比赛 拿到了亚军 小明期中考试得了第一 你和爸不在的每一天 我们都过得无比的幸福快乐 看着他决绝的背影 楚玉清跌坐在地上 嚎啕大哭 回到钟家 已经是晚上十一点 钟庆先去三楼 看了钟英和钟明的睡眠情况 随即回了二楼的书房 拿起书桌上的电话 拨了出去 第418章 找茬 新娘新郎靠近一点 123 笑一笑 咔嚓 随着照相机的闪光灯熄灭 聚在一起拍照的 众人四下散开 将位置空出来 让给等候在旁的其他人 与新娘新郎合影 沈明珠作为化妆师 跟严肃在旁边守候着 以便帮钟庆补妆 和调整裙摆 不多时 庄雪奇和宁远 一前一后 朝这边走了过来 沈明珠一眼就看到了 庄雪奇运向十足的腹部 笑着道贺 宁太太 恭喜啊 庄雪奇摸肚子 心情看起来相当不错 谢谢 宁远轻哼一声 直接走到炎翼身边 准备合影 庄雪奇见状 也抬脚走了过去 站到钟庆身边 合完影 钟庆笑着拉住庄雪奇手 关切地说着什么 宁远臭着脸 盯着庄雪奇 已经显怀的肚子 仿佛有什么深仇大恨 沈明珠八卦的 童颜素摇耳朵 宁少怎么了 当爹还不高兴 可能是因为 孩子不是他的吧 沈明珠一整个震惊 心里暗暗 潮装雪奇 竖大拇指 无被楷模呀 再看宁远 总觉得对方头顶 有点绿油油 合影结束 沈明珠陪着钟庆 回新娘休息室 换婚礼上行礼的婚服 等换好婚服 陆续有亲戚朋友 和上层社会的太太千金 进修世袭里 送礼寒暄 不论是钟家大小姐 还是颜太太的身份 都足以让整个 奉承上流社会的女眷们 趋之若鹜 钟庆应酬 各家太太们道贺的同时 也不忘替沈明珠 引荐一二 不远处 钟英身边的几个富家小姐 小声八卦沈明珠的身份 钟英 她是谁啊 之前好像没见过 钟英哼道 一个马屁精 你堂姐对她可真好 连齐太太这样的大人物 都替她引荐 听说齐太太 最近在为小叔子 相见合适的人选呢 齐二少去年受伤 从部队退役 现在在交通局做主任 听说很快要升职了 要是能入了齐太太的眼 嫁进齐家 以后妥妥的官夫人 听着众人的谈论 钟英脸色不是很好 我可没人家的好本事 哄得我唐姐 把皇冠车都送她了 她也想要那辆皇冠车 在钟庆面前 明里暗里的提了好几次 钟庆都不肯 却转手送给了一个外人 文言 几个富家小姐 看沈明珠的眼神 都带了鄙夷和不屑 沈明珠刚走出卫生间 没多远 胸口处骤然一凉 低头一看 珍珠白面料的领口 被红酒 浸染出一大团身子的污迹 呀 马小姐 你走路怎么不长眼睛呢 看着有人还往上撞 该不会是想讹诈上我吧 沈明珠抬眼看着对方 你认错人了 我不姓马 欧阳小燕捂着嘴哥哥笑 怎么会认错 你不是姓马 名辟精吗 可她不记得 有得罪这么几号人物 几人的穿戴和首饰 一看就是出身不菲的富家小姐 沈明珠不想生事 准备绕道过去 然而 对方却不依不饶 一字排开地挡住她去路 沈明珠神情威了 麻烦借过一下 急什么 听说你很会派人马屁 你当场给我们表演表演 我们看得心情好呢 说不定也会赏你十块八块的 沈明珠淡笑 难得几位小姐 有这样的闲情意志 不如做点好事 把钱捐给有需要的人 还能博个好名声 怎么 欣赏钱少了 那你开个价呗 让我们看看 你值多少钱 那你又觉得 自己值几个钱 冷烈的声音 在几人身后响起 欧阳小燕几人回过头 看到是庄雪奇 忙不迭地让道 宁太太 你也来上卫生间吗 庄雪奇暴毙 神情惊傲 不然呢 来看你们耍猴吗 沈明珠 谁是猴 宁太太 您请 欧阳小燕产媚道 看沈明珠站着没动 伸手就把沈明珠往一边推 没眼力见的 还不给宁太太让道 沈明珠看了看 庄雪奇鼓起的小腹 没吭声地 靠墙边站了站 你们在这干嘛呢 见庄雪奇好奇 欧阳小燕立刻指着沈明珠说道 她这个人走路不走眼 把我的红酒都撞洒了 还想讹诈我 他们都可以作证 其他人收到她的暗示 纷纷开口 作证沈明珠不长眼 庄雪奇扫了几人一眼 随手指了个人 去拿瓶红酒过来 对方不明所以 但还是立刻跑去 取了一整瓶红酒来 狗腿的双手 递到庄雪奇手上 庄雪奇颠了颠手里的红酒瓶 慢悠悠走到欧阳小燕面前 她撞洒了你的红酒 我陪你啊 话落 手里的红酒 冲着对方头顶胶下 一时间 所有人带住 欧阳小燕间叫着想躲 却被庄雪奇说出的话震住 别乱动 要是把我的礼服弄脏了 我就将你身上的扒下来 欧阳小燕果然不敢再动 任凭冰凉的红酒 从她头顶浇灌而下 精心做的卷发 被冲得七零八落 一张脸也变得五彩缤纷 好像一只红酒落鸡汤 庄雪奇将倒空的酒瓶 还给刚才拿酒过来的人 不忘说了声谢谢 那人抱着红酒瓶 大气不敢出 生怕下一个被整的就是自己 您太太 我是哪里得罪您了吗 欧阳小燕 想哭不敢哭 庄雪奇扶着腰 在几人面前走过来 又走过去 你们以为 这是什么地方 敢在我舅舅舅妈的大喜日子上闹事 谁给你们的狗胆 她是我舅妈的客人 你欺负她 是不把钟家和严家放在眼里吗 欧阳小燕几人脸色大变 忙不迭赔罪道歉 等几人灰溜溜离开后 庄雪奇转过头瞅着沈明珠 眼里毫不掩饰嫌弃 你怎么这么没脾气 人家泼你红酒 屁都不敢放一个 沈明珠无语望天 宁太太 我要是有您一半 不 十分之一的实力和背景 我直接大嘴巴抽死她好吗 庄雪奇轻痴 你没背景 连狐家虎威都不会吗 舅妈 小姨 再不及还有我 你随便报我们哪个的名字 还怕他们敢欺负你 下次一定 其实说不敢动是假的 尤其是庄雪奇叫人红酒的那一段 在她心里的光辉形象 简直两米八那么高 沈明珠真心实意的道 宁太太 谢谢你 怎么回事 你怎么搞成这样 看着一身红酒字 模样狼狈不堪的欧阳小燕 忠英满脸吃惊 欧阳小燕几个七嘴八舌 把刚才发生的事讲了一遍 得知是庄雪奇帮的沈明珠出头 忠英又惊又肚 这个马屁精 还真是小瞧她了 庄雪奇出了名的脾气不好 居然都被她哄得团团转 我有办法对付她 旁边忽然插来一道声音 忠英几个转过头 发现是一个不认识的年轻女人 第419章 在遇孙非非客户被撬 中庆婚礼结束后 沈明珠将大部分的精力 都放到了今年的月饼销售上 去年月饼销售总量达到了4万盒 净利润是5万 她今年定下的目标是 比去年增长三分之一 净利润超6万 5月底 沈明珠带上今年月饼的新包装 和新口味样品 去了恒星 准备跟恒星 把今年的礼盒款式和订单敲定下来 到了恒星 采购部的负责人还在开会 接待人员将沈明珠请到会客室等待 沈明珠领着裴秋霞 把几款月饼礼盒一字排开 切成小块 用餐盘盛装 方便品尝 以及看到月饼县的用料情况 两人正忙活着 身后会客室的门被打开 孟经理 沈明珠笑着转身 却在看到进来的人时 笑以微顿 孙飞飞踩着高跟鞋 慢条丝里的走到沈明珠面前 沈明珠我们又见面了 请稍等 孟经理还在开会 等会议结束就会过来的 接待人员说完 就关上门离开了 孙飞飞单手朝沈明珠递出一张名片 沈总 以后多多指教 沈明珠看了眼明片上的公司名字和职务 请吃 孙小姐还真是冤魂不散 到哪都跟着 你沈明珠能做的生意 别人就不能做了 孙飞飞扫了眼会议桌上的东西 准备的还挺充分 只可惜有我在 你们今天注定要空手而归了 说完 孙飞飞是一身后 跟她一块来的女同事 愣着干什么 还不把我们的产品摆上 知道了 女同事没有找别的空位 而是直接将她们的月饼 放在沈明珠已经摆好的位置上面 没看到压到我们的产品了吗 女同事一脸无辜 哦 没注意 我还以为是什么垃圾呢 说完 还不忘朝沈明珠投来挑衅的目光 麻烦 把你们的垃圾 不好意思说错了 麻烦把你们的产品 往旁边挪一挪 裴秋侠气的双颊通红 凭什么 先来后到懂不懂 是我们先摆上的 会议桌这么大 你们不知道换个位置摆吗 哈 你以为这是在摆地摊呢 这里是恒星 可不是你们的地盘 孙飞飞朝女同事开口 讲那么多废话干什么 他们不肯挪 你不会帮他们忙吗 女同事会议一笑 拎其手里的月饼和一阵狂扫 会议桌上被扫出一大块空地 但沈明珠摆放整齐的月饼礼盒 却被弄得乱七八糟 有些还掉到了地上 好了 这下可以了 女同事不无得意的 把他们的月饼礼盒一一摆上 沈明珠二话不说 上前将对方的月饼 直接掀翻在地 女同事瞪她 你干什么 你干了什么 我就干什么 以牙还牙不懂 语文老师没教过吗 见两人吵起来 裴秋霞忙来到沈明珠身边 想为沈明珠打气 却不小心踩到了对方的月饼 好啊 你踩我们的月饼 女同事也故意将沈明珠家的月饼扔地上 用力很踩 裴秋霞不甘示弱 又踩了对方的一枚月饼 战士一触即发 双方都开始踩对方月饼 等孟严来时 会客室里飘着一股浓郁的饼箱 地上到处都是被踩碎的月饼残渣 孟严呆滞了几秒 沈总 孙经理 你们这是 沈明珠捋了捋刘海 气定神贤的微笑 没事 等得无聊 大家闹着玩玩 对吧 孙经理 孙飞飞脸色不善地 逆了沈明珠一眼 倒也没反驳 孟严了然一笑 也没揭穿 吩咐清洁工 把会客室收拾干净 她则领着沈明珠和孙飞飞 去了办公室 等在孟严办公室落座 裴秋霞正好将新的月饼送到 早在孟严到会客室的时候 沈明珠就把车钥匙给了裴秋霞 让其把后备箱的月饼拎上来 这也是她敢跟孙飞飞硬钢的底气 她可不打无准备之仗 瞅着孙飞飞难看的脸色 沈明珠心里一阵暗爽 孟经理 这是我们今年的月饼礼和新包装 您看看 另外 今年我们还出了两款新的口味 孟严显然对沈明珠家的月饼新包装和新口味很满意 时不时点头 嘴里夸着 不错 轮到孙飞飞 孙飞飞显然没有多余的准备 只能拿着图文资料干巴巴的宣讲 平心而论 孙飞飞的宣传册做得挺精美 可没有实物做参考 总归不尽人意 沈总 孙经理 两家的产品我都了解了 我跟领导探讨一下 两天内给你们答复 好的 孟经理 那我就恭候佳音了 孙飞飞率先起身与孟严握手 并朝沈明珠投来意味深长的一片 沈明珠心里莫名一尘 这两年 她跟恒星的合作一直很稳定 今天过来 按道理 只是走个行事 孙飞飞能坐在这里 本身就是一种变数 而如今孟严也没第一时间给出准话 沈明珠无法不生出危机感 沈明珠 你输定了 恒星大门口 孙飞飞朝沈明珠撂下话 转身上了一辆银色夏丽 扬长而去 裴秋霞瞪着的夏丽车屁股 沈总 这不是上次撞你的那辆车吗 沈明珠盯着银行夏丽的车牌 瞇了瞇眼 很好 两天过后 沈明珠终于等到了孟严的电话 沈总 抱歉啊 今年公司打算采购美新的月饼 担忧成真 沈明珠感到巨大失落的同时 心里更多的是不解 孟经理 我能问问我们落选的原因吗 孟严在电话那边 商务性的宽慰了几句 领导的意思是 已经连续三年采购荣华的月饼 大家都吃腻了 今年想换一换口味 这个理由 沈明珠并不怎么信 孙飞飞的出现 一定不是巧合 如果只是想换口味 那么多月饼品牌 怎么就独独选了孙飞飞的美新月饼 思来想去 沈明珠不能也不想放弃恒星这个大客户 毕竟 这三年来 恒星的订单 就占了全场月饼总销量的一半之多 第420章 算账 沈明珠心事重重的下了班 走出食品厂的大门 正要去对面拿车 却被不知从哪冒出来的孙飞飞挡住了路 沈明珠 我说过的 你输定了 沈明珠看着对方 问你监视呗 你是想知道我是靠什么方法 拿到了恒星的订单吧 不 我就是想确定一下 拍卖回那天 你开得银色下力 车牌尾号为38 是吗 孙飞飞挑眉 是又怎么样 很好 沈明珠将手提包甩给身后的裴秋霞 迅为不及掩耳地薅住孙飞飞头发 左右开弓啪啪 就是两个巴掌 肇事逃逸你很能啊 老娘正愁找不到这人算账吗 你还敢自己跑上门来 沈明珠心里本就窝着火 新仇加旧恨 战斗力SSS加 不要低估了 常年抱阿妈妈的臂力 孙飞飞穿着包臀裙 高跟鞋 好看是好看 可打起架来束手束脚的 被沈明珠按在地上摩擦 毫无还手之力 只能不停地尖叫 正值下班时间 周围都是厂区 很快就被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起来看热闹 有人认出了沈明珠 这不是美好食品场的沈总吗 咋个人打起来了 不知道 瞧着女的妖里妖气的 怕不是勾引人家男人 不会吧 沈总男人我见过 挺正派的一个人 知人知面不知心 这天底下有不偷心的猫吗 裴阳 人在外头 郭从天降 沈明珠打爽了 气也顺了 从裴秋霞手里拿过包包 准备走人 孙飞飞气急败坏地从地上爬起来 一头卷发乱的像鸡窝 装野花了 沈明珠 你站住 我要报警 沈明珠冷笑地回过头 开车肇事逃逸 危害他人生命安全 你看警察来了 是先抓你 还是抓我 你不会以为你 撞我这件事 就这么算了吧 不妨告诉你 当天我就报警了 你想去派出所掰扯 我奉陪到底 孙飞飞惊仪不定地瞪着他 果然不敢再提报警的事 沈明珠神清气爽地离开 等上了车 裴秋霞忍不住 朝沈明珠投去敬佩的目光 沈总 你太有先见之名了 竟然能想到先报警 换做是我 肯定就自认倒霉了 沈明珠启动车子 唇角带笑 我蒙他的 小瓜蹭而已 去了派出所 也不一定会立案 啊 那你不怕他 真到去派出所吗 他不敢 为什么 他有暗底 还跟我有救援 到了派出所 我反咬一口他 蓄意报复伤人 他吃不了兜着走 沈明珠猜得没错 孙飞飞的确顾及这一点 只能捏着鼻子 吃下哑巴亏 可他眼底汹涌的恨意 却预示着 他不会善把甘休 妈妈 你下巴怎么了 听儿子问起 沈明珠下意识摸了摸 有些刺疼 猜测是先前打架时 被孙飞飞挠的 没事 可能是指甲不小心刮到了 裴子恒去找出家里的 红梅素软膏 拧开盖子 沾了一点在手指头上 认真帮他涂抹在伤口 果果趴在他膝盖上 葡萄式的黑眼珠 转来转去 看看他 又看看裴子恒 似乎好奇 这是在做什么 好了 谢谢儿子 望着少年 愈发精致绝伦的五官轮廓 沈明珠心里说不出的满足 就像精心养育的幼苗 茁壮成长出了茂盛的枝叶 擦完药膏 沈明珠带着两孩子 去楼上书房 裴子恒写作业 他陪着女儿拼积木玩具 等裴阳回家吃晚饭 裴阳今天回来的比往常早些 一进门连鞋都没换 就来了二楼 半拱着腰 上上下下瞅他 沈明珠被他看得莫名 你干嘛 还好 脸蛋没被抓花 裴阳戏谑 沈明珠撑了他一眼 转头交代兄妹呀 十分钟后下来 吃晚饭 便起身跟裴阳去了楼下说话 楼梯口的脚步声消失后 裴子恒放下笔 拿起挂在窗户边的竹筒 放到耳朵边 这是他为了红果果做的传音筒 通过传音筒 可以听到客厅里的人说话 果果见了 玩具也不玩了 踮着小短腿跑到他身边 养着白面馒头式的圆脸 淡瞅他 哥哥 裴子恒蹲下来 食指竖到嘴边 嘘 果果眨巴着大眼睛 学着他的样子 把白嫩的小耳朵凑到竹筒边 这个年纪的小孩 厅里还没有发育完好 加上又是背着传音筒 因此并不能听到说话声 但果果却依旧笑得开心又满足 楼下客厅里 沈明珠把跟孙非非的过往恩怨 横心的单子被孙非非撬走 以及孙非非之前开车撞他的事 简单跟培阳讲了讲 第二天 忙完手头的工作后 沈明珠便带着亲手做的点心 开车去了明院 宁太太 这些小吃都是我亲手做的 低糖低油 你平时饿的时候 可以垫肚子 不用担心长胖 庄雪奇拿了声粗粮曲奇饼干 边吃边瞅他 说吧 找我什么事 沈明珠也不拐弯抹角 把横心的订单 被孙非非抢走的是说了 保姆蹲在茶几前 为庄雪奇包琵琶 听到孙非非的名字 下意识瞄了沈明珠一眼 其实商场上 有输有赢很正常 我就是想知道 自己这次败在哪 下回才好吸取教训 庄雪奇抿了口柠檬水 行了 这是我会帮你问一问 说完自己的事 沈明珠又把她为庄雪奇 做的几项投资项目 简单做了汇报 这才告辞离开 等她走后 保姆犹豫的开口 太太 以前也有位孙非非小姐来过家里 不知道是不是陪太太说的那位 保姆把当初孙非非 妄想母凭子贵 却被严禁雷厉风行 处置的过往 151时讲给了庄雪奇听 换作平时 保姆未必敢在庄雪奇面前说这些 但今时不同往时 庄雪奇现在怀着孕 宁家女主人的位置 差不多是坐稳了 她们当下人的 可不得趁机巴结讨好 虽然保姆并不确定 沈明珠口中的孙非非 是否是当初来家里的那位 但庄雪奇却凭着女人的直觉 认定两者就是同一人 她甚至觉得 孙非非能挤走沈明珠 拿到恒星的合作 是宁远全谋私给老情人开了后门 茶楼包间里 听完孙非非汇报的战果 中英和欧阳小燕几个都格外兴奋 第421章 客户被抢 中英瞅着孙非非道 没看出来你还真有两把刷子 居然真撬走了她的客户 可惜 没看到那马屁精被气歪嘴的糗样 欧阳小燕不无遗憾道 上次婚宴 她被庄雪奇淋了一整瓶红酒 丢了大脸 她惹不起庄雪奇 便把账都记在了沈明珠头上 孙非非笑盈盈道 放心吧 这只是开始 我会把她的食品场彻底高垮 我会让她知道 孙非非你跟那马屁精究竟有什么恩怨 为什么这么恨她 孙非非脸上流露出怨愤 我以前谈过一个很好的对象 都是因为她从中作梗 害我跟对象闹掰 这倒也罢了 她陷害我坐牢 毁了我的人生 她这个人 诡计多端 又擅长演戏装柔弱 实际是个虚伪又恶毒的女人 我对付她 一是为自己报仇 二是不希望其他人继续受她蒙骗 被她所害 中英几人本就看不惯沈明珠 觉得她使了手段 哄住了中英堂姐 如今听孙非非这一番话 无疑让她们对沈明珠感官更差 恨不得除之而后快 见目的达到 孙非非拿出一份客户名单 分发到中英几人手里 这些都是跟沈明珠公司 有合作的客户 沈总 新兴当场的刘经理说 他们今年准备采购 其他品牌的月饼 听到业务员陈诚的话 沈明珠一颗心陡然下沉 新兴钢厂这两年来 一直有向食品厂采购员工福利 中秋节的月饼 春节的糖果 是食品厂的重点客户之一 而这 已经是这个月以来 第四家突然跟食品厂中断合作的客户 刘经理有没有说 他们今年采购的是 谁家的月饼 是美心的月饼 又是这个美心 他们是成心的吧 专挑我们的客户抢 我们是挖他祖坟 还是咋的了 另一名叫汪飞宇的业务员怒骂道 沈总 现在该怎么办 我们的客户都被美心抢光了 沈明珠成银片刻 开口 大家稍安勿躁 离中秋还有三个月 我们还有时间找新客户 看三名业务员都一脸挥丧 沈明珠笑着鼓励道 食品厂从林道友 经历了好几次艰险 这次我相信大家齐心协力 一定能度过难关 干事业就如溺水行舟 不进则退 就算天塌下来了 也有高歌的顶着 砸不到你们身上 你们只需要埋头苦干就成 在沈明珠的一番打气下 三名业务员都恢复了干净和信心 拎上宣传册和样品 出门找客户去了 沈明珠也没闲着 带上今年的新口味月饼礼盒 开车去了新兴钢厂 刚到钢厂厂长办公室门外 迎面就跟从办公室里出来的孙飞飞 撞个正面 看到他手里拎着月饼 孙飞飞开心地晃了晃手里的合同 真是不凑巧 你来晚了一步 蔡厂长已经采购了我们美心的月饼 是吗 恭喜 办公室的门打开 蔡志鹏走了出来 沈明珠伸手将孙飞飞推一边 仰起笑脸迎上前 蔡厂长 沈总 不好意思啊 我有事要出去 就不招待你了 蔡志鹏打断他 边摆手边急匆匆地往楼下走 身后传来孙飞飞的吃笑声 沈明珠 看来你这张脸也不是无往不利的吗 沈明珠回头 你自己靠色向上尉 就以为人人都跟你一样吗 不要自己是屎 就看别人都是屎 孙飞飞冷笑 你少装了 你靠这张脸 捞的好处还少了 沈明珠 好戏才刚开始 你从前夹住我身上的 我会如数奉还 孙飞飞 几年不见 我发现你的脸 还真是越来越大了 你自己自作自受 自食恶果 管我屁事 我这人向来是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诛之 行 我们走着瞧 孙飞飞踩着高跟鞋走了 裴秋霞气愤地朝孙飞飞的背影 呸了一声 转过头 又患上一脸的担忧 沈总 这下怎么办 照这样下去 今年别说卖六万盒月饼 只怕六千盒都卖不出去 慌什么 天他不下来 瞧着他冷静白皙的脸庞 裴秋霞眼中浮起思思期待 沈总 你是不是想到办法对付他了 走吧 我们回去了吗 去钢厂家属院 去干什么啊 堵人 从下午一直等到晚上九点 饿得肚子 咕咕叫了十几遍 才终于等到九族饭饱回家的蔡志鹏 蔡厂长 不等沈明珠把话说完 蔡志鹏就为难地皱起眉头 沈总 我知道你的来意 诶 实话告诉你吧 厂里跟美心那边 已经签了合同 连定金都付过去了 你请回吧 蔡志鹏说完 抬脚就要回家 一副不愿多谈的模样 蔡厂长 您误会了 我找您不是谈订单的 见蔡志鹏回了头 沈明珠支着 把手里的月饼递过去 蔡厂长 这是我们厂今年新出的月饼口味 请您与家人品尝 我没别的意思 这两年多亏您的照顾 我是发自内心 想要感谢您 买卖不成人意在吗 说不定以后 还有合作的机会 是吧 蔡志鹏接了他的东西 行 那就谢谢了 蔡厂长客气 那我就不打扰了 再见 沈明珠先把裴修侠送回了家 然后才开车回家 到家时 已经快十点了 一下车 就看到家门口立着一道 熟悉又高大的身影 怎么这么晚 吃过饭了没 裴阳迎上他 一边接过他手里的包 一边关心道 沈明珠摇头 锅里有排骨汤 给你煮碗面 还是吃馄饨 随便吧 听出他的失落和疲惫 裴阳动作迅速的锁好门 快走两步到他身边 长臂揽住他肩头 到了家 就别再想工作的事 吃饱睡好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嗯 妈妈 一进客厅 穿着吊带碎花裙的果果 就张着白嫩的双手 像龟巢的乳燕般奔向他 沈明珠弯腰将女儿抱起 鼻尖在对方血嫩的脸蛋上 轻腻地蹭了蹭 才揉着声音问 这么晚了 为什么还不困叫叫 在等妈妈 听着女儿奶声奶气地回答 沈明珠心里所有的疲惫郁闷 瞬间荡敌一空 第422章 孙飞飞的靠山 夜深人静 睡不着 黑夜中 响起男人的声音 沈明珠转过头 借着透镜窗沙的朦胧月光 能隐约看到 男人眼中的铜光 影响到你了 要不然 你去隔壁睡吧 他闷声回道 啪 台灯被暗亮 裴阳帆伸到他上面 手臂撑在他肩膀两侧 眼神笼罩着他 要是不想睡 我们可以干点别的 沈明珠推让 别闹 真不想 嗯 培阳有些遗憾地躺回床侧 长臂一勾 就将他人拢到怀里抱着 已是夏天 虽然晚上气温比白天低些 但这样抱着依旧闷热 尤其男人的体温跟火炉似的 可沈明珠却不想远离 这个时候 也只有男人的怀抱 能给他一些慰藉和支撑了 道理他都懂 但却无法不焦虑 从恒星到星星 孙飞飞前前后后 抢走了他八成的月饼订单 为了备战今年的中秋节 他提前跟纸盒厂那边签了合同 囤积了三十吨的物料 并雇了两百名月饼短工 这些短工都是专门做月饼的老手 只上四十五天工 一天十小时 每天工价三块 无论做与不做 这些短工的工资都是要付的 总而言之 如果不能想办法 把流失的月饼订单填补上 石兵厂的损失将高达六位数 他如何睡得着 别想太多 我个高 天他下来 还有我给你顶着 凤城这么大 客户多的是 他能抢得完 再不计 咱们还有容成的市场 总不至于在凤城这一亩三分地的低界上 被锁死了 男人的嗓音浑厚 低沉 如幽远的钟声 一下一下扣接着沈明珠的耳膜 他的杂乱心绪 慢慢静下来 眼皮也不知不觉变得沉重 困了 嗯 晚安 沈明珠没说话 无意识地在男人怀里蹭了蹭 裴阳垂眸看他 目光温柔如水 啪 台灯被摁灭 房间陷入黑暗 寂静中 透出你以祥和 明珠 咋回事啊 沈明珠刚听完朱莉的工作汇报 正在看菜馆这几天的收入报表 裴文平行色匆匆地进了办公室 天热 裴文平一头的汗 一进门就打开电风扇对着吹 沈明珠起身将风扇关了 递了 把小扇子给裴文平 咋的 风扇都舍不得给吹啊 瞧你小气的 裴文平接过扇子呼呼扇风 一边逗去 沈明珠称道 你一身的汗 我是怕你吹着凉了 不识好人心 裴文平动完手术 命虽然保住了 身体却蓄了不守 时不时就饭头疼脑热 行行行 我错了 说正经的 到底咋回事 我今天听老王说 我们厂今年订的 那叫什么美心的月饼 不订你们家的了 嗯 那你不想想办法 人家不买 我也不可能抢逼人家买吧 裴子横瞅着他 扇子也不扇了 你咋回事啊 就这么认怂了 不像你啊 沈明珠叹气 把孙飞飞抢他客户的事 简单讲了讲 裴文平听完就炸了 孙飞飞这个脚屎棍 当初我还是太给他留脸了 沈明珠 谁是屎 等等 大姐 你跟孙飞飞打过交道 裴文平轻拍了下嘴巴 善善 那什么 我厂里头还有事 我先走了呀 沈明珠笑笑 行 大姐你忙 我去问孙飞飞好了 裴文平迈出去的步子 只得又收了回来 将他和言义 去孙飞飞单位大闹的是讲了 沈明珠听完 半天不知说什么好 难怪孙飞飞这么恨他 不遗余力的针对他 不过他并不认为 裴文平这是做的有错 因果定律 孙飞飞所遭遇的一切 都是应得的 只是 言义居然亲自跑到学校去 当众打孙飞飞的脸 替他澄清声誉 是他没想到的 宁少 走出会议室没多远 听到有人喊自己 宁愿下意识回头 你谁啊 孙飞飞脸色一僵 表情自嘲 宁少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宁愿转头就走 孙飞飞咬了咬唇 信信转身走了 一直回到了办公室 宁愿才想起了 刚才的女人是何许人物 她开了一早上的会 头昏脑胀的 刚才一照面纸 隐约觉得孙飞飞眼熟 却愣是想不起来 在哪见过 她来干什么 宁愿很快就知道 孙飞飞干什么来了 她进恒星后 被安排了副总的职务 主管人士 后勤 采购三个部分 而采购部拿过来 让她签字的文件中 赫然就有今年中秋节的月饼 为什么不是荣华 孟延心里叫苦不迭 她何尝不知道 宁愿跟沈明珠关系匪浅 她的前任 就是为此丢的职务 可她一个只是小小的部门经理 上头有吩咐 她没敢违抗 是梁总的意思 文言 宁愿起身 就要去找梁旭云 却被孟延拦住了 宁副总 您先听我一眼 当得知孙飞飞背后的靠山 宁愿也犯起了仇 倒不是她惹不起 孙飞飞的男人叫姜泰 是做进口贸易的 手里头捏着好几个洋品牌的独家代理 恒星跟姜泰 有着非常密切的合作 每年的利润高达数百万 她若是强行干预月饼的采购 影响到恒星跟姜泰的合作 不管是恒星内部 还是宁文谦那边 她都讨不了好 明珠 事情就是这样 不过你放心 我想想办法 帮你找一找其他的客户 好 多谢宁少 小事 走了呀 虽然猜到孙飞飞背后有靠山 但得知孙飞飞靠山的来头这么大 沈明珠还是有些意外 但沈明珠心里还盘缓着另一个疑惑 孙飞飞撬走了九成的老客户不算 连正在洽谈中的新客户 也都进行了精准拦截 唯一的解释 她身边潜藏着孙飞飞的内影 老烟 你听到我说的话没有 我耳朵没聋 那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沈明珠都快被孙飞飞欺负死了 你不管啊 言义放下手里的钢笔 摘下眼镜 掏出手帕擦拭镜片 边擦边漫不经心道 我不觉得她需要我帮忙 那孙飞飞可不是擅茶 我感觉沈明珠这回估计得灾 要打赌吗 宁远来了兴趣 赌什么 我赌她赢 她要是赢了 你这辈子不碰出血气之外的女人 卧槽 玩这么大 宁远又耸又好奇 那要是你输了呢 随便你提个要求 言义戴上眼镜 轻笑 敢赌吗 宁远捏紧拳头又松开 反复几次后 赌 第423章 茶找奸细 在干什么呢 晚上 沈明珠洗完澡回到卧室 看裴阳服在梳妆台上写着什么 不免好奇地凑上钱 裴阳把写的东西递给她看 目光在她白皙的脖梗和肩头上扫过 清晰了吸鼻子 你换香皂了 好香 嗯 之前那块掉厕所下水道了 就拆了块新的 见她看纸上的内容看得认真 裴阳伸手勾着她腰 把她勾到身前 仰着脸问 看出什么卖 沈明珠瞅她 这几家公司 不是说名声不好 被列入了不合作名单里吗 裴阳大长细细骂撒她的腰间 你不是想查奸细吗 就拿她们做试金石 沈明珠恍然明白过来 怎么样 我想的这个办法好吧 还不错 那有啥奖励没 沈明珠点点头 在男人期待的目光中 笑眯眯道 奖励你容成一月游 开不开心 开心个屁 裴阳脸臭得像锅底 沈明珠低头在她唇上 印上一个香吻 孙飞飞是盯上我了 我留在这边陪她玩 你去容成开发市场 咱们娘仨 今年能不能吃上肉 就看你这根顶梁柱了 老公 辛苦你了 说完 又亲了她一口 培养满腹的怨念 都在女人的温柔香中 消失殆尽 第二天 沈明珠先到了厂里 把三份客户资料 分发到三名业务员手里 这三个客户 是我托人情 好不容易收集到的 大家加把劲 争取把他们都拿下 在沈明珠的鼓励下 三名业务员 都信心满满的出了门 沈明珠忙完手头的工作 开车去机场 订了两张 最快去荣城的机票 凤城去荣城 坐火车要两天两夜 这么热的天 车厢里热得能蒸馒头 别提多难受了 机票虽然比火车票贵十倍 但单程只需要三个小时 轻松很多 等她回到厂里时 已经快到傍晚 三名业务员都回来了 各自闷坐在办公位上 沈明珠拍了下手 怎么样 今天有收获吗 三人都丧气的摇头 汪菲雨气愤倒 又是那个孙菲菲 还说今年大家都买 他们美心的月饼 说我们荣华市老黄历 何老板就跟他签单了 沈明珠看向陈诚和关强 你们那边呢 陈诚回道 老板不在 其他人做不了主 我留下宣传册 就先回来了 关强 卓越嫌我们的月饼贵 说要是打五折就买 我没敢答应 沈明珠点点头 今天辛苦大家了 没关系 我手里头还整理了一些 优质客户资料 等明天我分发到你们手上 下班吧 当晚 裴阳就带着陈诚 将两份整理好的客户资料 分别给了汪飞宇和关强 沈总 陈诚今天没来上班 哦 他家里出了点急事 请假了 陪副总这段时间 也不在奉承 业务上的事 你们直接向我汇报 两人应下 为了让陈诚的缺席显得合理 沈明珠还让沈红梅 贴出了招聘新业务员的告示 食品厂里的情况 都被 奸血 一五一时汇报到了孙飞飞跟前 包括沈明珠给出的优秀客户 资料中的其中一份 孙飞飞拿到名单 立刻积极地接洽 是要将沈明珠赶尽杀绝 转眼一个星期过去 沈明珠手头上 带开发的客户资料 全都分到了两名业务员手里 收效却甚微 近二十个客户 总共只签下了三个 订单量不足五百盒 距离中秋 剩下不到两个月了 今年总共卖出去的月饼 还不到五千盒 沈明珠将两名业务员 叫到办公室开会 我手上没有新客户资料了 还有五十天的时间 接下来 就得你们自己出去找客户了 汪飞宇当即拍着胸脯保证 沈总 您放心 我就不信 这凤城就美心一家独大了 官强没说话 显得垂头丧气 官强 有信心吗 被沈明珠点到名 官强犹豫地开口 沈总 我 我不想干了 不等沈明珠开口 汪飞宇就叫道 老官 你咋回事啊 这个关头打退堂鼓 你对得起沈总吗 官强没吭声 沈明珠示意汪飞宇 先出去工作 官强 能说说你辞职的理由吗 我感觉自己胜任不了这份工作 沈明珠问对方 那你想好了 辞职后做什么吗 官强摇头 常理眼下缺人 你先干着 等我招到了新员工你再走 怎么样 好 官强一回到销售部办公室 汪飞宇就凑到他身边 询问沈明珠 都跟他讲了什么 沈总让我先干着 等他招到新员工我再走 汪飞宇叹息地拍拍他肩膀 那你招好下家了吗 不说了 干活了 察觉出关墙的有意回避 汪飞宇不由若有所思 转眼就到了月饼开工的日期 虽然今年月饼的销量不容乐观 但沈明珠还是按原计划 让200名短工开工搞生产 孙飞飞知道后 不免觉得蹊跷 200名短工 一天能生产出15000枚月饼 统供45天的工期 总产值能达到67500盒 而到目前为止 沈明珠的月饼总销量 还不到5000盒 生产出这么多月饼 卖给谁 就当孙飞飞暗中怀疑 沈明珠是不是藏了一手石 沈明珠拎着今年的月饼礼盒 一一对老客户进行上门拜访 这一出让孙飞飞如临大敌 以为沈明珠留有什么后招 结果一打听才得知 沈明珠拜访这些老客户 并非为了卖月饼 而是纯粹卖好 一方面感谢客户这些年 对食品厂的信任 另一方面 希望以后能有合作机会 伸手不打笑脸人 对于沈明珠的嗜好 客户们还是很受用的 也对沈明珠伸出几分敬佩 一个女人能有如此胸襟和气度 实属难得 这一仗 沈明珠输了生意 却赢得了面子 拜访完老客户 沈明珠接着又去拜访 之前结识的太太和富家小姐们 富人家庭尤其注重人情礼节 过节送礼更是必不可少 沈明珠的月饼味道好 包装精美大气 又跟宁言两家的太太交情肥浅 大家都乐得卖她一个好 愿意订她的月饼 虽然私人订购的不多 但这个要三十盒 那个要五十盒 积少成多的 沈明珠竟也卖出了近一千盒月饼 而这仅仅只是开始 第424章 去港城 富太太们的交友圈子 是非常广泛的 交际活动也多 今天一个茶会 明天一个聚会 已婚妇女们聚在一块 除了聊个字的丈夫孩子 更多的便是聊穿衣吃饭的琐碎事 有什么好的东西 也会向身边交好的朋友推荐 就这样 通过富太太们的口口相传 陆续有周边其他城市的富太太们 找过来订月饼 短短半个月 沈明珠靠着这些富太太们 就卖出去了三千多盒月饼 而且 每天都还能接到订购月饼的电话 为此 沈明珠还特地派了一名老员工 每天守着电话登记订单量 孙飞飞坐不住了 严太太 今天冒昧打扰您 是有件事 想告诉您 什么事 是有关沈明珠跟您丈夫的事 事情已经过去了好些年 但我实在不忍心 您遭受蒙骗 钟庆神色淡淡地搅动着杯里的咖啡 我很好奇 沈明珠跟我丈夫之间的不可告人 你是怎么知道的 抱歉 这个我不能说 那我又凭什么信念 谁知道 你是不是有人故意派来 挑拨我跟我丈夫的关系呢 见不得钟言两家好的 多的是 严太太不相信我 那就当我没来过 也当我什么都没说过吧 打扰了 坐进车里 看着端坐在窗户编品咖啡的钟庆 孙飞飞眼底浮起一抹冷笑 有些话点到为止 反而更容易引人遐想 她就不信 钟庆在知道严毅对沈明珠有私情后 还会无动于衷 庆庆 急急忙忙把我叫来 怎么了 明珠 你为什么都不告诉我 你还把我当朋友吗 看着钟庆严肃的脸色 沈明珠脑海中 把最近做过的事 全都回想了一遍 哪件事啊 怎么 你有很多事瞒着我吗 沈明珠不确定 没有 我先点菜 你好好想想 想好了再说 点完菜 钟庆抬眼瞅她 想好了吗 沈明珠讨好的笑 最近事情实在太多了 你给个提示 钟庆一只手曲肘搭在桌面上 另一只手捏着茶杯 我去找你了 嗯 说了很多你的坏话 沈明珠哼道 她说的话 你一句都别信 钟庆轻柔的笑 我没信 所以第一时间来找你了 说说看 你是怎么得罪她了 让她不遗余力的抢你客户 还跑到我面前搬弄是非 沈明珠叹气 说来话长 我就长话短说 沈明珠花了近半个小时 才把她跟孙非非之间的恩怨情仇讲清楚 钟庆想到什么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在城郊中兴门口 跟你吵架的人 就是她吧 嗯 是她 把手伸过来 沈明珠心里美滋滋的 以为钟庆又要给她礼物 结果手伸一过去 就挨了一个巴掌 钟庆被她微微瞪眼的模样逗乐 被欺负了都不告诉我 该打 沈明珠揉着发麻的手心 娇称道 一个跳梁小丑而已 我能应付 真能 嗯 放心吧 见她眉眼间洋溢着自信 钟庆也不再多说 吃过饭 钟庆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递给她 沈明珠一看 是月饼的采购合同 总计一万盒 庆庆 对上沈明珠如小鹿一般 闪闪发光的性谋 钟庆好笑道 本来早几天就要给你的 这几天要场事情多 耽搁了 不晚吧 沈明珠忙摇头 不晚不晚 一切正好 简直是雪中送炭 那就好 钟庆伸出手 握住她的 神色认真道 明珠 你是我很在意的人 有什么困难 一定要跟我说 不要怕麻烦我 我不怕麻烦 沈明珠感动得泪眼汪汪 我知道了 走出饭店大门时 沈明珠眼间的发现 斜对面听着一辆银色夏丽 庆庆 怎么了 沈明珠眨了眨眼 你打我一下 扇我耳光 快 钟庆 对面夏丽车上 看到沈明珠被钟庆掌乖 又被虫众推倒在地上 孙飞飞自以为挑拨离间成功 脸上满是畅快与惬意 跟钟庆分开后 沈明珠回到厂里 屁股还没坐热 就接到了严肃的电话 长话短说 下个星期六 港城有一场慈善晚会 需要一名高点师 你有没有兴趣 简直太有兴趣了好不好 港城那种耕红酒绿的繁华大都市 一场慈善晚宴 不知道汇聚了多少名流富豪 这些可都是可供他挖掘的客户 挖到一个试转 没挖到也不亏 总归见了涨时 我没办通行证 手续怕是来不及 你就说 想不想去吧 想 手续的事交给我 你把证件和照片准备好 我一会过来去 严肃的动作很快 三天后 沈明珠就拿到了 带卓墨香的港澳通行证 这年头 想要办理出入境手续 非常的繁琐且不容易 尤其是郑沈一关 通过率大概不到五成 随着中秋节一天天的临近 石冰厂月饼的产量 已经远远超出销量的数倍 可沈明珠却丝毫没有要停工的迹象 孙非非不由起了疑心 但沈明珠有了防范 所有订单都牢牢攥在手里 连培阳都不知道卖出去了多少月饼 他更是无法从那应口中 得到有用的消息 一时间也是束手无策 就在这时 他的金主江泰来了奉承 江泰是碎城人 大部分时间都是天南地北的跑 在奉承待的时间 一年加起来不超过两个月 泰哥怎么突然过来了 也不提前打个电话 这回准备在这边待几天啊 孙非非像五股蛇一样 缠在江泰身上 撩脖脉骚 以前的江泰很吃他这一套 今天却没什么兴致 你换身衣服 跟我去个饭局 穿正经典 孙非非没多想 以为只是寻常的饭局 跟着江泰的这两年 江泰没少带着他应酬交际 他的作用就是点缀的花瓶 只需要安静漂亮和知趣 两人到地方时 客人已经先到了 等看清坐在包厢里的人时 孙非非脸色疏得变白了 第425章 炖刀割肉 吻火艰辛 非非 傻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给小宁总 严先生和严太太打招呼 能跟他们三人同桌吃饭 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福气 在江泰的催促下 孙非非眼下内心的惶惶不安 强颜欢笑地向三人问好 宁少暴毙还凶 脸上满是看好戏的戏血 炎异定定看他 狭薄的眼中带着几分凉意 钟庆看起来优雅端庄 很有名媛的风范 但神情却透着冷翘 孙非非头皮发麻 那段他不愿意回忆的屈辱历史 再次涌上心头 让他连呼吸都变得艰难起来 太哥 我身体忽然不舒服 我要不还是先回去了吧 江泰心头不悦 感觉孙非非扫了他的面子 压着声音警告 别给脸不要脸 但凡你今天还能喘气 就得给我再坐在这 孙非非不敢违逆江泰 只得硬着头皮坐下来 随着韭菜上桌 气氛也热络起来 江泰不愧是生意上的人 左右逢源 分寸拿捏的恰到好处 这头跟宁远聊着两家合作上的事 那头也不忘跟严毅寒熏套近乎 严毅虽然不涉足商业 可他身后的腿 一根比一根粗啊 随便抱上一根 都能鸡犬升天 至于桌上的两名女士 孙非非和钟庆 则都在安静地用餐 江总 我有点私人的事想请教 听严毅这么说 江泰当即笑得讨好 严先生 你请讲 严毅的视线掠过江泰 望向孙非非 哗啦 孙非非失手打翻了手边的水杯 对不起 我 我去趟卫生间 他匆忙地起身 准备离开包厢 却被严毅的一声 孙小姐 叫住 我很困惑 孙小姐跑到我太太面前造谣声势 是江总收益的吗 江泰一愣 连连否认 不不不 没有这回事 严先生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没有误会 钟庆用手帕擦了擦嘴角 在孙非非绝望又恐惧的眼神中 笑意浅淡地出了声 江总 孙小姐前几天找我说了一些话 是有关我丈夫 跟另一位女士的不实谣言 给我和我丈夫 以及那位女士 都带来了非常大的伤害和困扰 我也想 趁今天这个机会 向孙小姐讨要个说法 孙非非摇摇欲坠 江泰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她本来还奇怪 外界都传言以为人惊傲 不太跟商场上的人打交道 怎么会主动跟她请饭 感情是兴师问罪来的 她想也不想 起手就甩了孙非非两个大耳巴子 孙非非捂着脸 一声都不敢坑 严先生 严太太 虽说这事 我是一点都不知情 但我也有过 我没把人管教好 给你二位添堵了 我自罚三杯 江泰赔罪的同时 也不忘撇清干系 这事跟她无关 连喝了三大杯酒后 江总又按着孙非非的头 给严毅和钟庆赔不是 如此一番 严毅大度地表示 不再深究 但却给了孙非非警告 孙小姐 事不过三 这是第二次 再有下次 之前的账我会跟你一块算 等严毅三人一走 江泰反手 又扇了孙非非一耳光 之前的两个巴掌 她是收着力道的 以免把场面搞得太难看 而这一记耳光 积聚了她全部的愤怒和力道 孙非非直接被扇倒在地 嘴角有血丝肾下 但她不敢哭 反而跪行到江泰跟前 认错求饶 泰哥 我错了 求您看在 我跟了你这么久的情分上 原谅我这次 我这么做 也是为了生意 那个沈明珠一直跟我作对 我就是想给她十点盘子 我没想到会惹脑炎太胆 江泰一把揪住她头发 逼迫她将脸抬起 再敢给老子惹事 老子弄死你 不会 泰哥 我以后会更加努力 帮公司拿下更多订单呢 想到孙非非这段时间 的确挺卖力 严毅那边也不再追究 江泰也就放过了她 好不容易把江泰哄得消了气 孙非非跑到卫生间整理自己 看着镜子里红肿不堪的脸 她眼里燃起浓浓的恨意与嫉妒 没想到过了这么久 盐毅居然还对沈明珠念念不忘 目送中庆的兵力开远后 宁愿纳闷地瞅着盐毅 老盐 我发现 你最近是不是年纪大了 变得好说话了 居然就这么放过 那个孙非非了 盐毅竟只走向自己的车 炖刀割肉 闻火艰辛 最是能折磨人的手段 对于孙非非而言 虽然这次暂且逃过一劫 但她的存在 会像一柄随时会斩下的剑 既让孙非非坐立难安 又投手忌器 而对于沈明珠 受她以鱼不如受她以鱼 而孙非非 正是可以帮助她成长的试金石 这些深意 盐毅不会说 也不愿与他人诉说 宁愿伸手垃圾谱车的副驾车门 准备上车 手刚碰到车门把手 就听到 咔 的一声 盐毅将副驾车门反锁上了 宁愿弯腰 我今天没开车 你送我回去啊 盐毅看着她起唇 我年纪大了 得早点回家睡觉 你自己想办法回去 老男人 要不要这么记仇啊 沈明珠将水果栏和礼品放到地上 确诊门牌号和地址后 抬手敲门 支呀 房门打开 一个五十来岁 穿着背心裤衩的男人走了出来 内务编个 我找培克 听他说的是奉承话 培克眼中的戒备消失 我就是 你是谁 小叔 您好 我是沈明珠 是培阳的媳妇 中年男人脸上流露出惊喜 你是小杨媳妇 快进来 进来坐呀 见沈明珠站着没动 中年男人低头瞧了瞧自己身上 连忙道 你等我一下 培克回家没两分钟就又出来了 下身穿了长裤 上身也套上了衬衫 看起来比短裤背心归整多了 培克一边扣扣子 一边热情地招呼他进门 见他弯腰拎身后的果蓝和礼品 又忙不迭上前帮忙 我来我来 小杨媳妇 喝水 沈明珠收回打量屋子的目光 接过水杯 笑着硬道 小说 您叫我明珠就好 好 明珠 好名字 培克打量他 神情透着见到亲人的感慨和激动 你一个人过来的 小杨呢 他去荣城了 沈明珠问候了培克的身体 把家里的情况跟培克讲了讲 又留下了地址和电话 邀请培克 今年春节回凤城过年 这也是他来找培克的目的之一 公公婆婆都不在世了 培阳的长辈中 血缘最轻的 就是培克 这位小叔了 培阳嘴上不说 但沈明珠知道 他内心是记挂这位亲叔叔的 明珠 你等一等 在沈明珠起身告辞时 培克叫住了他 转身回房间里折腾了一会 在出来时 手里多了一个红包 第426章 小叔培克 回酒店的路上 路过一家药房时 沈明珠顺道进去 买了一些凤城买不到的急救药品 因而防蚊水 和治蚊虫叮咬的药油 果果皮肤娇嫩 老是招蚊子 一钉就是一个大红包 结账时 看到收银台旁的架子上 有窗可贴 沈明珠又顺手 拿了两大盒 窗口贴再奉城也不多见 一般药店都很难买到 回到酒店房间 沈明珠想起培克给的红包 打开一看 居然是五张面额一千的港币 培克住的是公屋 家中的布置也挺简单 不像经济条件特别好的样子 不过 对方来港城打拼 也有十几二十年了 也没结婚 手里头攒了些钱也不奇怪 想到这 沈明珠安心地将五张港币 揣进钱包里 打算空了 去商场给孩子们 买些零食和玩具 晚上 沈明珠推举了 严肃带她游玩的邀约 独自去了烘焙厨房 练习明天要做的糕点 这次的慈善晚宴 是由港城一家 非常有名的慈善基金会筹办 晚宴的会场 餐品酒水等等 都由各家族或企业赞助 名家赞助的是点心 一共十名糕点师 每名糕点师 负责两款糕点 沈明珠做的点心 是冰皮月饼和雪妹娘 这两款点心的做法 她早已烂熟于心 这回练习 也只是为了适应下新环境 找一找手感 练习完自己的点心后 沈明珠又顺便观摩 学习了下 其他糕点师的手艺和作品 收获满满 第二天 沈明珠起了个大早 吃过早饭 到烘焙厨房时 才刚过八点 原以为她是比较早到的 结果到了才发现 其他糕点师都到齐了 甚至有些已经开始出品了 沈明珠也有了紧迫感 赶紧换了工作服 开始忙碌 一直忙到下午四点 一百枚冰皮月饼 和一百枚雪妹娘才完工 虽然晚宴宾客数量 多达近千人 但由于餐品品类繁多 所以每种餐品 和点心准备的数量 都不是很多 毕竟有资格参加晚宴的 都是个行业的翘楚 社会名流和明星人物 交际应酬都来不及 没谁会盯着东西吃 其他糕点师出完品 物料盆基本上都是空的 唯独沈明珠面前的物料盆里 还剩下不少馅料 水果粒 奶油和粉团之类 其他糕点师 都朝他头来一扬目光 负责点心的主管 也不愿地训斥他不专业 连需要多少物料都把握不住 直到沈明珠表示 会花钱把没用完的物料买下来 点心主管才住了嘴 制作好的点心 被服务员用小推车拉走 糕点师的工作至此完成 陆续都换了衣服离开 很快 烘焙室里只剩下沈明珠 他把物料盆用保鲜膜岩石盖好 放进冷藏室冷藏保鲜 之后也换了衣服 打算回房间休息一会 到了房门口 才发现陪客来了 背着手走来走去 也不知等了多久 脚边堆放着不少的东西 笑说 看到他 陪客脸上堆起笑 你昨天走得急 我也没给你拿什么东西 今天先买了些 你给子恒和果果带回去 都是些吃的和穿的 沈明珠也没跟对方客气 谢过后 把东西拿回了房间 之后 请陪客在酒店的中餐厅 吃了炖面饭 等回到客房 已经六点半了 沈明珠倒在床上 一动也不想动 从早上到现在 近十个小时的 高强度体力消耗 累瘫了 他只想好好睡一觉 迷迷糊糊中 房门被人拍得震天响 沈明珠从床上爬起来 打开门 是之前训斥过他的点心主管 看他睡眼惺忪的 主管一把拉过他 出大事了 快 你赶紧跟我去烘焙房 一听出事 沈明珠瞌睡瞬间醒了 也顾不上洗脸梳头 穿上鞋就急急忙忙出了门 一路上 沈明珠旁敲侧击 询问了好几次 主管也不说 惹得沈明珠心里 七上八下的猜测 到底出了什么事 快 你赶紧再做一百份 冰皮月饼和雪妹娘 一进烘焙房 点心主管就急声吩咐他 许主管 你急急忙忙叫我过来 就是为了这个 是啊 哎呦 这晚宴还没正式开始 冰皮月饼和雪妹娘 就被拿光了 现在两个空盘子摆在那 多单看哪 沈明珠动作麻利的 把冷藏室里的物料拿出来 撸起袖子开始整活 由许主管和另外两名 糕点师打下手 一百份冰皮月饼和雪妹娘 半个小时就做好了 服务生把冰皮月饼和雪妹娘 端去宴会上后 许主管如释重负的 拍拍沈明珠肩膀 还好你物料背得多 不然今晚就要出事故了 说完 他想什么 你是故意的 我做事喜欢有备无患 而且 我对我自己有足够的信心 沈明珠用物料盆里剩下的边角料 给许主管和帮忙的两名糕点师 做了冰皮月饼和雪妹娘品尝 吃完 三人都朝他竖起大拇指 没想到 大陆还有这么好吃的糕点 能教出你这样优秀的徒弟 想必你的师父更厉害 我没有师父 这些点心都是我自己琢磨的 文言 两名糕点师都很吃惊 他们能站在这里 从学徒到入门到出师 再到在点心也小有名气 少说也花了十年 甚至更久的时间 沈明珠年纪轻轻 只靠自己琢磨 就做出这么好吃且新颖的点心 如此天赋 无法不让他们嫉妒 看时间差不多 沈明珠回房间换衣服化妆 准备参加晚宴 虽然他没有邀请函 但可以以严肃同伴的名义进去 两人约好了八点 在宴会厅门口碰面 可到了八点零五分 严肃也没露面 他也不好 一直站在宴会厅门口当柱子 便抬脚去了旁边的咖啡厅 咖啡厅是露天的 有圆形的玻璃桌和藤椅 沈明珠找了个能看到宴会厅门口的位置坐下 刚坐下 身后就传来粤语对话 谁让你死要面子活受罪 小了半码还要硬穿 脚后跟都磨出血了 一会还要跳舞 你要怎么办 另一个年轻点的女生想起 就这双鞋才配我的裙子 我能怎么办吗 沈明珠扭头 看到一名穿着银色亮片露背礼服的漂亮女生 侧背对她坐着 正皱眉观察受伤的脚后跟 她犹豫了下 打开手包 拿出备用的两片创可贴地了过去 第427章 人间有物 李小姐 试试这个吧 女生朝沈明珠望过来 一双小鹿时的眼睛 水汪汪的 清澈又懵懂 很是勾人 沈明珠指了指女生的脚后跟 把窗口贴贴在受伤的地方 能缓解疼痛 女生半信半疑的接过窗口贴 贴上被磨破的地方 穿上鞋 拎着裙脚起身走了几步 脸上露出惊喜 真的不疼了 谢谢了 窗口贴多少钱 我给你 不用了 沈明珠婉拒了对方给钱的提议 顺嘴又讲了 几条可以让人写变宽松的办法 正说着 就看到严肃从宴会厅里匆匆出来 左右张望地寻找他 沈明珠盲童女生告辞 起身朝严肃迎过去 等久了吧 里面有点是耽搁了 一见到他 严肃就拉着他的手歉意的解释 沈明珠笑着摇头 没事 我也刚来没多久 走吧 我带你进去 整个完页的布置 可以用星光璀璨来形容 一眼望过去 名流云集 一相避宁 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欢笑 气氛喧嚣 却不是高雅 唯一的缺点 就有些闷热 两千平的地方挤了近千号人 这个年代的冷气技术 也没有后世那么先进 以至于空气和温度 都达不到理想状态 肉眼可见的 宾客的脸上都浮起一层油光 在严肃的带领下 沈明珠穿过眼花缭乱的人群 来到一群贵妇身边 以严静为首 四五名看穿带气质 就是非富极贵的夫人太太们 正用粤语热络的商务互吹 我夸你皮肤好 你夸我身材亮 我再夸你儿子取得好 你再夸我女儿嫁的刀 沈明珠立在旁边 扮演吃瓜群众的角色 听得津津有味 大概占了有七八分钟 严静以一杯酒 结束了跟几位贵妇太太的寒暄 带着严肃寻找下一步目标 姐妹俩步子迈得很慢 一来能保持优雅一态 二来能歇一歇 沈明珠一步一趋的 蹬在两人屁股后头 眼睛控制不住的左右张望 没办法 美女如云 甚至有不少电视里 才能看见的港台明星 走在前面的严静 忽然停住脚 回过头看她 沈明珠礼貌性的微笑 您夫人 严静汗手 要是觉得无聊 可以去拿些东西吃 沈明珠刚想回答不无聊 下一秒忽然反应过来 对方大概率不是真的关心 她这么一个小角色 无不无聊 所以人家是在打发她 只是话说的比较好听 顾全了她的面子 有句歌怎么唱的 该配合你演出的 我尽力表演 沈明珠洋装不好意思的摸了摸肚子 晚饭没吃 还真有点饿了 那我去吃点东西 严肃捏捏她的手 吃好了来找我 别一个人乱跑 好嘞 严静抿了口红酒 目送她的背影走远 这台转头 看向自家妹妹 我不干涉你的交友 但成年人之间的交往 还是得保持适当距离 不要随便被人利用 严肃有心替沈明珠解释 是我自己要带她来的 嗯 她已经进来了 这就够了 懂吗 严肃点头 严静安抚地拍拍她手背 好了 走吧 我介绍个人给你认识 谁啊 严静促侠的眨眨眼 一个跟你很般配的青年才俊 严肃垮下脸 我不要 严静拉着她往前走 与其宠溺 却又透着不容智慧的强势 你先把人见了 实在不喜欢 就当普通朋友交往就好 没必你嫁给她 之后跟严肃小声 介绍南方的个人信息 和家庭背景 沈明珠来到取餐台 琳琅满目的顶级美味 各类辣声 饿干 鱼子酱 海鲜 燕窝 鱼翅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吃不到的 沈明珠要了半份炭烤和牛 一只火焰龙虾 这两种餐品都需要现做 沈明珠拿了一些刺生 边吃边往点心区去 围着点心区转了一圈 不出意外 冰雪月饼和雪妹娘的餐盒 都空空如也 沈明珠美滋滋地插了块三文鱼 吃进嘴里 一转身 差点跟身后过来的人撞到 啊 又没有了 没就没了吧 有那么好吃吗 真的很好吃 香甜软糯 冰冰凉凉 一点都不腻 我从来没吃过 这么好吃的月饼 说话女生叫注入过的服务员 询问冰皮月饼 什么时候能有 当得知今晚都没有了后 不免大失所望 沈明珠眼睛一亮 机会这不就来了 她忙上前自我介绍 如果你们需要购买的话 可以留下联系方式和地址 女生是真的喜欢吃冰皮月饼 每种口味都订了20枚 说是要送亲戚朋友 还订了20枚雪妹娘 沈明珠也不走了 就守在冰皮月饼和雪妹娘的餐盒前 要是有人过来 想拿冰皮月饼和雪妹娘 她就上前套近乎 交换联系方式 靠着手足带兔的办法 沈明珠不一会功夫 就卖出了300枚冰皮月饼 50枚雪妹娘 8点半 到了慈善晚宴的重要环节 拍卖 每一件拍品都是由私人捐出 拍卖所得 也将全部流入基金会账户 用于做公益慈善和救助活动 拍卖虽然热闹 看沈明珠却没什么心情 她满脑子都在想 明天要交的货 也不知道 酒店愿不愿意把烘焙厨房 借给她私用 还有做月饼和雪妹娘的材料 也要现买 不等拍卖结束 沈明珠便借口 泪先一步离开了晚宴 出了宴会厅后 她找到许主管 询问能不能租借一天 烘焙厨房 不出意外的 遭到了许主管的拒绝 倒不是许主管不同意 而是酒店没有这样的先例 至少 不会为她一个高点 试开这样的先例 回房间的路上 沈明珠犹豫着 要不要去找严肃帮忙 却意外在电梯里 遇到了在咖啡厅 有过一面之缘的 落背群小姐 咖啡厅光线昏暗 沈明珠并没有 把对方的长相 看得很真切 如今在电梯明亮的光线下 才惊觉女人 长了一张盛世容颜 心情的巴掌小脸 五官精致漂亮 一身的冰激雪敷 肩头挂着两根细细的肩带 整片后背裸露在外 却没有一丁点风沉气 反而透着少女的唇欲感 沈明珠时不时偷描女人 没办法 太美了 她控制不住忌忌 注意到沈明珠的打量 女生大方一笑 先前太谢谢你了 你的窗壳贴 解决了我的大麻烦 不客气 连她一个女人 都被女人的笑 勾得脸热心跳 不晓得男人 面对这样的人间有物 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第428章 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姓黎 住1808号房 有需要帮忙的话 可以来找我 沈明珠有些惊讶 18层是酒店客房的顶楼 整一层都是总统套房 能住这一层的非富即贵 定 电梯到达沈明珠所住的楼层 沈明珠盯着打开的电梯门 由于片刻后 转过头 李小姐 你知道港城这边 有对外租借的烘焙厨房吗 我想做一些点心 许主管上上下下打量沈明珠 脸上满是佩服 你行啊 居然能请动李小姐帮你说话 经理说了 系厨的烘焙厨房 随便你用 沈明珠欣喜不意 同时也好奇起 这位李小姐的身份 许主管看着她 你不知道李小姐 沈明珠把她在咖啡偶遇 李小姐的事讲了 许主管听完 不免感慨她走了狗屎运 李小姐本名黎诗曼 是澳城首富的新宠 沈明珠所在这家酒店 正是澳城首富名下的产业之一 300枚冰皮月饼 50枚雪妹娘 靠沈明珠自己 肯定是做不完的 她找到之前帮忙的 两位糕点师 以100块一天的工价 请两人帮忙 没办法 港城的物价 就是这么贵 知道沈明珠 巴结上了大老板的女人 许主管的态度 也是180度大转变 主动帮她把需要的物料搞齐 第二 天天不亮 沈明珠就和两名糕点师 开始忙活 一直做到下午三点 300枚冰皮月饼 和50枚雪妹娘才 全部做完 为了保证冰皮月饼 和雪妹娘的最佳口感 沈明珠还特地雇了一辆冷藏箱货车 把东西一一送到订购的顾客家里 这一趟折腾下来 分币没赚 反而倒贴500 不过沈明珠的本意 也不是为了赚钱 而是为了积攒口碑和客源 昨晚订购冰皮月饼的顾客 她每家都送了两盒融华月饼 希望能靠这种办法 带来一些订单 回到酒店 沈明珠简单收拾了下 换了深得体的衣服 然后拎上冰皮月饼 和雪妹娘去了顶楼 电梯口有保镖看守 沈明珠只得把东西拖保镖 转交给李世曼 算是感谢对方的帮忙 什么东西 哦 是点心 昨天认识的一个朋友 我帮了他点小忙 说是谢谢我 来历不明的东西 少吃 男人诞生说道 李世曼撅起嘴巴 小路眼控诉地瞪着男人 你就是看不起我 连带也看不起我的朋友 男人无奈 我哪是这个意思 人家好心给我送些点心 你疑神疑鬼的 男人把他拉到面前 低声哄道 你现在今非昔比 突然接近你的人 都是有目点来 你得学会真点 李世曼哼哼 反正我什么都不懂 也不想管 我现在饿了 就想吃快点心 你给不给吧 男人宠你捏捏他下巴 给 吃吧 李世曼得逞一笑 把点心放桌上打开 小路似的眼睛转了两圈 最后挑了一枚香橙味的 冰皮月饼 咬了一口 脸上露出三分惊喜 好吃嘞 你尝尝 男人盯着味道嘴边的 淡黄色月饼 给面子的咬了一小口 怎么样 好吃吧 还行 冰皮月饼银元大小一枚 三两口吃完后 李世曼又挑了一枚 抹茶味的雪妹娘 小口小口的吃 就像兔子 看得男人闷笑 沈小姐 沈明珠拖着行李箱 离开酒店时 被前台工作人员叫住 这是李小姐给您的信 沈明珠接过信封打开 里面装了一张明信片 明信片背面写着 谢谢你的点心 很好吃 有机会来傲程玩 末尾是李世曼的签名 以及一串电话号码 沈明珠没太在意 随手把信塞进包里 大概率以后 是没机会再见面的了 过关 乘船 前往绅士 搭乘回凤城的飞机 到了机场 跟严肃严禁会面 两姐妹先她一天过来了绅士这边 参加一个商务酒会 沈明珠有意在港城多留了一天 想看看能不能接到月饼订单 可惜事与愿违 闲窗外 纯净的蔚蓝色天空 和棉花球一般的云海 组合成如仙境般的浩瀚美景 沈明珠却没什么心情欣赏 满脑子都在想 今年的月饼销量 没有新的订单 等她回去 就得让工人停工了 中途 空城小姐过来 派发点新盒饮品 沈明珠心里想着事情 不小心把饮料撒在了腿上 她从包里拿手帕 不小心明信片带了出来 掉到地上 对面的严静替她捡起 递还给了她 谢谢您夫人 不客气 等她收拾好 严静忽然开口问她 你厂里还有多少月饼 沈明珠看着对方 一时有些反应不过来 严静笑了下 我准备订两万盒月饼 有没有问题 不光沈明珠吃惊 就连严肃 都一脸诧异地看着自家大姐 沈明珠脑中快速转了一圈 您夫人 您什么时候要火 中秋节前 包装简漏点也没关系 是准备送到敬老院和福利院的 好 没问题 山穷水静移无路 柳暗花名又一村 沈明珠在看向闲窗外 顿感风景格外美腻 钟小姐 沈明珠现在已经走投无路了 要不然也不会跑去港城 想去那边开拓销路 孙飞飞一脸轻蔑 她也不看看 港城有多少本土知名品牌 各个背景雄厚 她一个没钱没事的大陆妹 想跟大佬们抢市场 简直自不量力 钟英等人纷纷附和 你一句我一句的嘲讽沈明珠 白日做梦 之后 孙飞飞又跟钟英等人商量 下一步针对沈明珠的计划 演一个警告严犹在耳 她现在不敢在明面上跟沈明珠作对 所以她准备让钟英等人 成立一家食品贸易公司 由她去港城谈一些洋品牌的代理回来 专跟沈明珠打擂台 是要把沈明珠的食品厂 整道倒闭才罢休 钟英等人分别后 孙飞飞开车回到住处 洗了个澡 换上新买的性感裙子 化上妆 喷上香水 然后出门去了江泰住的宾馆 泰哥 你明天就要走了 我今晚过来陪陪你 江泰拿眼睛上下扫视她一番 坏笑着将她攥进了门 门关上 两驱身体干柴烈火般纠缠在一起 正坐到一半 门外被人拍得震天响 江泰扫兴地捞起玉京 往腰间一缠 起身去将门打开 等看到门外的人后 江泰满脸的怒气 顿时化作惊恶与心虚 第429章 原配捉奸 你怎么来了 也不提前说一声 我好去接你啊 江泰心虚地想把房门拉上 免得妻子傅献之 看到房间里的女人 傅献之有备而来 抬手就往江泰身上挠 江泰光着上半身 一身的白肉 很快就被挠出十几道红痕 姓江的 老娘在家带娃照看老人 你在外头花天酒地地搞破鞋 老娘今天跟你没玩 江泰嗷嗷直叫 下意识往房里躲 孙飞飞意识到不妙 裹着被子跳下床 想找地方躲一躲 却为时已晚 傅献之领着一帮 绑大腰粗的妇女 已经冲进来了 小长富 今天总算让老娘逮着你了 上 给老娘打 傅献之一声令下 几个同来的妇女 立刻将孙飞飞团团围起来 手脚并用地招呼着 孙飞飞本能地抱头 却不想身上的被单被扯落 露出赤条条的身体 她尖叫着 想捡起被单挡身体 下一秒被单 就被人从窗户扔了出去 她又爬上床 想拿枕头挡一挡 却被人薅着头发扯了回去 臭货 烂货 不要脸的骚货 挺能的啊 勾引老娘男人 你再继续发骚啊 欠男人欠得慌是吧 不要闭脸 傅献之专挑孙飞飞身上的嫩肉部位 又是掐又是揪 其他人也跟着一块动手 扯头发 打耳光 嘴里骂着各种不重样的赃词 孙飞飞被打得尖叫连连 嘴里不停地喊姜太 喊救命 她喊得越凶 傅献之下手越重 原本白花花的身体 很快变得像五花肉一样 轻一块紫一块 而姜太早抱着衣服 跑得没影了 就在这时 孙飞飞的亲戚朋友 也涌进了宾馆房间里 看到孙飞飞光着身子 被人按在地上的打 个个都目瞪口呆 他们是街道有人呆的口信 让他们过来领月饼的 住手 你们是干什么的 快住手 把人都打坏了呀 有亲戚看不过眼 上前喝止 当得知这些人 都是孙家的亲朋好友后 傅献之当即插着腰 将孙飞飞丑事公之于众 这下 亲戚朋友们看孙飞飞的目光 都从同情变成了鄙夷和唾气 跟野男人偷情 被原配捉奸在床 简直丢人泄眼 床底下躲 以免春光外露 要知道 他浑身不着寸缕 连内裤都没穿 傅献之抬脚往孙飞飞身上一顿踹 臭不要脸的下贱货 再敢勾引我男人 我就把你扒光了 扔大街上 卸完粪 傅献之带着人扬长而去 孙家的亲戚朋友 也都陆续离开 月饼虽然没领到 但瓜却吃了得饱 直到房间里的人都走光了 孙飞飞才敢从床底下爬出来 捡起地上的衣服 哆哆嗦嗦地往身上穿 不是了 而是疼的 傅献之下的死守 他浑身上下 哪哪都疼 等他穿好衣服 走出宾馆房间门 才发现 走廊上还站着不少人 有宾馆的服务员 也有住客 一看到 他从房间里出来 各个面露鄙夷 指指点点 孙飞飞拿包挡着脸 快步冲向楼梯 想要逃离让他丢人的地方 呸 做出这么不要脸的事 还知道要脸呢 有人朝他的背影 狠狠吐了一口口水 走廊拐角处 裴子恒冷冷看着 孙飞飞消失的方向 唇角微钩 石一正站在他旁边 小声嘀咕 也不知道是谁 通知他老婆过来捉奸 那老娘们下手可真狠 孙飞飞的皮 都快被他接下一层来 活该 欺负我妈妈的人 都不会有好下场 文言 石一正心里 不免暗暗庆幸 他是跟裴子恒一伙的 认识这些年 他可太了解 这位看起来 人畜无害的漂亮少年 内心有多腹黑 手段有多狠辣 宾馆对面 透过车窗 看到孙飞飞狼狈 从宾馆跑出 开着下列车离开 庄雪奇 眼底掠过一丝 轻蔑的冷意 傅献之坐在他身侧 一脸的畅快 明太太 这回多亏了 您给我消息 不然我还不知道 被蒙在鼓里多久呢 不客气 这种没有道德廉耻 破坏他人婚姻 和家庭的贱货 人人得以诛之 谁说不是呢 自己找不到男人 就去勾引人家的 等着瞧 我不会这么轻饶了他 通知傅献之来桌奸 是庄雪奇 教训孙飞飞的手段 至于孙家亲戚 上门围观孙飞飞被桌奸 则是裴子恒的手笔 只是好巧不巧的 两件事撞到了一块 裴子恒的本意 是让孙飞飞身败名裂 在凤城待不下去 只要孙飞飞离开了凤城 就没机会欺负他的妈妈了 十一正停好摩托车 扭头对跳下车后座的裴子恒说道 这么晚了 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 几步路而已 裴子恒淡淡声拒绝 迈着步子朝着自家快步而去 十一正站在原地目送 直到裴子恒进了裴家的门 他才推着摩托车进了自己家 今年年初 他搬来的这边 租了沈明珠给裴子恒买的房子 两家距离不足百米 这样一来 两人平时见面谈试 也方便多了 裴子恒进了客厅 看到沙发前的两只硕大的行李箱时 微微一愣 下一秒就开心的跑去主 妈妈 你回来了 沈明珠刚转过身 就被裴子恒扑了个满怀 他把女儿放床上 弯腰跟对方拥抱 刚回来一会 儿子 想妈妈了没 嗯 想了 裴子恒脸上虽然还是看得出腼腆 但话言明显比从前多了一些 懂得去表达自己的情感 妈妈也好想你 沈明珠低着头 用自己的额头 与儿子的额头轻轻碰着 眼里盛满温柔的笑意 妈妈抱抱 被冷落的果果 沈明珠伸手将女儿揽到怀里 一左一右抱着两孩子 妈妈 给你们带了礼物回来 去客厅看好不好 嗯 好 果果高兴的直拍小手 沈明珠捞起女儿抱在怀里 另一只手被儿子牵着 母子三人开开心心的去客厅拿礼物 夜色中 香槟色的幻影 如幽灵行驶于盘山公路上 严静转头看着严肃 目光野鱼 对李家二少的感觉如何 姐 我们不合适 她比我小太多了 严静挑眉 差四岁而已 也没什么相较于家世和人品 年龄最是不值得一提 严肃还是摇头 我对她没那方面的想法 文言 严静也不勉强 拍着她手背安慰到 那就算了 我会帮你再物色合适的 顿了下 又说 如果你自己有喜欢的人 也可以带回来 给我们看看 严肃显然不想多谈这个话题 看向车窗外 又想到什么事的回过头 姐 谢谢你 谢我什么 严肃回 谢谢你肯帮明珠 严静笑了笑 我找她订阅饼 可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对上严肃困惑的目光 严静诞生开了口 第430章 看中她的潜力 我帮她 是看中了她的潜力 严肃下意识接过足 明珠在经商方面 的确有些天赋 人也很勤奋 我说的不是这个 对上严肃不解的目光 严静意味深长 一笑 她人是挺聪明的 知道我们 有一跟崔家合作投资 新马路的赌场 就故意把黎世曼 写给她的明信片掉 在我面前 严肃诧异 黎世曼 崔如帽的那位小女朋友 崔如帽虽然前面 已经有四任太太 但她并不是一个 花心烂情的人 相反 她在女色上 向来谨慎多疑 黎世曼跟了她一年多 也没失宠的迹象 只要她不做 也不是没有 尚未武一太的可能 严肃摇头 姐 明珠不是那种 心机深沉的人 我跟她认识这么久以来 她从来没有张口求过我什么 就连这次去港城 也是我主动提起的 她每次遇到什么困难 都是自己扛 她是很独立坚韧的女人 明珠更不可能知道 严禁不置可否 不管有意也好 无心也罢 她都成功了 让我看到了她身上的潜力 我帮她 是当成一种投资 我赌她有为我所用的一天 严肃垂着眼 显然对此而不开心 姐 她是我朋友 如果不是因为有这层身份 我连多看她一眼都不会 好了 我不干涉你的交友 同样的 你也不能勉强 我也要把你的朋友 当成我的朋友 去对待 严肃脸上透出认真 姐 等你跟她相处时间久了 你就会知道 她是什么样的人 严禁无奈好笑 真不知道 她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 幸好你不是男人 不然 岂不要被她勾走魂了 已经被勾走魂了 只不过不是我 是我们的弟弟 严肃看向车窗外 默默付匪 揍她 踢她 你倒是踢呀 哎 又输了 笨不死你 起开 让小爷来 裴阳回到家 看到的 就是几个半大的孩子 坐在客厅电视机前 裴子恒和其中一个孩子 手里各拿着黑色的鸡饼 正吵得热火朝天 爸爸 裴子恒眼尖的看到裴阳 把手里的鸡饼 侧身边小伙伴手里 快步跑上前 赵云也收敛起脾气 笑嘻嘻的喊 裴叔 其他小伙伴们 也跟着赵云喊 裴阳一边换鞋 一边瞅着儿子 在干嘛呢 杂杂呼呼的 玩游戏 裴阳换好鞋 来到客厅里 看到电视柜上摆着的新物件 笑着打去赵云 哟 小赵总 你爹又给你买新游戏机了 赵云挠挠头道 游戏机不是我的 是紫横的 裴阳扭头看儿子 你妈给你买的 是书狗买的 裴阳为愣了下 没再说什么 弯腰将沙发上的女儿抱起 一边叮嘱孩子们 小声一点 果果 想爸爸没 臭臭 果果白面般软和的脸蛋皱成一团 小爪子嫌弃的将他大脸往旁边推 还是两只爪子一起推 足以见有多嫌弃 裴阳好笑的用长着胡茶的下巴 蹭了蹭女儿手心 行吧 跟哥哥们玩 等爸爸洗了澡再来抱你 扣扣 静 沈明珠头也不抬得回 脚步声游远极近 有人站在了办公桌前 一股熟悉的木质相袭来 沈明珠抬起头 看到站在办公桌前的高大男人 一时间很是惊喜 什么时候回来的 裴阳轻身 隔着办公桌 捧着他的脸清了一大口 嗓音低沉带笑 刚回来 洗干净就来见你了 沈明珠脸颊微热 心里像吃了糖一样 甜意充盈 去把门关上 裴阳回头看了眼门口 轻笑出声 关门想干什么 沈明珠瞳他一眼 故意脑道 叫你关上就关上 哪那么多废话 遵夫人命 等裴阳关好门 转过身 就被走到他身后的沈明珠 勾着脖梗稳住了唇 他意外了半秒 随即弯下腰 大掌拖住沈明珠的臀 将他整个抱起 大步朝办公桌走去 气息交换 唇齿相依 分别一个月的思念 在彼此的身体里发酵 好了 不要了 在沈明珠的大力推壤下 裴阳一一不舍地松开他的唇 优胜的谋像猎人 锁定猎物 一般聋着他 气喘微喘 你点的火 得你来面 沈明珠忍笑地别过脸去 跟我有什么关系 谁让你那么不惊撩搏的 裴阳低头 滚烫的唇贴 在他嫩白的耳阔上 真不管他死活了 沈明珠被他的声音 震得耳膜发痒 忍不住抬手揉耳朵 食堂今天有西瓜 我去给你拿点来 裴阳捏着他下巴 你以为我披心待跃地赶回来 就是为了吃你两片西瓜 那你要吃什么 你说呢 感觉到男人的蠢蠢欲动 沈明珠脸红的就像涂了胭脂 声音也染上娇羞 别闹 一会有人来了 裴阳抬腕看了下手表 再有半个小时就下班了 中午我们回家吃 沈明珠笑 你有那么急吗 裴阳低头 在他烟红的唇瓣上咬了一口 很急 一刻也等不了了 沈明珠脸红如血 轻咳了声 光明露新开了一家宾馆 然后呢 沈明珠踢了他一脚 你先去 开个房间休息会 我下班去找你 好 看着男人兴冲冲的背影 沈明珠揉了揉发烫的脸 坐回办公以上继续工作 三分钟后 沈明珠放弃的合上文件 拎上包包 拿上车钥匙 离开了办公室 走出办公室没几步 就遇到了过来送文件的裴秋霞 沈总 你要出去 嗯 去见个客户 那我陪你一起 不用 沈明珠莫名脸热 把文件放我桌上就行 我吃完饭就回来 哦 沈明珠停好车 正要拿副驾驶位上的包包 忽然有人敲他的车窗玻璃 坐坐 巧啊 来这边吃饭 心虚的缘故 沈明珠没好意思 把车停在宾馆门口 而是停在了斜对面的饭店 没想到会遇到严肃 他也不好意思 说是过来跟培阳开房的 只能顺着回答 是约了人吃饭 就这么被严肃拉进了饭店 第431章 圈占地盘 进了饭店 沈明珠正想着 随便找个借口离开 却听到严肃问他 你约的人到了吗 没到的话 跟我去见见蓝总吧 他也是自己做实业的 是槟城那边一个 很有名气的女企业家 手里头有七八个厂子 员工数量过万 他跟你一样 也是自己白手起家 你俩应该有共同话题 文言 沈明珠顿时将男人抛在了脑后 跟着严肃去结识富婆 有严肃的牵线搭桥 加上有类似的创业经历 沈明珠跟蓝绫花一见如故 相谈甚欢 一顿饭结束 蓝绫花不胜酒力 先行一步 严肃瞅着沈明珠 你约的客人呢 酒精的作用下 加上心情好 沈明珠也不遮掩了 告诉严肃他 跟裴阳出来约会的事 严肃到也没有笑话他 反而提醒他 给裴阳带些吃的过去 沈明珠当即也不客气 让服务员拿来餐盒 捡着裴阳爱吃的打包 等沈明珠走进房间 蓝人高大的身躯 被朝门口侧 躺在床上 似乎是睡着了 房间里的光线有些暗 窗帘被拉得严严实实 只有床头灯散着橘黄的光 沈明珠亲手轻脚地关上门 将打包的饭菜放柜子上 然后坐到床沿边弯腰拖鞋 准备睡会午觉 他酒量一直不太好 陪着蓝绫花喝了好几杯 这回脑子晕晕乎乎的 才脱掉一只鞋 背后就靠上来炙热的身体 你 沈明珠回头 话刚出口 就被男人稳住了 你喝酒了 嗯 我等得望眼欲穿 你还有闲心去跟人喝酒 裴阳惩罚般的 在他锁骨位置咬了一口 沈明珠也不生气 细白的掌心捧着男人的大脸 耐心解释来晚的原因 说完就想起身把打包的饭菜拿过来 被裴阳按住了肩膀 我不吃 你不饿呀 啊 此饿非彼饿 你去见小叔了 嗯 沈明珠妈似的窝在他壁弯处 闭着眼睛 享受着难得的清静 白天忙工作 晚上要照顾孩子 夫妻俩已经很久没有像这样独处了 小叔给了我一个大红包 给子恒买了游戏机 给果果买了小裙子和洋娃娃 小叔身体怎么样 挺好的 面色红润 中气十足 我跟小叔说了 请他春节回这边来过 嗯 裴阳搂紧他 低头在他头顶亲了亲 显然对于沈明珠去探望陪克 邀请陪克回凤城一事 心里是感激和高兴的 他向来是重感情的人 这一点 沈明珠也清楚 想听好消息吗 沈明珠睁开眼 裴阳嘴角擒着笑意 分公司今年一共卖出去 一万五千三百多盒月饼 沈明珠顿时也不困了 一咕噜坐起来 你怎么办到的 裴阳扶着他后腰逗他 喊声好听的 沈明珠直接抱着他脸亲了一大口 快说 裴阳满意了 当即便把他在荣城发展业务的方法 一五一时讲给沈明珠听 我在荣城待的时间不多 既没人卖也没背景的 靠自己一家一家去跑业务 腿跑断了也卖不出去几盒 咱得找帮手 可现招业务员来不及 投入成本也大 我就找到郭欣他们一帮售货员 一人给他们送了两盒月饼 又请他们吃了顿饭 请他们帮我卖月饼 他们每卖出一盒月饼 我就给两毛钱的提成 卖得越多提成越高 这一万多盒的月饼 有一多半都是他们卖出去的 尤其是那个孟奇 他姐夫今年升百货大楼的总经理了 他一个人就卖出去了四千多盒 我按两毛五给他算提成 又额外送了他二十盒月饼 他高兴得不行 说明年继续帮我们卖月饼 沈明珠竖起大拇指 厉害 哪一方面厉害 沈明珠半靠在床头 性谋流转地回道 这个也不好说 我又没试过其他人的 没办法比较 话还没说完 就被裴阳按在了身下 咬着牙问他 你还想别人 我没喂饱你吗 看男人气的头发 都快竖了起来 沈明珠暗暗好笑 我错了 女人面若春花 性谋似秋水 笑盈盈地望着他 裴阳心里再多的气 也都散了 但他还是想对他做点什么 于是低下头 在他雪白纤细的颈间 留下玫瑰般的落紧 就像狗狗 以尿尿的方式 来圈占地盘 当他认为 这里是自己的地盘 就会留下记号 告诉别的狗狗 这里是我的了 沈明珠虽然看不到 但也知道他在做什么 不免撑脑地 揉着被咬的地方 我一会怎么去上班 裴阳把他按在怀里 像抱羊娃娃一样 那就不上班了 咱们就在这张床上 过一辈子得了 沈明珠轻哼 我才不要呢 为啥 一直看着你这张脸 我会腻的 这话 他并不敢说 真说出来了 男人指不定怎么发疯 我也有个好消息跟你说 你有了 你想得美 沈明珠翻了男人一个白眼 把他这段时间 卖出去的月饼总数 讲了出来 裴阳笑着夸他厉害 可沈明珠却敏锐地感觉到了对方的郁闷和失落 他伸手还住对方的腰身 软声道 我这次靠的是运气和人缘 要不是有钟庆和严肃帮忙 我连一万盒月饼都卖不出去 但你不一样 你是实打实 靠真本事卖出去的销量 你的业绩比我重要多了 裴阳垂眸看他 哄我 沈明珠同样看他 眉眼清弯 那你要我哄吗 要 沈明珠凑上去 在他唇上清了清 我能一往无前走到今天 是因为我身后有你 我始终坚定地相信 不管我遇到什么事 你都会陪我一起支撑 即使你什么都不做 但只要你在 就会让我对生活 对未来充满希望和力量 老高 谢谢你 裴阳眉间都是得意 嘴上却傲娇 光用嘴巴说谢谢 没什么意思 沈明珠手指 在他腹肌上弹钢琴 那 我爱你呢 裴阳呼吸微顿 转过头 深邃的眸一眨不眨地看着他 沈明珠手 只点了点他挺拨的鼻尖 看我干嘛 你刚才说的 再说一次 沈明珠翻身坐他腰上 像勾魂的妖精扶在他耳边 光说有什么意思 以下剧情 少而不宜 中秋节前的前三天 沈明珠带着两万盒月饼 去向严靖交货 夫人 清点好了 多出了五百盒月饼 听到管家的话 严靖看向沈明珠 第四百三十二章 回村过中秋节 沈明珠微笑解释 您夫人 除了您订购的两万盒月饼 我以石兵场的名义 额外捐赠了五百盒 算是支持您做善事 严靖汉手 多谢了 您客气 应该是 我要感谢您的支持与信任 严靖将事先准备好的支票递给他 沈明珠接过支票 还没来得及细看支票上的面额 却听到严靖说 年底澳城那边有个活动 我受邀为厨艺大赛做评委 听素素说 你对美食挺有研究 想要过去看它吗 见沈明珠面露诧异 严靖浅笑道 飞机上捡到你的明信片时 不小心看到了上面的留言 看得出 李小姐很喜欢 不然也不会特地邀请你去澳城玩 您夫人 您误会了 其实我跟李小姐并不熟 只是见过两面 她给我留明信片 大概是出于礼貌 原来是这样 看着后视镜里 渐行渐远的您家别墅 沈明珠忍不住吐了一口气 她原本以为 严靖是看在严肃的面子上 找他订阅饼 可先前严靖提起黎诗曼时的态度 让他意识到 严靖似乎是误会了 他跟黎诗曼的关系 现在知道他跟黎诗曼 只是萍水相逢 严靖应该不会再找他买月饼了 今年的中秋节 沈明珠带着培阳和孩子 回了沈家沟 回娘家过节是其一 另一个原因 是为了今年的酸枣采摘 一回村 村长沈德全 便高兴地领着他 去山上看今年的酸枣结果率 沈家沟的酸枣树 都是野生野长的 但自从沈明珠在村里收购酸枣后 以前喂猪猪都不吃的酸枣 一下子成了村里人的香饱饱 去年 因为酸枣树的归属权 村里有几户人还差点打起来 最后还在沈德全一锤定音 把山坡上的野生酸枣树 统一做了划分 果果坐在培阳的肩膀上气马马 第一次上山 欢乐得不行 看这个也新鲜 看那个也新鲜 还一个劲地叫嚷 要抓兔兔 年初 沈建国抓了一对野兔子送到家里 让果果养着玩 果果喜欢的不行 非要把兔子放到床上一块睡 结果被捂死了 果果伤心地哭了好几天 谁都哄不住 还是裴子恒不知去哪 捉了一只小奶狗回家 才把人哄住 小奶狗养没多久 被果果喂了一颗汤圆给噎死了 自那以后 沈明珠只敢给女儿养乌龟 毕竟乌龟耐造 说来也是巧 下山的路上 还真遇到有村民逮着了野兔 野兔体型肥瘦 肉眼看有五六斤 后腿被人提拎着 果果一看到野兔 眼珠子都不动了 说什么也不走 非指着要人家的野兔 村民有心讨好沈明珠 愿意把野兔送给沈明珠 毕竟现在 沈明珠是大老板 整个村都指望着沈明珠收购酸枣 发家致富 不过沈明珠没白收东西 而是按市价付了三块钱 如愿得到野兔的果果 开心得不行 非要自个抱着 但细嫩的胳膊受不住力 野兔被他摔了好几次后 活生生摔晕了 等回到沈家 沈建国找出家里的竹笼 把野兔装在里面 果果蹲在竹笼前 跟野兔玩了一会 后面累了 被培阳抱紧屋里睡了 沈明珠则跟村长谈 今年酸枣的采摘工期 酸枣处理工序复杂 以目前食品厂的人手 一天最多能处理三百斤 为避免不能及时处理 导致酸枣腐坏 所以采摘时需要挫开时间 每天采摘量不超过五百斤 商量完酸枣的采摘 沈明珠又让村长领着人 去后备箱搬月饼和文具 村里凡是在读书的孩子 不拘年龄 每个人都能领到中秋礼包 礼包里面有六枚月饼 两支铅笔 两个作业本 一块橡皮 一本字典 她希望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让村里人都把孩子送去上学 礼包由沈明珠亲自发 孩子们排着长对领 每一个领礼包的孩子 沈明珠都会简单问一问情况 读几年级 上回考了多少分 哪颗成绩最好之类 很快轮到一个衣着破烂的小女孩 叫什么名字 念几年级了 小女孩抠着一百 声如闻那 二年级 撒谎惊 她没上学 她妈跑了 她爸娶了后妈不要她了 排在后面的几个孩子 大声叫嚷 小女孩面黄肌瘦的脸 瞬间涨得通红 羞愧地转过身 一溜烟跑了 沈明珠从小女孩瘦弱的背影上 收回目光 继续给排队的孩子们发礼包 等最后一个孩子领了礼包离开后 沈明珠才问起村长刚才那个小女孩的情况 在村长的唏嘘中 沈明珠了解到 小女孩是隔壁镇的人 亲爸是出了名的懒汉 日子穷得叮当响 小女孩的亲妈受不住穷 三年前跟人跑去了外地 一直没回来过 懒汉去年新娶了媳妇 但新媳妇不肯替别人养赔钱货 懒汉就把小女孩送回了姥姥家这边 目前小女孩跟着大舅一家生活 在村长的带领下 沈明珠来到小女孩的大伯家 还隔着一些距离就听到中气十足的喝骂声 杨你有什么用 别人都拿到了 就你拿不到 你咋那么蠢要 气死我了 沈德权上前推开篱笆门 皱着梅队院子里的女人问道 凤仙 你做啥呢 大老远就听到你的大嗓门了 转头看到沈明珠和村长 曾凤仙顿时换了一副和气的面孔 热情的招呼 两人进屋座 村长 你们还是有啥事啊 曾凤仙嘴上同沈德权说话 眼睛却只往沈明珠身上瞟 沈明珠在沈家勾人的心里 比庙里的菩萨还受尊敬 开着大厂子 开着小汽车 住着大洋房 真真是富的流油 手指头随便露一点 就够他们家吃香喝辣的了 沈德权指了指屋檐下的小女孩 让你外甥女过来 明珠有几句话跟她说 大妮儿 来 快过来 曾凤仙冲着侄女狂打眼色 想让其讨好沈明珠 在小女孩走过来的同时 沈明珠注意到 对方不仅衣着破烂 脚上还打着赤脚 第433章 仙锅痛骂贾跃眉 小女孩不仅打着赤脚 裤子也短了一大截 细瘦的脚脖和脚踝都露在外面 似乎是被沈明珠的目光盯得窘迫 小女孩挥扑扑的脚趾 无意识全起 沈明珠收回视线 落到小女孩坚瘦的脸上 多大年纪了 八岁了 曾凤仙抢着达道 沈明珠有些意外 因为小女孩看起来很瘦小 她以为跟大鸭差不多的年龄 没去念书吗 曾凤仙当即哭穷 说家里没钱 又要多养一个孩子 家里能吃上饭都不错了 不知道是不是羞愧于 冒领中秋礼包的事 小女孩至始至终都低着头 一言不发 双手攥着破旧的衣摆 显得很是局促 我跟他单独说几句 沈德全听了 忙示意小女孩跟沈明珠去外面 曾凤仙瞅着两人 一前一后的背影 冲沈德全笑的讨好 德全说明珠找我家大妮 想干啥呀 沈德全没好气的撇她 都说了 只有读书的娃才能领东西 你喊大妮过去干啥 为那么点东西 丢不丢人 曾凤仙善笑 白给的东西 不拿白不拿 人家当大老板的 有的是钱 又不差这一点 那是明珠给学生娃的一份心意 跟你有啥关系 你要想拿 就把大妮送去上学 曾凤仙白眼快翻到了天上 说得轻巧 学费你给出啊 他爹妈都不管他 我白白把他养着 让他有口饭吃 已经够可以了吧 你白白养他 洗衣烧饭 喂鸡喂猪 人给你干的活还少了 你可知足吧 曾凤仙撇撇嘴 反正我没钱 篱笆门外 沈明珠微笑地询问小女孩 你叫什么名字 大妮 想读书吗 许大妮困惑又茫然地望着她 显然对读书这件事 缺乏认知 亦或者 读书从来没在她的人生选项中存在过 那你会写字吗 许大妮依旧摇头 见此 沈明珠也不再多问 伸手有些恋爱的李李 对方头发上沾着的草屑 以后进了学校要好好念书 只有书念的多了 才会有出路 才能有机会摆脱当下的贫困 将来才有资格做主自己的人生 许大妮并不太理解沈明珠的话 但她还是点头答应了 潜意识中 这位长得漂亮的姨 是非常厉害的人物 说的话准没错 等沈明珠和沈德泉一走 曾凤仙立刻拉着许大妮询问 沈明珠说了什么 有没有给啥东西 许大妮摇头 曾凤仙不相信 把许大妮全身搜了遍 果真什么也没搜到 大失所望之下 不免又把许大妮狠骂了一通 从曾凤仙家出来后 沈明珠跟沈德泉了解了一下 许大妮大旧家的情况 随即提出想资助许大妮上学 沈德泉十分高兴 他虽然出生旧社会 却并不是思想迂腐的牢骨板 相反 他很支持村里的娃具读书 平时也会跟村民宣讲读书的好处 园主和沈宝兰能读完初中 也有他常年劝导的功劳 商量好许大妮上学的 室游村长去办后 沈明珠转头回了娘家 还没进门就听见了果果的哭声 等进了院子 就看到裴阳裴子恒 还有沈建国沈向南几个大小爷们 都围着女儿哄 贾跃眉抱着二压 看戏事的站在一边 怎么了 一看到沈明珠回来 果果哭着更大声了 眼泪跟豆子似的往下掉 妈妈呜吐吐吐 沈明珠这才注意到地上的竹笼 龙门开着 野兔已经不见了 她第一反应是 野兔撞开龙门跑了 正想哄女儿两句 就听到贾跃眉说 小妹你可算回来了 赶紧哄哄你家果果 不就一只野兔 杀了就杀了呗 哭得要死要活的 对于农村人而言 野味等于是老天爷送上门的美味 在培阳父子俩 陪果果在屋里玩耍的时候 贾跃眉伙同沈向南 悄悄把野兔给宰了 想着中午能吃顿好的 子恒带妹妹去外面玩 裴子恒听话的抱起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果果 朝外面走 等两孩子去了外面 沈明珠抬脚进了厨房 将已经快闷熟的兔肉 连锅直接陷了 哐浪 一声巨响 所有人都被她的脾气惊到 裴阳连忙上前 将她拉里滚烫的铁锅 和满地热气腾腾的兔肉 免得她被烫倒 小妹 你这是干啥 好端端的一锅肉 贾越眉盯着一地的肉 头一个不满 沈明珠冷笑呛声 不是馋吗 肉就在这里 趴着吃啊 这么大个人了 缺这一口肉是不是 怎么没馋死你 当着全家人的面 被骂馋嘴 贾越眉脸色红了白 白了又红 秦金莲瞅瞅她 又瞅瞅老二媳妇 劝何 哎呀 行了 不就一只野兔 让向南去山上打一只不就是了 犯得着大动肝火吗 沈向南和沈建国 也出声劝沈明珠消气 裴扬低声道 算了 出去吧 孩子们还在外面 虽然对贾越眉两口子不打招呼 宰杀野兔 惹哭女儿一事 她心里也不大痛快 但男性天生理性的思维 让她觉得 这并不是一件多么大的事 因此 情绪并不如沈明珠那么激烈 沈明珠直指贾越眉 二嫂 我今天把丑话放在这儿 以后我家的东西 哪怕是一个毛线 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你也别碰 再有下次 我不会有今天这么好说话 虽然掀了锅也骂了人 但沈明珠的火气并未消除 气冲冲抬脚就出了院子 裴扬跟在她身后 到了门外 果果已经没再哭了 正站在不远处的一棵酸枣树下 养着小脑袋看树上 沈明珠循着女儿的目光往上看 裴子恒站在酸枣树最高的一根枝鸭上 一只手抱着不算粗壮的质感 另一只手努力地往头顶的鸟窝探 树鸭因为承受不住她的重量左右摇晃 看得沈明珠心惊胆症 子恒 你快下来 别摔了 妈妈 我没事 裴子恒低头冲她硬了一声 继续点着脚去够头顶的鸟窝 沈明珠回头瞅着身后的男人 你站这儿来 裴扬不明 干啥 你快头大 万一子恒摔下来 你给她当肉垫 不碍了是吧 第434章 甲月没怀孕 裴子恒有惊无险地掏到了鸟窝 鸟窝里有三颗手指头大小的鸟蛋 把果果高兴的手舞足蹈 浑然将被宰杀的野兔抛在了脑后 沈明珠既欣慰又忧欣 欣慰是觉得女儿拿得起放得下 不钻牛角尖 忧欣是怕女儿会养成花心的性子 凡事都只有三分钟热度 到了中午吃饭 全家人都围坐在饭桌前 唯独不见甲月梅母女 沈建国瞅着老二沈向南 你家月梅呢 喊她吃饭啊 她说她不吃 全家人都看向沈明珠 甲月梅拿桥步出屋吃饭 显然是为先前被沈明珠痛骂的是稚气 情经连道 明珠 你去叫一下月梅 这是想让沈明珠给月梅台阶下 爱吃不吃 我先吃了 吃完得早点回去 下午还有事 说完就拿起筷子 加了一块鱼腹肉 包掉鱼皮 喂到女儿嘴里 见沈明珠不肯去 沈建国捅了同老伴胳膊 你去 喊她出来吃饭 情经连起身去了西屋 好一会才出来 脸上喜滋滋的 贾月梅抱着女儿跟在她后头 有件喜事 月梅怀了 全家人都看向贾月梅 唯独沈明珠梅也不抬 依旧专心给女儿拆着鱼肉 哥哥爱吃鱼 一惊的鱼 他一个人能吃掉半条 沈家父子俩都挺高兴 尤其是沈向南 他现在家业有成 就缺个儿子传宗接代了 怀多久了 贾月梅也不确定 他只是靠身体的一些反应和经验 判断自己怀了 还没来得及去做检查 他也不敢去镇上做检查 怕被GSB的人强行拉去打胎 原本 他是想等中秋过后 去城里做完检查再说的 但今天因为范缠 被沈明珠臭骂一通 他面子上过不去 才不得不提前把这事拿出来讲 小妹 真不是我缠 是你侄子缠 他想吃兔肉 贾月梅摸着肚子 替自己找不 沈明珠审笑 这么说的话 你还得感谢我呢 老一辈的人说了 怀孕是不能吃兔子的 吃了孩子会长兔唇 情经连连连附和 没错 月梅 你可不能吃兔肉 羊肉也不能吃 贾月梅懊恼 却又说不出反驳 沈明珠心里冷笑 他是不信这些的 但不介意拿来给贾月梅添堵 今天本就过中秋 贾月梅肚子有了喜讯 喜上加喜 沈建国是最开心的那个 拉着沈向南和裴阳 喝了不少酒 吃完饭沈明珠便走了 不想在娘家多待 回去的路上 沈明珠开的车 裴阳喝了不少 坐在副驾位上打瞌睡 两孩子坐在后排 到了家 沈明珠先打开车后门 把睡得小脸红扑扑的女儿 先抱回了家 等安顿好女儿 才出来叫裴阳 叫了好几声 裴阳才睁开眼 去了她一眼后 把头偏向另一边 又闭上眼睛 脸颊因为酒精的作用 浮起淡淡的粉红 莫名有些孩子气 沈明珠扛不动男人的大块头 索性将座椅调低 让对方在车上睡个午觉算了 调好座椅 正准备关车门 手腕子被男人拽住 你不管我了 声音里带着浓浓的酒气 还有一丝委屈 沈明珠弯着腰 点了点男人鼻尖 我喊了你的 是你自己不行 那你就不能多喊一会吗 男人醉意朦胧地去着她 骗子 我怎么骗子了 你说爱我的话 都是哄我的 这个家里 你最爱的是子恒 然后是果果 最后才是我 沈明珠没想到 男人会说出这番话 一时不知该做何反应 然而 裴阳却将她的沉默 当成了默认 脸上的委屈更浓了 一使劲就将她扯到了怀里 双臂铁钳似的 鼓着她后腰 你为什么就不能最爱我 我对你还不够好吗 什么都依你 你要我往东 我绝不往西 沈明珠忽然意识到 她先前开玩笑 让男人给儿子 当肉店的话 伤到了对方 而在两人的感情中 男人一直是 付出最多的那个 所以也想得到 他同样的回馈 她柔下声音哄道 我们先回家 好不好 我不回去 除非你说你最爱我 等回去我就说 真的 你不骗我 嗯 不骗你 好说歹说 总算把男人哄回了家里 转身冲杯蜂蜜水的功夫 裴阳靠在沙发上 物资睡着了 微微皱着的眉间 显示着她的不开心和郁闷 沈明珠回房间 拿了枕头和宝毯出来 安顿男人在沙发上躺下后 用细白的指尖 将男人眉间的皱褶 轻轻揉开 劫后上班的第一件事 就是开会 会议上 沈明珠将整个中秋期间的营收 写在黑板上 目前食品厂有业务有三个板块 一是零售小食品 明珠辣条和薯片之类 二是明珠十方 售卖现烤点心 三是荣华月饼的销售 而第三季度的业务中 荣华月饼的销量一期绝成 是今年前三个季度 明珠小零食和明珠十方 两个板块总和的两倍之多 今年 我们总共卖出去58768盒月饼 比预计的6万目标 只差一点点的距离 同比去年增长了47% 这是非常好的成绩 在此 我要感谢所有人 是你们的坚定付出 才让食品厂有了今天的成绩 我是个俗人 不喜欢搞一些花里胡哨的 这个月 每个人都能获得原薪酬 额外10%的奖金 这是我的诚意 也是对大家的感恩 掌声经久不息 其实钱并不多 普通职工的平均工资 在60%左右 10%也就6块钱 但却足以鼓舞和振奋人心 让大家看到希望 员工大会结束后 沈明珠又召集了办公室人员召开小会 经过这一年的发展 目前食品厂的部门配置已趋完善 分为总经办 人事部 财务部 生产部和市场部五个大部门 五个部门的员工 包括生产部的各个小组长 有近30人 将30平方的会议室挤得满满当当 看着一张张喜气分成的脸 沈明珠的神色却变得严肃下来 今年的月饼销售上 我们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流失了近九成的老客户 这其中 有竞争对手强大的原因 但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厂里出了叛徒 沈明珠的话 如同冷水滴进了油锅 会议室瞬间炸开了 第435章 谁是叛徒 难怪今年的客户都被抢光了 原来是出了奸戏 是谁啊 还千万的 沈总对咱们这么好 他还干出魅良心的事 该造了一批啊 会议室里的人都焦头接耳的一轮 唯独销售部的几个业务员 面色各异 几个部门当中 能够接触到客户名单的 除了总经办的人外 就是销售部 而总经办的 都是沈明珠的自家人 除非脑子坏了 才会干自砸招牌的蠢事 那就剩下他们几个业务员了 沈明珠抬手示意 会议室里安静 我希望那个人可以自己站出来 承认错误 我可以考虑放他一条生路 会议室静了一瞬 忽然汪飞宇高举起了手 沈总 我举报 几十双目光 齐刷刷朝他望去 汪飞宇站起来 指着身边的官墙道 是官墙 煞时间 所有的目光转移到官墙脸上 官墙先是一愣 随即脸皮涨得通红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你这段时间上班心在不焉的 老客户被抢光后 你第一时间替辞工 你要不是心虚 你跑什么 官墙急忙解释 沈总 我辞工是因为我爸快退休了 他想让我去梁站顶替他的位置 真的 不信您可以去问我爸 前几天我爸还带我去见了城战长 汪飞宇冷笑 官墙 你早就找好了夏家 我问你的时候 你还不肯说 你怕什么 我不说 是因为这事还没成 倒是怕被你们笑话 没成 那你急着辞工干啥 啊 我知道了 你自己找到了好的去处 想在走之前捞上一笔 但做完了坏事 又怕被人知道 所以想赶紧走人 汪飞宇 你血口喷人 官墙又气又急 一拳砸到汪飞宇脸上 汪飞宇举手想还击 被裴阳和陈诚等人给拦住了 沈明珠重重敲了几下会议桌 喧闹的会议室再次安静下来 汪飞宇 你有证明官墙出卖食品厂的证据吗 我没有 但除了他还能有谁 汪飞宇信誓旦旦 沈明珠浅笑 你没有证据 但我有 汪飞宇一愣 随即大喜过望地指着官墙 这一下看你还怎么狡辩 你这个叛徒 官墙没理会汪飞宇的唾骂 而是错愕地望着沈明珠 沈总 这是不是搞错了 墙子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 他不是这样的人 一个跟官墙沾亲戴故的老员工 替官墙说情 而这话也得到了一些人的附和 都认为官墙不像吃里扒外的人 知人知面不知人 他平时都干了些啥 谁知道 沈总都拿到了证据 还能冤枉了他不成 有更多的人坚定地站在沈明珠这头 沈总 你就直接把证据拿出来吧 看他还有什么话好说 沈明珠开口 证据不在我手里 我已经提交给了公安机关 汪飞宇 你被开除了 话题转得太快 所有人都反应不过来 咋回事啊 不应该开除官墙吗 怎么把汪飞宇给开除了 会不会是气昏头 叫错了名字 遇到这种吃里扒外的 哥谁谁不气啊 汪飞宇不确定地看着沈明珠 沈总 您刚才是叫错名字了吧 沈明珠似笑非笑 我有没有叫错名字 你心里没点数吗 汪飞宇的脸上 肉眼可见地流露出心虚与仓皇 备受冤屈的官墙 率先反应过来 一把揪住汪飞宇领子 是你 你才是出卖场子的叛徒 居然倒打一耙 往我头上扣水盆子 我百分号人民币紧号 百分号人民币紧号 官墙一边口吐国粹 一边将汪飞宇按在会议桌上 又是一顿打 裴扬坐视拉架 结果拉了半天也没拉开 汪飞宇很快就被官墙做得鼻青脸肿 公安来了 不知谁高喊了一声 闹成一锅粥的会议室安静下来 这是干嘛呢 当头的公安看着刚干完架的汪飞宇和官墙 眉头皱成穿子 趁汪飞宇开口前 沈明珠上前解释 小伙子们年轻气盛 闹了点小纠纷 一旦被定性为打架斗殴 官墙也会进派出所 但纠纷矛盾只是小事 双方私下就能解决 不知道是心虚 还是被打梦了 汪飞宇也没有反驳 谁是汪飞宇 会议室的人一口同声指向汪飞宇 公安拿出传唤通知 汪飞宇 你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 请跟我们去经侦队接受调查 一旦激起千层浪 会议室里的人终于明白过来 真正的叛徒不是官墙 而是汪飞宇 无数充满谴责 唾弃和愤恨的目光 像刀子一样的落到汪飞宇身上 汪飞宇吃里扒外的行为 表面看起来受损失的是食品厂 可覆巢之下安有顽暖 食品厂争垮了 他们这些人也得喝西北风 他们怎么可能不恨汪飞宇 沈总 我给过你机会的 可惜你没有珍惜 有什么话 你自己跟公安同志说吧 汪飞宇试图想要求情 却被沈明珠的话 堵得哑口无言 我就说嘛 强子不是那样的人 随着汪飞宇被公安带走 先前替官强说话的人 忍不住发声 沈明珠当着全体管理层的面 将这件事盖观定论 这里我澄清一下 叛徒不是官强 而是汪飞宇 是他将我们荣华的客户资料泄露 给了美心 他将会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 谢谢沈总 官强站在沈明珠的办公桌前 脸上仍有气氛 不过这份气氛 并非针对沈明珠 而是对汪飞宇 汪飞宇平时装的一副伪善面孔 灵了去往他头上扣室盆子 简直可恨 此宫的事 你考虑清楚了 官强点头 有些不好意思 沈总 我不适合做这一行 进场这么久 我的业绩一直都是吊车尾 我没脸再做下去了 如果你不喜欢这份工作 我不勉强 但如果你是因为业绩差 而想要放弃的话 我觉得大可不必 我是生意人 不会做亏本的买卖 如果你工作能力不行 你自己不走 我也会请你走的 流水不争先 争的是滔滔不绝 比别人走得慢一点也无妨 一步一个脚印 把基础打牢了 未来才能走得更远 官强回到办公室 陈诚和新招的业务员叶天海 都凑了过来 官强 你啥时候走啊 我们给你践行 官强看着两人 我不走了 第436章 孙飞飞被抓 听到官强的回答 陈诚很是意外 你不是天天念到要辞工 咋又不走了 沈总跟我说了一些话 我觉得很有道理 所以决定留下来继续干 文言 陈诚和叶天海 都很好奇 沈明珠跟官强说了什么 官强死活不肯说 说不清楚为什么 他并不想把沈明珠 跟他说的那些话 告诉给其他人听 他只想深藏在心里 只属于他一个人 信仰的种子一旦种下 就会深深扎根 哪怕野火焚烧 冰雪覆盖 也坚不可摧 生生不息 你是谁 这是我的位置 抓奸事件后 孙飞飞在家躲了几天 一是养伤 二是避风头 一直到今天才到公司上班 没想到 他的办公位 被一名陌生的年轻女人给霸占了 女人眨眨眼 圆润的脸庞 看起来很是无辜 是商总安排我坐这的 孙飞飞踩着高跟鞋 气势凌人的 进了总经理办公室 你来得正好 不等孙飞飞心事问罪 商君就主动开了口 你被开除了 收拾东西走人吧 以后别再来了 孙飞飞脸上的愤怒 多过于惊讶 被江泰的原配抓奸过后 他就料到 对方必不会轻易饶过他 让我走可以 但我这段时间的工资 还有提成 一分都不能少 商君将一份文件 丢孙飞飞面前 这些都是 你签的客户 有一半的货款都没收到 你想要工资和提成 行啊 把那些拖签的货款收回来 我立刻结给你 孙飞飞快速翻看了下报表 发现的确都是他签的 我的工作内容是卖出销量 收账的事不归我管 商君冷笑 你签的这些客户 有一半都是老赖 或都是你亲自送出去的 钱收不回来 说这其中没有猫腻 谁信啊 孙飞飞脸色十分难看 你这话什么意思 孙飞飞 我合理怀疑 你跟这些老赖和起伙 来坑公司的钱 你放屁 商君身体亡以背上一扣 老板说了 看在你伺候他一场的份上 这件事不跟你追究 但他给你的车和房 你得交出来 我会自己跟泰哥谈 孙飞飞转身就走 刚走到门口 就被两名保卫员拦住了路 商君 你想干什么 啪 商君上前就甩了他一个巴掌 孙飞飞 别给脸不要脸 没了泰哥 你算个屁 好汉不吃眼前亏 孙飞飞强忍着屈辱 交出车钥匙 房子 我还要收拾行李 商君甩了甩车钥匙 给你一天的时间 下午下班前 将钥匙拿过来 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回到住处 孙飞飞一边收拾东西 一边盘算 去拿找新的住处 正焦头烂额之际 门外有人敲门 孙飞飞一愣 随即面露惊喜 她没什么朋友 能来这儿的 就只有江泰 喜冲冲地打开门 门外站着的 却是公安 孙飞飞 你涉嫌商业贿赂罪 请跟我们走一趟 不由分说 公安直接将她带上了警车 等到了金针队 孙飞飞这才知道 她被汪飞宇供出来的 而汪飞宇被抓 是沈明珠报的案 沈明珠不光报警状告两人 还提供了严密完整的证据链 包括不限于 她跟汪飞宇见面的照片 两人谈话的录音 再加上汪飞宇的供述 孙飞飞无可推诿 一副裤子我都洗过了 鞋子也是里里外外 都刷干净了的 你拿去给那孩子穿吧 沈明珠从裴文平手里 结果满满两大袋子的旧衣物 跟捡到宝石的高兴 大姐 我替那孩子谢谢你了 裴文平称怪的瞅他 非清非故的 又是资助人念书 还帮忙找旧衣服穿 也不知道 她上辈子修了多少服 能遇上你这样的大善人 沈明珠把两包旧衣服 放车后备箱里 这些衣物 她是替许大妮找的 许大妮比双胞胎小两岁 双胞胎淘汰不穿的旧衣服 正好能给许大妮穿 我也是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当替自己和孩子们积福报吧 对我们而言 只是顺手而为 一条活路 裴文平笑 那我托你的福 也算做了件既得行善的大好事 和裴文平分开后 沈明珠就开车去了安平镇小学 沈家沟太穷 村子也小 因此并没有设学校 孩子们念书都得去镇上 到了学校 正好是中午放学 当沈明珠找到许大妮 将满满两大包旧衣物 放在许大妮面前时 许大妮黑亮的眼珠子 瞪得溜圆 就像忽然得到了 足够度过整个冬天松果的 小松鼠一样可爱 低头一看 许大妮脚上套着一双 不合脚的草鞋 鞋底子已经开裂了 像是捡了大人 不穿的烂草鞋 沈明珠从袋子里面 翻出一双旧帆布鞋和袜子 让许大妮把脚上的草鞋换下来 帆布鞋有些大 可对于许大妮而言 却是恩赐一般的礼物 她已经不记得 多久没穿过像样的鞋子了 妈妈还在的时候 会给她做布鞋穿 后来妈妈走了 她的布鞋破得只剩下鞋底子 她就再也没穿过一双好鞋 滴答 滴答 一颗颗滚烫的眼泪 砸在白色的鞋面上 沈明珠摸摸她脑袋 别哭 许大妮不停扁头 她也不想哭 她心里明明是高兴的 她终于有鞋子穿了 可她忍不住 她伸手擦泪 可眼泪却越擦越多 她真没用 好好学习 有不懂的知识 就问老师 不要怕老师骂 你想想 跟一辈子挨饿受冻比起来 老师骂两句 又算得了什么呢 许大妮重重点头 犹如一束光照进她昏暗的世界里 从此有了指引和方向 她要读书 努力读书 不顾一切的读书 吃饭了吗 许大妮摇头 家离得近的 可以回家吃 像她这种离得远的 都是带窝窝头之类的干粮和咸菜 中午凑合着填饱肚子 曾凤仙并不乐意许大妮来上学 因为许大妮来上学了 就不能帮她干烧饭洗衣喂猪 看孩子活计 所以也不让许大妮带午饭 沈明珠带许大妮去镇上的面馆 吃了人生的第一碗羊肉面 结账时 沈明珠多付了15块钱 以后 许大妮每天中午都可以到面馆里 免费吃一碗素面 回到食品场 沈明珠刚从车上下来 就被面色阴郁的孙飞飞挡住了路 第437章 孙飞飞找上门求和解 沈明珠 我们谈谈 我没空 而且 我跟你之间没话可讲 沈明珠直接想要绕过过 却被孙飞飞不甘地抓住 沈明珠 你故意的 你早知道我收买了汪飞宇 却假装不知情 通过汪飞宇 让我掉进你的圈套之中 你给汪飞宇的那些客户 有一半都是老赖 公司收不回账 已经把我开除了 还收了我的车盒房 你已经害我失去了一切 你还想怎么样 沈明珠回头吃笑 你可真是猪八戒秀武艺 倒打一耙呀 是我拿刀架在脖子上 逼你收买汪飞宇 撬走龙华客户吗 你之所以输 并非是因为你不够恶毒 而是因为你无能 孙飞飞脸色十分难看 你到底要怎么样 才能放我一马 沈明珠用力一挥 孙飞飞没有防备 直接被甩的一个 猎且摔到地上 孙飞飞 你搞笑来的吧 先聊者见没听过吗 从第一次见面到现在 哪次 不是你主动挑衅引发的纷争 有始至终 不放过你的 是你自己 我就纳闷了 你为什么就跟疯狗似的 咬着我不放 你有这份心思和精力 放在工作上 多看点书 提升自己不行吗 我是挖你家祖坟 还是杀你父母了 你不跟我争风相对 活不下去啊 孙飞飞气急败坏的 从地上爬起来 你装什么清高 你不就仗着 严一喜欢你 才无所顾忌吗 哼 你倒是好本事 居然能让严太太忍气吞声 忍受你跟她丈夫之间的龌龊 沈明珠轮起包 就给了对方一个大笔兜 你再胡说八道试试 看我撕不撕烂你的嘴 孙飞飞一边往后退 脸上却满是不屈和嘲讽 怎么 你心虚了 怕我 我心虚你 M 沈明珠冲上前 举着手提包 框框又给了对方两下 沈明珠拿捏着力道 并不会智商 却砸得孙飞飞脑瓜子 嗡嗡作响 孙飞飞气疯了 可又想到正事 又不得不忍气吞声 受了沈明珠的打 沈明珠 我可以不计较你对我动手的事 但你得去撤案 沈明珠报案控告 孙飞飞商业侵犯一事 严格说起来 算是民事纠纷 只要沈明珠肯高抬贵手 孙飞飞就能避免 被追究刑事责任 只能说 孙飞飞很傻很天真 她多次陷害设计 在沈明珠身后捅刀子 沈明珠恨不得扒了她的皮 又怎么可能放过她 孙飞飞 天还没黑呢 你就开始做梦了 我凭什么要放过你 凭你脸皮厚吗 你真要赶尽杀绝吗 错 我这叫为民除害 孙飞飞恨沈明珠 恨得牙根痒痒 可为了不坐牢 又不得不捏着鼻子 向沈明珠低头认错 沈明珠 我可以向你道歉 从前是我不对 我保证 以后都不再跟你作对 我也可以离开凤城 永远不再出现你面前 只要你把案子撤销 比起恶魔的忏悔 我更相信法律 种什么应得什么果 孙飞飞 你如今的禁地 是旧游自取 孙飞飞脸色铁青 你真的不肯放我一条生路吗 沈明珠反唇相击 你放过了我吗 你收买我的员工 撬走我全部的客户 难道不是 想置我于死地吗 说完 沈明珠也懒得再跟对方废话 转身就回了场里 沈明珠 你等着 我不会就这么认输的 孙飞飞朝着她背影大喊 眼底恨意翻涌 钟小姐 沈明珠太可恨了 我们这次一定要狠狠给她一个教训 我已经想好了 孙飞飞付到中阴耳边 滴滴说了几句 你疯了吧 钟英很不可思议地站起来 与孙飞飞划清界限 你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你以后别再来找我 钟英说完就要走 却被不死心的孙飞飞挡住了路 钟小姐 你才是颜太太的妹妹 如果没有沈明珠 颜太太肯定不会像现在这般冷落疏远你 你甘心这么轻易放过沈明珠吗 钟英瞪着她 你还好意思说 当初你信誓旦旦地放话 一定能把沈明珠踩在脚下 结果呢 我们这么多人在背后帮你 你都逗不过沈明珠一个人 还惹上了官司 知道这说明了什么吗 钟英冷嘲 说明 沈明珠的确是有本事的人 输给她我心服口服 而你 根本就是个酒囊饭袋 你自己身陷淋雨 还想拉我一块下水 你少做梦 眼见钟英铁了心 不肯与自己联手对付沈明珠 孙飞飞也不再虚于委舍 钟小姐 你想跟我撇清关系 可以 给我一万块 我保证 以后再也不爱烦你 你神经病啊 我凭什么要给你钱 我是为了帮你们出气 才落到这个下场 我现在走投无路了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孙飞飞勾着唇角冷笑 你们是千金大小姐 一万块对你们而言 只是小菜一碟 你们要是不给 我就去找颜太太 你猜 颜太太要是知道你们 因为嫉妒 背后对沈明珠做的那些事 会不会很生气 还有沈明珠 她要是知道了 你们是我的帮凶 会放过你们吗 钟英气得恨不得吃了孙飞飞 却也没办法 只能找到欧阳小燕几个 一起凑了一万块 封口费 打发孙飞飞 喂 请问是裴子恒的妈妈吗 是我 你是 我是裴子恒的体育老师 裴子恒下楼时不小心摔倒了 情况有些严重 现在在试三医院治疗 你赶紧来一趟吧 说完 不等沈明珠细问对方 就挂断了电话 沈明珠心里着急 拿上包和车钥匙 就匆匆离开了办公室 来到停车的地方 沈明珠将车钥匙插进车门锁 正拧动时 颈部忽然被冰冷寒凉的物体抵住 她正要转头 孙飞飞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别乱动 否则刀子划断了你的动脉 可别怪我 沈明珠倒吸一口气 稳住心神 孙飞飞 你想干 她话还没说完 口鼻就被一块刺鼻的毛巾捂住 很快失去了知觉 第438章 被绑架 啪 沈明珠在一阵尖锐的疼痛中醒来 意识还没恢复 又是一个记耳光落下来 打得她眼冒惊心 她下意识想还手 却发现双手无法动弹 低头一看 手脚都被绳子反绑在柱子上 她转过头 入眼是孙飞飞得意讥讽的脸 看她的目光充满恶意与歹毒 慌乱和害怕 抑制不住的从沈明珠心底升起 两辈子加起来 她也没遭遇过这样的恶性事件 难道逃不过女配的宿命 她的小命 今天要交代在这里了 如果她死了 培阳还这么年轻 肯定会娶新媳妇 也知道她的子恒和果果 会不会被后妈磕带 短短一瞬 沈明珠脑子里面想了很多 情绪也有些控制不住 你现在知道怕了 晚了 看到她哭 孙飞飞以为她是害怕了 神情间说不出的得意和痛快 孙飞飞 我可以给你钱 你开个架吧 沈明珠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 她不能死 她要是死了 她的男人 孩子还有万贯的家产 岂不白白便宜了其他女人 孙飞飞恶狠狠地掐住她下巴 我那天求你的时候 你要是肯放我一马 今天也不会落到我手上 嗯 你说得对 是我不知好歹 这样吧 我吃完 你放我 我们就当扯平了 沈明珠嘴上应付着孙飞飞 目光却暗暗观察所处的环境 以寻找脱身之际 孙飞飞抬手又打了她一个耳光 沈明珠趁机向后摔倒 一方面以狼狈示弱 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观察所处的环境 倪佩的墙 老实的木格子窗户 木船房梁 没有做吊顶的屋顶四面都在落光 应该是长久没人居住的农村老房子 孙飞飞敢把她绑到这儿 周围估计人际罕至 这是坏消息 光天化日的 孙飞飞不可能扛着她徒步来到这里 所以 外面肯定有交通工具 这是好消息 沈总呢 裴阳回到厂里 看沈明珠不在办公室 不免感到奇怪 沈明珠一般早上都在厂里办公 下午才会出门 沈总出去了 好像是子恒在学校受了伤 听到儿子受了伤 裴阳当即拿上车钥匙去了南明 到了学校 裴阳第一时间往校医务室去 想着儿子受伤会在医务室治疗 可到了医务室 并没有母子俩的踪迹 一问校医 今天根本没有学生受伤 裴阳心里有了不好的预感 去教室的路上 直接全力奔跑起来 等跑到裴子恒所在的班级 透过窗户 看到安稳坐在第二排的裴子恒 裴阳心里莫名一慌 裴子恒的名字 裴子恒转过头 看到窗外的裴阳很是惊讶 对于裴阳打断上课的行为 老师并不生气 反而主动让裴子恒出去 能教出裴子恒这样的神童的家长 值得他们的尊重和魄力 爸爸 你怎么来了 你妈呢 裴子恒漂亮 且精致的脸上充满困惑 妈妈没有去上班吗 裴子恒今早出门晚 就没骑自行车 而是由沈明珠开车送她来的学校 她误以为沈明珠送完她后 没有去常理上班 裴阳此时也意识到 她找儿子问媳妇的行踪 是白耽误功夫 扔下一句 你好好上学 就转身跑了 裴子恒多么聪明敏锐的人 哪怕裴阳什么也没说 她也感觉到了不对劲 当即回教室请了假 爸爸 看到从学校门口跑出来的裴子恒 裴阳浓眉紧皱 你不上课 跑出来干什么 裴子恒没回答 而是直接拉开后门 坐上了车 见状 裴阳也不说废话 骑动车子 驶离学校 爸爸 是不是妈妈出事了 没有 别瞎想 裴阳眉宇间掩饰不住的胶着 你不告诉我 我就去找清清阿姨和素素阿姨 裴阳瞪了她一眼 只能把沈明珠接到假电话的事讲了 你妈可能是去了别的地方 安慰儿子的同时 也在安慰她自己 媳妇聪明又有智慧 一定会没事的 一定没事的 得知沈明珠被人以假电话 识骗出了工厂 裴子恒脸上顿时不满 对沈明珠的担忧 爸爸 去报警 裴阳心中有些迟疑 毕竟她还不确定 媳妇是不是遭遇了危险 妈妈没事最好 可万一妈妈被坏人抓走了 晚一秒 妈妈的危险就多一分 有道理 裴阳调转车头去派出所 可派出所却已失踪 没超过24小时 不予立案 裴阳只好先开车回厂里 暗中期盼着沈明珠已经回去了 回到厂里 看沈明珠并没有回来 父子俩分别给亲戚朋友打电话询问 然而问了一圈 也没有沈明珠的消息 裴阳把裴秋霞叫到办公室 详细询问沈明珠 出门前都说了什么 试图寻找线索 沈总说 子恒受伤了 他得去趟医院 哪家医院 沈总没说 裴秋霞看着父子俩 面色既困惑又紧张 出啥事了吗 裴阳没回答 而是把办公室和车间 可以脱港的员工 全部集齐到一起 每个人负责一块区域 出去寻找沈明珠 理由是有非常要紧的事 急需沈明珠回来处理 谁先找到沈总 奖励一百块 员工们就跟打了鸡血似的 一窝蜂的出了场 裴阳拿上车钥匙 也准备出门找人 却被裴子恒扯住了衣角 爸爸 我们去找亲亲阿姨 沈明珠 你说我要是毁了你这张脸 那些男人 还会多看你一眼吗 沈明珠盯着逼近他的冰冷刀锋 眼里流露出金句 孙飞飞 你冷静一点 有话好好说 你想想 你这么年轻 长得也漂亮 我自己的一天 何苦为了我这么个微不足道的人 搭上自己的大好人生 啪 沈明珠已经不记得 挨了多少个耳光了 两边脸颊火辣辣的疼 不用照镜子 她都能想象到 她的模样有多惨 我的人生已经被你毁了 孙飞飞忽然发出怪笑声 所以我也要毁了你 沈明珠 我要让你生不如死 方解我心头之恨 说完 孙飞飞起身朝着门外 进来吧 话落 两个陌生男人 一前一后的走了进来 第四百三十九章 就算死 也要拉着你垫背 小英 明珠失踪了 跟你有没有关系 面对找上门的 钟庆和培阳父子俩 钟英下意识想要否认 但却被钟庆的下一句话 惊得一跳 你现在说实话还来得及 要是等你唐姐夫找人查到 你跟这件事有关 或者刻意隐瞒的话 到时三叔也保不了你 钟英急切的 想要撇脱干系 唐姐 这是跟我无关 是孙飞飞 她想拉上我一起 但我没理她 我没想到她居然 真的这么做了 孙飞飞现在人在哪 我不知道啊 我把钱给她后 就再也没见过她了 说完 她被钟庆误会 自己是同伙 又急忙解释 钱是她要求我给的 她绑架沈明珠这事 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 我要是知道她这么疯 我一开始就不会搭理她 钟庆手指点了点她 你最好说的是实话 要是明珠出了什么事 我不会饶你 钟英面色赘赘 得到沈明珠 有可能遭到绑架的 确切线索后 钟庆第一时间报了案 有钟英的证词 加上钟家的势力 派出所这回重视了 立刻立了案 并派出人手进行调查 这个年头没有道路监控 想要找人 无疑于大海捞针 裴阳 你开车往城东去找 这种事 孙飞飞一定不敢在市区 肯定会往人少的地方去 城北城南城西 我再找其他人去找 好 麻烦你了 裴阳说完就要带着裴子恒离开 裴子恒却正脱开她的手 转身跑到钟庆面前 语气带着急切的祈求 庆庆阿姨 请您一定要帮我找到妈妈 我以后做牛做马 都会报答您的恩情 钟庆弯腰 抬手 裴子恒下意识偏头想躲 他从来不让除妈妈和妹妹之外的妇人 碰她的脑袋 可想到正处于危险之中的妈妈 他强忍心里的不喜和不适 任由钟庆的手落到她头上 子恒 我向你保证 一定会把你妈妈安全地带回家 嗯 谢谢庆庆阿姨 慕送父子俩离开后 钟庆拿起客厅的电话 打到了盐义的办公室 明珠出事了 十分钟后 两架军用直升机 一前一后朝凤城方向飞来 看到孙飞飞有同伙 而且还是两个男人 沈明珠说不惊慌是假的 孙飞飞得意地欣赏她的惊慌失措 嘴上跟两个同伙交涉 怎么样 长得还不错吧 两人目光黏腻地在沈明珠身上打亮 就像在打亮一件物品 脸上录着欣喜 真把她送给我们了 对 一分钱都不要 你们直接把她带回老家 割掉她的舌头 再用铁链把她拴在猪圈里 以后她就是你们俩兄弟的媳妇了 孙飞飞恶笑道 嘖 还真是比她想象的更恶毒 不仅要毁了她的清白 还要把她拐卖到山里做供妻 沈明珠强忍着恶心与愤怒 与两兄弟周旋 两位大哥 你们是两个人 我们也是两个人 拐一个也是拐 不如两个都拐回去 到时你们一人一个媳妇 不比两个人一个媳妇强 你给我闭嘴 孙飞飞冲上前就想扇沈明珠 沈明珠有了经验 及时侧身躲开 孙飞飞打了个空 一时没站稳 摔了个裂浅 沈明珠立刻冲两兄的大喊 快呀 你们把她捆起来 一会她跑了 兄弟俩本就不是良善之辈 当即一涌上前将孙飞飞按住 你们想干什么 放开我 两兄弟不顾孙飞飞挣扎尖叫 一个按手 一个按脚 很快就用麻绳将孙飞飞捆了个结结实实 沈明珠在一旁看着 心里的兴奋多过于害怕 兄弟俩的临阵倒戈 也从侧面说明 他们跟孙飞飞的合作关系 并不牢靠 你们是不是疯了 别忘了 没有我开车送你们回去 你们别想安稳离开这里 沈明珠立刻道 我也会开车 两位大哥 反正我也逃不了 师兄你们不要伤害我 我愿意帮你们开车 两兄弟差点没乐开了花 打了三十几年的老光棍 忽然摆得两个漂亮媳妇 能不高兴吗 孙飞飞气疯了 像蛆一样在地上翻滚挣扎 你们不要听他的 他一向轨迹多端 他不会乖乖跟你们回去的 废话 我城里过得好好的 当然不想去山里吃苦 可俗话说得好 好死不如赖活着 我现在手脚都被捆着 除了跟你们走哪还有别的选择 两兄弟认同的点头 其中一个更是好色的摸沈明珠的脸 小娘妈 只要你乖乖听话 给老子生两个大胖小子 老子也不会让你饿肚子 对于偏远又贫穷的山区而言 能吃饱饭就是过好日子了 沈明珠洋装脸疼的 躲避男人的手 撕 别碰 疼 男人有些不高兴 却被沈明珠接下来的话 转移了注意力 两位大哥 把他的嘴堵起来吧 他太吵了 别一会引了人来 两人觉得沈明珠的担忧有道理 当即团了一把干草 强行将孙飞飞的嘴巴塞起来 孙飞飞喉咙里发出嗡嗡的声音 眼神杀人般的瞪着沈明珠 沈明珠冲她咧嘴一笑 孙飞飞 我就算死 也会拉上你做垫背 孙飞飞挣扎得更厉害了 担心有人找来 两兄弟准备离开着 他们先把孙飞飞抬上车 随即回来弄沈明珠 别忘了她的包 她包里肯定有钱 要不是沈明珠提醒 两兄弟还没想起这茬 其中一个拿出包里的钱加 打开一看 嘴巴差点笑歪了 发了 发财了 另一个看到钱加里的钱后 也兴奋的双眼直冒光 忽然他们想起什么 抬头盯着沈明珠 眼神就像狼 看到肉一样 你身上的钱呢 沈明珠等的就是这一句 他们一开始就拿钱利诱 就是怕两兄弟只要人不要钱 农村一些思想封建守旧的莽夫 他们宁愿穷得吃土 也不肯让女人出去挣钱 就怕媳妇跑了 钱在包里 两兄弟兴冲冲的从车上 拿出沈明珠的提包 打开 找了半天一毛钱都没找到 臭娘妈 你的钱呢 第440章 老底坐穿 包里的钱被孙飞飞拿了 不过 我还有一张存单 存单上有五万块 你们只要拿上存单和我的身份证 就能去银行把钱取出来 一听有五万块 两兄弟乐得嘴都不合拢 存单我藏在手电筒里的 只有我能打开 你们松开我 我拿给你们 见两兄弟迟疑 沈明珠又道 我的脚被你们捆着 想跑也跑不了 也是 于是 其中一个人将他的手解开 另一个则把包里的手电筒递给他 一边嘀咕 是什么手电筒 怎么跟他平时看的不一样 沈明珠假装被捆得太久 手麻抬不起来 那人也没怀疑 有诈 主动弯腰将手电筒 塞沈明珠手上 好赶紧拿到存单 五万块 是他们两兄弟 几辈子都挣不到的数目 说时迟 那时快 在沈明珠握住手电筒的瞬间 直接往对方手背上对 嘖嘖嘖 伴随着电流声响起 男子身体如陡康一般 抽出了几秒后 软绵绵倒在了地上 怎么回事 你 沈明珠直接电击棒对上去 随着另一人被放倒 沈明珠脑子里猛了一秒 随即才猛地回过神 弯腰结脚上的麻绳 麻绳打的是死结 半天也解不开 沈明珠急得脑门冒出了汗 现在地上有孙飞飞掉落的刀子 用刀子将麻绳割断后 沈明珠起身就跑 跑到门口又转身回去拿车钥匙 装车钥匙的包 被其中一个人压在身下 担心那人会被他弄醒 沈明珠捡起电击棒 想给对方再来两下 结果按下电源却没有反应 MD 没电了 沈明珠将电击棒甩一边 一只手捡起刀子防卫 另一只手扯住包带往外拖 好在男人没有醒 沈明珠找到车钥匙起身就跑 嗯嗯看到上车的只有沈明珠一个人 车后排的孙飞飞也不知发什么疯 忽然将身上往驾驶台撞过来 沈明珠一时没查 车钥匙被撞断在锁孔里 气得他抄起中控台上的水晶百剑 就往孙飞飞头上砸 一连砸了好几下 砸完也不管孙飞飞死活 推开车门下了车 辨别了方向后 选了条看起来平顺的小道跑了 跑啊跑啊 不要命一样的奔跑 双腿酸得不像是他的 肺管子火辣辣的 没喘一口气都在疼 可沈明珠不敢停下 风声从耳边呼呼地刮过 脑袋里嗡嗡地响 沈明珠感觉耳朵都快聋了 腿一软 他重重摔倒在地上 轰隆隆的声音从头顶传来 他抬起头 巨大的风力让他睁不开眼 散乱的发丝像海草一样迎风飞扬 空旷无人的荒野上 他就像一株柔弱的野草 沈明珠 看到从直升机踏板上跳下 大步朝他而来的炎翼 沈明珠有那么几秒的恍惚 他怎么会在这里 你没事吧 胳膊上传来的力道 让他意识到 这不是他的幻觉 真的是炎翼找来了 见他不说话 炎翼也不再多问 拉着他往直升飞机走去 螺旋桨转动的声音 震得耳朵发疼 沈明珠脑子里面乱糟糟的 但他清楚一个事实 他获救了 明珠 就在快要走到直升机前时 身后有人喊他 沈明珠扭头 看到不远处立着一道熟悉 而高大的身形 明明隔得很远 加上强风的肆虐 视野都变得模糊起来 可他却能看清 男人脸上的表情 甚至他望着他的眼神 他没有犹豫地转身 朝对方跑去 被裴杨抱住的那一刻 熟悉的气息灌入鼻尖 眼泪再也忍不住地夺矿涌出 炎翼站在直升机前 身上的衣衫被风鼓起 他静静看了拥抱的两人片刻 转身独自上了直升机 直升机轰隆隆升空 透过机门 看着逐渐变小的两人 沿逸沉默地收回目光 感觉到直升机的远去 沈明珠朝空中望去一眼 随后将头埋进男人胸膛 咚咚咚 随着四周安静下来 男人的心跳声清晰可见 沈明珠的情绪 也逐渐得到平复 他抬起头 性眸中带着泪意 语气却透着欢欣 你怎么找到我的 裴杨垂眸看他 深邃的眸底 完整倒映出他的脸 我追了你半天 喊了你半天 你没听见吗 沈明珠环顾四周 这才发现 他已经跑到了香道上 裴杨的车 就停在几百米开外 妈妈 裴子恒终于也追了过来 紧紧抱住沈明珠的腿 不肯松手 他和裴杨一块出城 来找沈明珠 只不过 他人小腿也短 跑得也慢 感觉到腰间的诺失 沈明珠蹲下 将对方搂在怀里安慰 别哭 我没事 裴子恒眼睛红红的 就像小兔子一样 手指轻轻抚摸他的脸颊 妈妈 疼不疼 先前没感觉 这回倒是感觉 两边脸火辣辣的疼 孙非非恨毒了他 下手一点也不手软 公安很快赶到 将孙非非抓了个正正 而被沈明珠 电婚的两个同伙 却潜逃了 绑架 拐卖未遂 加上之前的商业侵犯 恕罪并罚 孙非非这次牢底坐穿 听说你悬赏一百块钱找我 我就值一百块吗 沈明珠看着为他脸上擦指痛 消肿药膏的裴阳 忍不住业余 裴阳手上一用力 沈明珠顿时吃痛的叫出声 疼 你轻点 知道疼 才会长记性 裴阳嘴上不客气 手上动作却轻缓下来 沈明珠心里气闷 这能怪得了我吗 我又不是神仙 能为不先知的 算到人家会来绑架我 裴阳看着他 眼神柔软下来 找不到你的时候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 也就是公安来得快 不然我真想剁了他 他第一次看到 男人露出凶狠 有些骇人 也让他感到陌生 见他不说话 裴阳却笑了 吓到你了 沈明珠摇头 握着男人宽厚温热的大掌 其实我也害怕 害怕再也见不到你们了 但哪怕千万分之一的机会 我也不会放弃 哪怕真的被拐了 我也会努力地活着 会想方设法回到你们身边 裴阳理了李塔尔发 声音也放得温柔下来 还好你没事 甚至在看他差点被研一拐上 直升飞机的时候 他都没怎么生气 满心里只有庆幸和感谢 你今天调用直升机 为什么不是先跟我打招呼 这是你第二次任意妄为了 严福的质问 让严家的气氛变得冷凝下来 väl来吧 我有点灭 Bat 你还是要 complet呆